董事長 開幕後 吉他 雄雄 介紹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黨團都已經到這個協商室 我們就正式宣佈 我們的學商就開始 那今天還是延續上個禮拜五針對勞基法的修正 請柯總召進來 請他進來 我們再來學商一下 上個禮拜五大概大家有一些默契 就是不進入處理 那盡量就以大體討論來做處理 所以上個禮拜五大概我們就在五點半就宣布休息 所以沒有進入整個實質的討論 只有一個廣泛 那廖總召也特別希望上個禮拜不要處理 李委員李宏君委員也希望上個禮拜不要處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就沒有處理 希望這個禮拜二好好的在討論 那今天早上當然我們兩黨團現在在主席台 那我們希望能不能黨團之間大家希望程序要怎麼進行 還是說內部的內容有哪一些大家希望提出來再重新做一些討論 那我們都不反對啦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要讓議事能夠進行 要充分討論各黨團要派多少人 那麼基本上我們絕對會維護在台上講話的權利啦 所以我們也拜託各黨團約束自己的黨團成員 取得發言權絕對是要尊重 所以每一個黨團 有人在台上發言的時候 盡量台下要保持一個禮貌跟尊重 我想這一點也特別拜託各黨團能夠轉達給黨團的成員 那麼今天進行到現在 整個程序都無法往前來邁進 那我們也想聽聽各黨團的意見 到底大家有沒有彼此在協商討論的空間 包括法案的內容程序的進行 我們都請大家表示一些意見 那我們一向表決都是從親民黨開始 所以是不是香港那樣 香港跟香港 這樣是 還是要請時代電量這邊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那國民黨黨團這邊到底有沒有什麼想法 提出來大家一起來分享 好 用命 好 來 用命委員來 其實我們之前現在進到院會 可是之前在委員會其實都有一些共識 這個不一定跟議程有關 可是民黨黨團這邊要把78之一不與增列 這不是跟委員會的共識 那時候大家都通過的東西差距很大嗎 78之一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 紅海那時候違法就罰兩萬 因為用79 所以我們才說你至少要增加罰則 否則勞減一千次也沒用啊 如果委員會都同意的東西 那進到院會又要重新來 那委員會中心主義不是就玩假的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還是 柯總知道我要重講一次嗎 柯總知道我要重講一次嗎 不知道署長有沒有跟來 呵呵呵 78條之一啦 我們委員會都有共識的東西 而且大家都同意就送出來 結果你們現在就不與增列 對不對 那委員會在玩什麼嘛 對不對 那 院會上 禮拜二 其實我們那時候建議說 院會真的上禮拜二 上禮拜五 對不起 禮拜五 我們就覺得說不要進行 今天來好好從大體討論一開始 如果今天 結果講到王玉銘 王玉銘之後是慈庸 結果慈庸就沒有機會講 慈庸完之後是國昌 我們完全沒有機會把我們的立場澄清 我是覺得如果真的等一下逐條的時候 是不是針對重要條 我們用政黨辯論的方式 每個黨團派三個代表 對不對 每個代表五分鐘 對不對 然後把立場 東西講清楚 可是我還是要講78之一啦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啊我們都有共識出來的東西 現在又要不與增列 對不對 我覺得 那這樣子 那委員會是要玩假的嘛 對不對 好 78條之一到後面在委員會的時候 你在不在場 我就問你這個問題 你調露營帶 是誰在場嘛 我在 他在場 我等一下 來 等我講完好不好 你告訴我 78條之一和79條都是罰則 這邊的法則 那時候還談到什麼要規模 那我講得很清楚 這這些都可以談的 那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我當場網絡商也在 說如果按規模等等 你要知道78條之一和79都是罰則 我們兩個並一條 你看文字看看 有和你78分兩條差異在什麼地方 但是罰則是怎樣 當然每一個版本都不一樣 只是罰則有共識 並不是說什麼有共識 全部出委員會後來決定什麼 出委員會嘛 在談 講得很清楚嘛 那時候已經到最後的時刻的時候 你不是在場的 我在場啦 我在場 不過我讓他先講 對啦 因為那一天的狀況是 大家討論到最後也都累了 那大家都急著趕快要結束這個討論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要討論這個78條之一 那民進黨黨團是覺得說 這樣好了 勞動部也沒有意見 那就說好 那就這樣送出來 那送出來 我們不曉得說 現在又要說 這個不與真烈 那這中間當然 如果要跟79條並 我們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問題是 我們那時候時代力量提的 是有依照人數規模 你們現在用就是可以加強2分之1的一個額度 對不對 那不一樣 又差很大了 阿我們訂的發展有到500萬 阿你們現在才100萬而已 這個差距又差很大 柯總我要講 那時候我在 郭芳玉有意見 你自己跟他講說 不要講 不要講 我們要把東西調出來 我真的以後覺得直播這都很壯 我們那時候講很清楚 為什麼78-1 就是把數目定得很清楚 否則你用79的話 紅海是2萬 至少你有78-1 那至少有200萬 我先告訴你 不是啦 不是說你的版本 我知道這個原則上我們可以同意 你如果真的希望院會順利進行 原會講的東西 就不要再去翻翻 委員會講的東西 大家在那種情況大家都很清楚 已經到最後 大家考著沒有關係 全部出去再講 難道這個就是 曹瑀將有決定是要簽名的 今天沒有簽名沒簽名 那你以後就不要講什麼委員會中心主義 委員會中心主義 我要告訴你 好來 你在7月21號 暫停主義台那天 你是什麼委員會中心主義 那是因為招委不來啊 招委來不來 你暫停主義台 那個招委今天還不來 你暫停主義台 不要再講過去的事情 那我來講一下 委員會中心主義 你暫停主義台 那個78條之一 這個大家再來學商一下 委員會講完 朝委學商開兩次朝委學商 你有沒有到最後你有沒有來 總招 我們這個法條 有沒有簽名 在開那個公聽會 在開公聽會的時候 本來就知道說 是要回到委員會 再到院會 所以這之間其他的 廢還委員會的委員 也是可以去參加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並不是沒有聽到 時代力量的聲音 所以把它放到79條裡面 那郭芳玉他也知道 他有提到說 這個罰款的多寡 還要跟其他的勞動法令 要做進和 你不能直接跳出非常高 所以他的改法是改成 事業規模 有違反人數跟違反情節 特別放在79條裡面 但是如果時代力量 仍然覺得說78條之一 我們的民進黨團的修正動議 有意見的話 其實還可以談 但是我覺得比較重要是 我們今天的院會 一定要能夠按照程序來進行 就要像剛剛那個永明所說的 本來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廣泛討論 截止登記還有四個發言委員 洪慈庸是第一個還沒有發言 所以我們仍然希望說 希望說四個黨團 可以按照原來我們的協商意見 讓今天的院會可以走得下去 那其他的部分實質的內容 如果有意見的話 我們可以請勞動部門來講一下 說跟其他的勞動法令的 進和條款 不要產生太大的隔閡的話 其實民進黨團都有協商的空間 我就用這樣子跟時代力量講 我那天在場還講得很清楚 所有的版本 到最後一刻拿出來才是版本 委員會討論沒有結論就送出來 曹耀協商也沒有結論就送出來 你這個什麼 你主張的就七十八條之一 我們兩個併在一起 大家再討論一下 你所談的委員會中心主義 我希望你以後不要這樣贏存在 你這個是時代力量中心主義 好像誰說要都聽你的 遊戲規則搞不清楚 廖國民黨黨這邊是不是表示一下 那個七十八條之一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我先講一下 好來來 那每一黨自己也表示 我覺得 因為你的話題就是我們大家要共同主義 共同要監視工作 我覺得協商就是對話了 但是絕對不能有氣 上週五的時候我就講過了 如果帶著氣來協商 那絕對不會有結果 對啦 真的不會有結果 對啦 然後呢 這今天的報紙 從第一版到不知道到第幾版 通通都在講 非常強硬的話 總統府說 然後立法院說 然後黨團也說 這樣的這個發言 我覺得我建議啦 實政黨或者是總統府要更謙卑 就像蔡英文講的謙卑謙謙 不曉得講多少次了 但是看起來沒有謙卑 今天所有報紙的這個用語 激起了我的鬥志 我坦白跟你們講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他還要講這個什麼話 你要講的話我就要下樓了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為什麼會沒有辦法持續 你們也知道 是民進黨 不是國民黨的鬧場 你們連這個最起碼的尊重 都沒有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要回應柯柯總召講的話 立法院真的要關門 關門算了 執政黨自己開會就好了 這黨來幹什麼 包括剛剛有名講的七十八之一 我覺得也很合理啊 為什麼就不能討論呢 為什麼就不能討論 可以討論 是啊 你們不要像那個鬥雞一樣來鬥 不是 協商不是來鬥的啦 真的 我只想帶演講 我的演講 我的鬥志已經被激起來了 我們看怎麼走 國動啊 不要把自己要做什麼 我不是推給民運黨 這個 這個已經 已經從 重新再審所有程序都走完 然後你那天就是說 我們承認那天 黃毅民在講話說 底下有一些人在發言 我們主席說 再給10分鐘 再給10分鐘 你都不要 你在旁邊跟我講說 因為外面的學生說 今天不能表決嘛 大家覺得要講得這麼清楚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們今天 朝委行商結論 今天要打開來出手 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你說他彼此在說服彼此的看法 我相信跟你很難 那就 到演會去大家 中文的發言 三個五則都沒有關係 三個五則都沒有關係 這個 就是怎麼樣 國民黨黨團 我們應該怎麼來做 可以讓這個會議的議事進行 是不是能夠表示一些意看法 院長我先請問 今天除了討論 等一下到院會所有的程序之外 剛才實例所提出來的78條 78條之以後 是不是包括其他條文 是不是有機會再討論 不是 我先確認 當然可以再討論 可以再討論 是不是 但是討論沒有結果 當然要處理 不能說討論沒有結果 就一直往後演 這個 院長我很清楚這一點 但是 院長 國民黨 國民黨從 這個一例一休版本 脫回委員會 重審到現在 11個條文 沒有一條 是被民進黨所接受過的 沒有任何一條一個文字 沒有了吧 我們討論了11條 有好幾個版本 我們都有 有哪一個文字 是被你們所接受的 有幾條我知道是民進黨非常堅持的 特休假的文字裡面 包括勞工 他的特休可以研製明年 隔年的第三個月 然後 第幾個月 那時候我在台上我有提過 不管延到哪一個月 隔年修 是修隔季 還是說延到第二年 可以換取工資 或換取假期 讓勞工自由來選擇 我覺得我那時候的態度 我都很開放 我只要可以延到隔年 避免特休假看得到 修不到拿不到 這個我還放很大的空間 那試問民進黨 有沒有好好把他考慮在裡面 那最後一天幾個小時 才拿出來特休假的版本 意義 你們的道理你們的意義 你們背後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那隔天就開始到院會 噼啪啪啪 現在這樣子啦 就是 院長我覺得要先確認 你是中立的立場 要先請民進黨確認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只是在討論說 等一下下去的議程 那就沒什麼意思 朝議員協商就沒有意思 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學商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意識進行的方向 一個是實質內涵的學商 那我們現在是要 再來針對實質內涵的學商 進行學商 還是要針對意識進行的方向來學商 這個可能我們把它理清楚啦 如果各黨團都沒有意見 要針對內容再重新做一個學商 我也不反對啦 內容啦 今天早上我們就內容大家講好 下午再處理也OK嘛 但是 就是最後沒有共識 那總是要處理嘛 這個從 從有立法院到現在就是這樣子 黨團之間互相尊重 能夠退讓 因為 不要忘了我們決定 每一樣事情是 到外面每一個企業 每一個勞工 甚至於行政黨會都要遵守的 因為這是法令 所以 能夠慎重的討論 不要在未來產生後遺症 絕對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如果早上大家覺得 應該針對內容有幾條 能不能再有一些溝通的機會 當然我不反對啊 我們上午就來 處理這樣的一個議題嘛 那下午再開始進行 然後有共識的就依共識 沒有共識大家就辯論嘛 最後再處理嘛 我們覺得很好啊 所以剛才78條之一 或許可以請勞動部跟 大家來針對78跟79條的進合 那38條好 特休假應該怎麼處理 李委員提出的 如果有道理 那勞動部覺得執行沒有困難 那也可以接受啊 我覺得這個 現在大家都是為勞工為中小基業 大家在立法嘛 來 對不起 那個李委 那個 院長 那個 以及各位同仁喔 因為我們在未還委員會 其實實質審查的那一天 其實各個版本都有拿出來 可是我們當然可以今天等一下 再針對有意見的條文 我們再去討論 但是到底我們有沒有 可以被討論的空間 其實這個是比較重要的嘛 不是說好像現在討論 其實到最後的結果 還是像 委員會那一天實質審查的最後的結論一樣 好像民進黨不能接受大家的版本 甚至連討論的空間都沒有 那這樣說難聽一點 這好像是大家這協商完以後 在野黨就替你們背書了 那這不是我們想想要的 也不是因為我們要實質真的有討論的空間 那如果只是因為 利用這個協商來找在野黨來替民進黨背書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所以這個是我想強調的 那剛剛有 因為剛剛洪委員有提到78條 78條那天如果沒有記錯 在未還委員會的時候是 招案通過 所以我不知道 然後等一下的朝野協商 其實也都沒有被拿出來討論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就不予增定 那38條的部分 特修價的部分 就是剛剛李委員有提到 就是說 他們可以延到明年再修 可是親民黨版本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溝通說 部長說一年之後有很多公司行號 可能都沒有辦法去排下一年的假 所以親民黨那時候還提出說 那沒關係我們就一劑延一劑 那連一劑的討論空間都沒有了 那還有什麼可以實質可以討論的 好來 江委員 等一下 等江委員講完再換 好 謝謝院長 我想今天不管是就議事上面 或法案的實質的討論 其實基本上就是很怕說 還是回到我們當時委員會 一直在討論 基本上我們一直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到現在這11條 我們不管是各黨團提的版本 或是在討論現場提出的修正動議 我們每一條都有提修正動議 在每一個黨團都有 但是民進黨團提的版本 或是勞動部的回應 都一字不改 完全沒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相信即便今天我們在這裡 等一下就實質的討論 一樣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而且還是會一直這樣不斷的循環 我舉例來講 我們在意的是 這七天假 對部分公司的 也就是打工族 影響最大 他們砍了七天假 他們馬上 馬上失去了 加倍 拿薪水的機會 這我們一再質疑 勞動部的回應 也說 他們未來一定會有 研議出一套相關的解決的配套方案 但是你現在完全提不出來 你就要我們強行通過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願意等 我們等勞動部提出相關的配套辦法出來 我們再來討論 光是這個問題 就沒辦法解決 民進黨團 勞動部都沒辦法說明 對於打工族部分公司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他們也承認 這是問題 但是他們說要等到未來 為什麼不是現在 就提出相關的配套解決方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刪除七天假 這個他們說是 第37條 比照 內政部 的一個放假的實施辦法 但是內政部的實施辦法 是沒有法律授權 沒有法源依據 這個問題 勞動部推給內政部 行政部門 能不能說明 我們怎麼能夠 勞基法 去適用一個 行政命令 一個實施辦法 而這個實施辦法 甚至根本沒有法律授權 這個問題 勞動部也沒有說明清楚 今天我們就要強行表決通過嗎 第三個 特休假的部分 我們一再說 上個星期四晚上 傍晚才提出來的版本 我們只討論了一兩個小時 今天院會 五二一次會 就要表決強行通過嗎 這是強調 要充分溝通政府 應該有的立法方式嗎 我想這個不是 勞工朋友 所有民眾期待的 如果我們今天 就讓他強行表決通過 是我們每一位民意代表 每一個立法委員實職 我想這個 絕對 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 還不要進入到特休 現在民進黨團的版本裡面 我們強調的 柯總庄很清楚 我一再說 舉任責任要導致 不然會造成 勞工朋友 被迫用工資來換他們的血汗 一樣沒有辦法解決 看得到吃不到的問題 我們的版本 一再說 希望如果當年度沒有修的特休假 可以遞延到下一年度 如果沒有修完的特休假 應該要加倍給薪 這些都是我們的版本 但是民進黨團的版本 還有勞動部 出來說明 完全否決 沒有討論空間 一字不改 就要到院會今天表決 我想這個沒有討論空間的 這種立法方式 難道是民眾期待的嗎 難道是我們這一屆新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上面 應該採取的態度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 必須要進行被控 我們希望的是能夠充分的討論 以上 院長 我再補充萬安的幾句 等一下柯總都再一併回應好了 第一個 我們特休假的版本 是從民國18年定到現在 那當然我認為說 這個特休假 目前的特休假的版本 是民國18年 大概七八十年沒有修過了 我更認為說 特休假的部分應該讓社會大眾好好來討論 民進黨這個特休假的版本 到底資方能夠接受多少 我們從媒體上看到 資方還是有很多的意見 那另外 我那天其實各黨團都有提出來 特別是對於資深的勞工 要調就大家都一起來調 我特別去把它計算出來 凸顯出來 資深的勞工 其實在這個特休假的版本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任何的獲利 你要砍他七天假 相對的 我就認為你在特休假的版本 你特休假版跟砍七天假當然是兩回事 但是特休假的版本 你不要未來因為民進黨的版本 造成勞工內部的對立 資深勞工跟資遣勞工的對立 所以我更認為民進黨版本過程當中 我認為資深的勞工也一併要去做調整 那我非常希望 民進黨在現在能夠很清楚的說出來 到底我們講了這麼多 哪幾條民進黨是可以接受調整的 否則在這邊討論三個鐘頭 到最後還是直接下去表決 那這個協商就一點意義也沒有 所以我希望柯總召在現在 你一下子說要協商再來討論 我們都沒有意見 我們在協商以後再下去表決都沒有意見 那你現在先要大 說講說我們到底哪一條可以 我們可以調整的 要先答應你 你既然要協商一條一條來講 我今天很遺憾就是說 剛才幫我講完委員 幫我連續幫我做了委員談話 還同樣的話 在委員會在曹禮商講過很多次 到現在還在講說看得到吃不到 到底大家有沒有看過民黨的版本 老數第二項 勞工這特休 這特休 因年度終止 終結及企業終止而未休之日 雇主因發給工資是一加一 因發給 這還怎麼從探討到處 已經懷疑民文寫得這麼清楚 大家要講講事情 應該先看看民黨版本長得怎樣 而且在委員會在曹禮商 我一直在講清楚 你今天要拿這個來講 到底 有沒有看清楚 然後突然外面講說這個看得到吃不到 這個是絕對看得到吃不到 實在一樣還要推論 推論 這根本就陰就好了 全部要給 長安委員所談的 我聽了很久 他起任責任逆轉 他是完全要休息 不能 特休之後完全休息 那是不一樣邏輯 對不對 長安委員 我所有的事情 你們 你是很年輕 未來有前途的 我希望你們很明理 好不好 洪詞雄一蘭 必成大器 好不好 這個 我有講 很多事情 溝通一下 應該就會成 我講話就好 我講話就好 我講話就對了 我講話就對了 對不對 我們講清楚 所有版本 你說我們都沒有讓 那實在一樣 二十三條我們有意見嗎 沒有意見啊 你公司明細寫清楚 我們都很好啊 我們有意見 沒有意見啊 你要休息十一個鐘頭 我們沒有意見 只是 什麼時候要日出條款而已啊 過去國民黨也曾經提供做 這樣的勞計法 那每次 輪班的時候 要休息十一個鐘頭 但是國民黨 上次以前的版本 是有 押時間 日出時間的 實際上超一半嘛 所以大家都講說 那 日出時間要押建築 一年以後 這個呢 我們 過去也沒有這個版本啊 行政也沒有這個版本 我們接受啊 有什麼時候不能接受啊 那你們現在在講的時候說 這個 特修 民國18人 到底是18人 我不知道啊 沒有修 我們現在修 那你也在修 我也在修 那難道錯誤嗎 那今天不要修嗎 你有你的版本的看法 我們民黨有民黨的版本看法啊 那到底 持平安 每一個黨 包括持平安的特修 他也有改過 這大家有一點七向一致的嘛 那 那 那時間 親民黨他們都一樣 差不多啊 所以大家有已經七向一致了啊 你既然講民國18人 還有幾年 今天就是要修 難道我們就不能修 這個邏輯 怪怪嘛 那你說 用一個 國定教育修習辦法 公務人員 依附如此啊 國定教育法有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啊 在立法院三進三出啊 是我們立法帶頭啊 公務人員也是這樣 也用辦法 今天老公用這個辦法 有什麼不對 我一直講說 這個 這是法律保留原則 我一直在講過 大法官事件 432條 立法院所立的法案 只要沒有違反 憲法都沒有問題 你公務人員也是用辦法 為什麼老公用辦法 你說不行 一定要有一個條例 那條例 條例 在立法院有沒有審 是大家不審啊 過去三進三出啊 你用這個來騎康就不對了嘛 我們一切要 照道理來談事情 每一條我們都很認真 可以吸收我們的吸收 何來不吸收 至於法則 我們認為78條之一 和79 並在一起就好了 那也有 也有交上法則 比例原則啊 沒有說你時代向提了兩條 78條之一 和79條 我們就要照你的通過 那天我 黃光昌在講說 黃光昌你這個 idea不錯 我不會懷念你這個idea 要怎麼 要怎麼加上法則 但是 所有的版本 都 表決前一刻拿出來 才算數 沿著方向 我們會討議 所以討議結果 我們把它併做一條啊 為什麼你們提出來的版 時代向提出來的版本 都不會改 這個叫時代 什麼 你不要一直 時代一樣是講什麼 大家都要聽你 因為時代已經不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時代轉變啦 大家都很民主的啦 時代 後代是大家的公安城市 我好奇的人是想出來 大家心中有數啦 你看 從7月21號 你佔領主義台 叫林孫蓋一個同意 他們進來就是這些人嘛 這你們帶進來的啊 是不是這樣 公務定位也是你們把他帶進來 打 打成因也是 但是 香港人可能叫那個姓徐的啊 那天保德博士就是這些人嘛 再搞一搞一就是這些人 這些人 你們現在還有三個注意在現場 大家有道德良知啦 國家已經搞成這樣 你還在山東點火 到底 國民黨 打個派遞了 那國中天 禮拜有去 說要去討好進來演講 等一下西下來 你們國民黨在搞什麼 這二三十個難道是挺你的嗎 大家公好清楚 從頭到尾就是你們帶進來的 你們進來注意 不要這樣搞了 大家好好來談 這樣才對阿 今天要談可以 我每一條都跟你談 從何話已經談了 第一次談十三鐘頭 後來兩次 各談兩個半鐘頭 學商 再談沒有關係 我們都很耐心 我們希望今天能夠順利就好了 我們都尊重 你覺得我們不好 我公司委員 我們就改 是這樣而已 吳秉瑞委員之後 再請洪石雄委員 再請廖國頓委員 再請蔣萬委員 這個是趙順序啦 然後再一位 好來 我把民養黨版的 勞動基準法第39條修正動議 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裡面講得那麼清楚 36條所訂的立假日休息日 37條所訂的休假日 38條所訂的特別休息日 工資因雇主照給 雇主徵得勞工同意休息日工作者 工資因加倍發起 季節性關係又敢公表 今天勞工或公會同意者 照常工作者一統 什麼意思 就是說 特休假本來就是應該要休 那除非經過勞工 跟雇主雙方同意 才能夠特休假來做的話 加倍發給工資 這裡面沒有舉證責任的問題 全部都要照這樣做 也沒有辦法說雇主來舉證說 因為不能歸責於我 所以我這個工資就不用加倍發給 所以就不用給特休假 沒有 這個規定是更明確 連舉證責任都不必要 這勞工應有的權益 所以這一點就法律上面的疑問跟大家說明 其實39條是要直接跟你講說 特休假勞工連舉證都不用 你就一定會有 那雇主一定要徵得勞工的同意 雙方簽字 來 那天來工作的時候 加倍發給工資 沒有鑑勤這些程序 你就必須要依照這條法條的條文走 所以我想講話委員要在這邊跟你說明 你說這個地方舉證責任沒有倒置 其實這個地方根本就無須舉證責任 其實這個地方根本就無須舉證責任 一個多月了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說以前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這樣人 那是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現在民進黨執政 有什麼這些勞團還要到的 大家的心裡面一直覺得說 這些勞團是跟民進黨是站在一起的 不是說他們不是誰帶來的 他們是永遠都在那裡 勞工團也很多不是人 好啦 好啦 柯總知道我要跟你說的一件事 我要跟你說的一件事是 就是勞團他們他們要有他們的自主性 他們不會跟任何人站在一起 他們是在講他們的訴求 那要不要聽是這些委員的 自己的主張嘛 好 所以我這個我是要回應柯總召 他不像騎著會 他們有他們的自主性 好 那再來我們要講說 是不是每一個法條 民進黨都不能接受 我要替你講話 因為23條 34條 這個民進黨都有接受 這個我們要講一句公道話 不是說每一條都不能討論 那各個黨團也都有支持 好 但是在這裡面最重要 36 37 38 還有法則78這邊 其實這個討論空間是很有限的 然後 那我要講什麼 講特修好了 時代力量提出來 我覺得日數大家有爭執可以討論 好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最後兩項裡面有講說 我們希望把一個比較明確定進去就是 我們在清澈裡面要把這個日數跟他 衛修的這個工資 他折算是多少 把他明定進去 那我們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方式是 如果他沒有遵守這一條的話 他有行政法 行政法之外 他還有刑法 那這是更能夠加倍去保障勞工 那那一天討論的時候 勞動部長也同意這個立法的一個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對勞工的保障更多 這其實對你們來說 還沒什麼損失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 我們民進黨不要支持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要 都有退讓 不是說 今天時代你能說什麼 你們就一定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對勞工好的為什麼不接受 勞動部長也說可以 所以我覺得是大家 平心靜氣來討論 大家找出一個 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 我會非常有問題好不好 你們23條是你們提出的 所有的民意序都要寫在上面 所以你這裏要再寫一次 實在是不用 我那天一直講很清楚 23條是你們提的 民意序什麼 薪水單都要寫薪流 多少特修什麼 所有的項目都要寫特修乾杯下 23條民意序這個不必寫嗎 你要在這裡寫一個特修 我沒有意見 只是立法 立法精簡的問題而已 這個原則上是沒有 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見的 所以這意見就 就很 那我怎麼可以 好 就可以 你要行政法還要再行 一致啊 現在就看 你要寫比例原則 勞計法所有 目前為止 我想勞計法對中法多少 我一百十萬而已 除非你整個大修 對不對 所以要比例原則嘛 我是想說所有 你們版本還要推斷 還要經過推斷 推論 根本不必的 就直接陰就可以了 我一句話啦 動輒把行政管理的法令 拉到刑法的層次來 是不是符合整個國家的立法體制 這個真的是需要思考啦好不好 不是 我現在真的不清楚說 主席講的這個發言順序 現在到底算不算 就是我照順序照順序 如果誰要插話 都可以插話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來幹啊 不是 你今天討論要有效率 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就不要插嘴 對啦 對不對 你講話的時候 我們也不講話 就有慈庸在那邊講話 你在那邊講 不要講故事 我真的是奉勸喔 這一點我可以來改進 沒有關係 我真的奉勸喔 我們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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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謙虛 都要這樣我再講 谙虛虛 對不起 為什麼委員會中心主義重要 因為委員會就這些委員 他有專業來討論 你今天所有事喔 都要拿到院會來表決 我跟你講 113個委員都坐在下面 誰壓力比較大 我才5個委員啦 我有什麼壓力 你們壓力比較大 大家上來協商幫你解決問題 跟你講說 你要實質 你要實質討論 對不對 我就說 那你78之一 委員會都談好的東西 你現在可以翻案 那請問我要怎麼相信你協商的誠意 然後你現在又來講 我跟你講要比大聲 我可以跟你比大聲 你現在來跟我們講說 啊內容可以談 委員會都談好的東西 我們所有人都在場 陳一傑都說 當時是照案通過 你現在要來說服我們說 啊我們內容是可以談 誰可以接受 我們都是3歲小孩嗎 你要這樣弄 你今天就算 蔡總統昨天講什麼話 你真的覺得今天就會通過嗎 我們已經提出來說 好 你要條文辯論 我們來政黨代表 我沒有幫你解決 幫你想說 怎樣能讓這個討論 對對對 我有沒有提這個東西 我有沒有跟你講說 你78之一要不要撤回去 你以為別人都在算計你 你是在自決坟墓啊 搞成這個樣子 昨天到處喊 今天要協商 我把他講完 我講話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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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說 我都已經跟你提 要不要政黨代表來辯論了 對不對 我都跟你提 你78之一要不要撤回去 否則人家會 討論一下你們趕快討論一下 結果 想一下討論一下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跟你講 我不會再針對這個事情 我只是真的把話講 不要去講說 這個勞團是誰帶來的 你不要去侮辱他們 他們不是誰的傀儡 因為事實 對不對 那至於什麼是事實 當你們跟他的糾葛 不要牽扯到 你也不要把民黨 都整個拖累下去 我跟你說 今天大家願意上來 是想要來解決問題的 對不對 對 結果 今天你的態度是說 委員會出來的 院會表決之前都可以翻 那我哪知道 我們今天在這邊做談 你要下去表決會是什麼樣子 我講遊戲過 等一下我會講話 請問 請把第五環穎的執言行刷 先看清楚 委員會那天我講得很清楚 後來因為到最後了 所有人都在場 78條79都罰則 我上次講說要工廠歸門 我說這個東西 我不會反對 當然是呢 先出委員會再講 那以後 以後 我還講得很清楚 所有的案子不是委員會出去 就完畢 還有草委協商 草委協商要大家簽名才算數 所以 我一直在頂 頂頂頂頂一件事情 要了解立法案的執言行刷 在表決前任何一黨 任何一黨提出來都是那是中心版本 所謂是草委商有簽名 我們今天草委商有簽名過嗎 就在那一計畫 大家尊重 大家比較順 大家都知道意思都很清楚 我還跟王總長講說 你這關聯不錯 我來想看 我們就把它改為我們的版本 難道這樣不對嗎 難道什麼時候不尊重委員會中心主義 你是實在一樣中心主義吧 那這個遊戲規則他擺得很清楚 要打碎什麼 剛才已經跟你說明 你在哪出來講 到底我們是要怎麼說 說得清楚 大家都在這裡 你以為我之前清楚還去看清楚 我們 我簽名才算數啊 好 市民會當然還要協商 協商沒有簽名也不算數啊 好 我們這樣子 我們拜託花園 還是要有一些順序 那 我們大家都是 好不容易到立法院 來 我們的 有一些議事規則來進行 會比較順利 來 現在請講委 好 謝謝院長 我想幾點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 先跟 吳明睿幹事長解釋一下 就是說這一條 民進黨團的版本 的確我們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一再質疑的 就是說 今天喔 如果不論任何原因 都一律發給工資的話 會造成 變成說用錢換寫案 為什麼 舉例來說 如果有勞工 他因為這一條 他就說 沒關係 你不用幫我排特休 我為了要賺錢 很多弱勢的婦女 或是這些勞工朋友 那這樣子的話 就造成 他永遠都沒辦法修到特休 而且這樣子是完全違背特休假的立法目的 特休假的立法目的就是要 充分讓勞工來休息 休養生息 也為什麼 舉例 颱風假 很多勞工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透過一些法律 或是一些辦法 來限制這些企業 讓勞工 出勤 或去外賣 就是為了 避免他們為了賺錢 而冒這樣生命的風險 同樣的特休假的立法目的 就是要讓勞工充分休息 如果今天 不論任何原因 一律發給工資 會讓勞工變成說 我為了要多拿這份工資 拜託 我不排定任何的特休 所以今天我們提出的版本 是 如果今天有良心的雇主 我已經告訴你 拜託勞工 你充分的休息 你今年底以前 把你累積的特休假 好好的修完 如果今天雇主 這些良心的雇主 已經充分的告知 要求你排定 那如果勞工還是不排 為了要賺錢 我就不用給你工資 因為不可規則於我 勞工朋友知道 他拿不到工資 他就會去排休假 去排特休 這樣才真的能讓勞工 充分特休 充分的休息 所以 如果 如果今天 照這樣來做的話 會變相 讓這些有良心的老闆 他反而說 哎呀 既然 不論任何原因 你都可以拿到工資 這樣子的話 良心的老闆 會被迫變成像灌老闆 就是說 反正我不讓你排 我也不排 反正最後你都可以拿到工資 就會違反特休的立法目的 沒辦法讓勞工好好休息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剛剛談到 為什麼我們一直說 內政部的這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他其實位階 是低於勞基法 今天我們勞基法的休假 國定假日 竟然去適用一個位階較低的實施辦法 這在體力上面是 不符合的 雖然說 柯總要一再說 公務員也都一直到這樣子 問題是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根據 行政程序法 第150條 174條 行政程序法公佈施行後 兩年內 未有經過法律授權的法規命令 預期失效 好 這是第二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三個 我一再強調 對於砍掉七天假 部分公使者 這些打工族 他們受的損害最大 但是 我們行政部門 一直沒有提出任何的配套 他們也承認這是一個問題 到底相關的解決辦法在哪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們對於這些年輕的打工族 有任何配套的解決方式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砍掉七天假 請吳秉瑞委員 我先跟 回答那個特休假 剛剛那個法律的爭議 第一個就是 38條裡面的第二項 就有明講了 特休 特別休假其實由勞工排定資 這個在 這個裡面講得很清楚 這是勞工排的權利 不是雇主 勞工優先 格條 最後一項 最後一句 你看 經勞工或工會同意 照常工作者 也就是說 這個挪動 是要經過勞工或是工會同意的 勞工優先 由勞工來排定假 特休假 如果這個特休假到臨時有這個突發的狀況 條文突發的狀況的時候 還要經過勞工跟工會的同意 才能夠去挪動 這也有充滿保護勞工 而且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是絕對要給予主義 所以沒有什麼舉證職任 因為 只要法律上有一個舉證職任 就有一個危險 雇主只要舉證說不是他的過失 他就不用給 這樣勞工更落空 那你講說 灌老闆這個聽多了 法律的規定跟 這個法律的執行 是兩個邏輯 我舉一個例子 中華民國的刑法有規定 人不可以竊盜啊 難道現在因為我們社會上有竊盜犯 那你說這是灌竊盜犯 這個法律定沒有效嗎 所以我們不要定法律 不是這樣 法律定了之後才有執法的依據 不要學勞團講說什麼 一去灌老闆 就把我們所有 想要立法保護勞工的免疫 把它推翻 這是我的回答 第二 其實我也是 剛剛感謝永明兄跟慈庸 對民進黨黨團良心的這個建議 你們為我們出發 我也為你們出發想想看 如果絕對委員會中心主義 你們只有五個委員 親民黨只有四個委員 也就是說你們在三個委員會 你們連意見都沒有辦法表達 親民黨是在四個委員會 連意見都沒有辦法表達 絕對委員會中心主義的話 那在委員會出了決議 做成了決議之後 到了院會這個階層 到了黨團協商議程 大家都沒有權利去更動的話 那在人數少的黨團 如何在各個委員會都能夠充分的表達他的意見 所以我在這邊講 委員會中心主義是一個尊重的觀念 但是他不是最後的決定而不能動 那我們今天談協商是這樣 大家願意有一致的見解 大家就照那個一致的見解 就黨團協商結論 但是當大家都把自己的理由都講出來 經過充分的溝通 仍然沒有辦法達到一致的見解的時候 還是要有程序去處理 總不能說 有一致的意見解 可以溝通可以協調的部分 大家協調了 剩下沒有辦法溝通 沒有辦法協調的部分 那就不能處理 我覺得這個邏輯上面是這個問題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也是誠懇的呼籲 委員會中心主義我們優於尊重 但是你絕對的委員會中心主義 在這個現在的這個立法院這樣子的邏輯 在目前我是認為沒有辦法完全通 那這個也是我好意 我為親民黨為時代力量招搶 就像洪軍兄第一次講的 如果政黨協商不要的話 誰最吃虧小黨最吃虧 那如果我記得這一屆的時候 第一次的時候 洪軍兄有講過這樣的話 大家想想看 怎麼樣的制度才是可藏可求 而不是說今天為了某個法案 你堅持什麼東西 那後面的你又不要適用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就沒有辦法 我是建議這樣子 條文也不多 我們一條一條談 可以 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夠我們馬上喬 那如果真的不能接受 我們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理由講清楚 就像今天主管單位又來啊 他也必須報告清楚 那剩下review過一遍之後 沒有爭議的就遞下來 有爭議的再繼續溝通第二輪第三輪 那真的溝通到最後都沒有辦法 大家各有各的立場 各有各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一條處理的管道 這是我的建議 謝謝 來李委員 李恩修委員 好 如果要一條一條討論 我也不反對 那就倒回來講 因為越前面大概是爭議越大的 就是因為前面三十五三十六是 大概是爭議越大的 那因為剛剛從一開始聽到現在 好像大家都是對於特休的實質的內容 比較有意見 好 那我再一次強調 其實我想補充的就是 我希望特休的版本不要造成資深勞工跟資潛勞工的對立 我們看一下所有在野黨的特休版本 包括實力包括親民黨包括國民黨的特休版本 其實越高年次的我們希望那個急劇可以拉得開 目前民進黨的版本三年到五年是14天 五年到十年是15天 但是他到十年他就跳到三 這是三十 三十日為止 我們一直覺得那個急劇沒有拉開 雖然民進黨說台灣是中小型企業 一輩子勞工可以換兩 有可能會換兩次工作 但是事實上我們都希望勞工事實上是 可以有向心力待在一個企業越久 那我們也不應該去懲罰說 我有向心力的勞工 所以我的特休假其實那個急劇一直沒有拉開 所以這一點事實上是我在委員會 我個人非常堅持的 這個國民黨這個版本就是我提出來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這一條有機會拉開 我也不希望造成勞工內部的對立 好這樣子啦 我們今天早上我們再來把所有委員會 不管是有共識沒有共識 重新再檢視一遍 因為我們只有十一條而已 那如果沒有共識盡量來尋求共識 像剛才時代力量講78條之一 既然跟79條是很接近 那很接近就表示是可以接受的嘛 那剛才聯繫委員講的特休的問題 我們要讓勞工吃得到也看得到 這個要你們覺得應該怎麼樣要什麼樣的文字 那民進黨能不能接受 因為民進黨覺得我們做的就是讓勞工看得到吃得到的 那這個東西互相溝通一下 但至於公務員的放假跟勞工的放假一致 那未來如果講委員覺得我們立這個法是很重要 我們也可以在學商結論看多久把這個 一致 不是啦 不是啦 這附帶決議也沒有關係 就是說 不是啦 這個大家不能只是說 就是說 好我們把它法制化 也可以啊 未來啊 也可以法制化為什麼 就是公務員跟勞工 未來什麼的假日可以放假 也可以法制化啊 為什麼不可以 也可以 我們不 但是不是今天啦 看下一個會期也可以 就是說 大家在 獄中求同 我相信喔 沒有不可談的事情 但是最後 各黨 或許涉及他的他的價值 覺得或許他要負起他的責任 那當然 最後就是一兩條沒有辦法處理 那就是表決嘛 那其他能夠融合就盡量融合嘛 本來這個政治的學商就是這樣子 如果這樣覺得可以 我們就一條一條來檢討嘛 好不好 那我們就從第一條開始嘛 好不好 像李彥秀偉 您重視 你要提出你的看法 應該怎麼修 好 那我們就從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好幾條沒有問題 你大概 就可以過去了 大概只有幾條而已 大概只有幾條而已啦 從二十三條 好來 從二十三條 來 來 二十三條 那個資料在哪裡 這一本嘛 這一本 好來 那我們就二十三條嘛 從二十三條 重新大家檢視一遍嘛 這樣大家 哦 沒有意見啦 因為是在量裡面的版本 二十三條 然後來 好來二十三條 練一下來 好來 宣讀勞動基準法第二三條 公司自己付出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 每月至少定期發給兩次 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案件記籌者一同 雇主因製備勞工工資清澈 將發放工資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工資總額等事項 記錄工資清澈 應保存五年 宣讀完畢 好 那這一條 好 大家應該是比較 沒有問題的嘛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第二十四條嘛 好來 第二四條 第二四條當初是保留的部分 那目前是併時代力量立法黨團的修正動議送協商 那我現在先宣讀行政院的版本 第二四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 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依下列標準加給 依延長工作時間在兩小時以內則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兩小時以內則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一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鎖定休息日工作 工作時間在兩小時以內則 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 工作兩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再 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值計算 四小時以內則以四小時計 遇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則以八小時計 遇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則以十二小時計 那另外有修正動議有需要選擇嗎 這個二四是不是應該跟三十六一起 好 好來那我們也三十六條 大家三條第幾頁來看一下 三十六條 宣讀第三十六條在委員會審查報告 不是我們第幾頁 二十五月 各位換到第二十五月 來 首先宣讀行政院提案的版本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 其中一日為曆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一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曆假 每二週內之曆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一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 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曆假 每八週內之曆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三一第三十條之一規定 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 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曆假 每四週內之曆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 進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鎖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但因天災事故或突發事件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 其工作時間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宣傳完畢 好 那剛才的第二十四條跟第三十六條 這兩條有什麼差異 大家 報告院長 因為第三十六條之前有吳志陽委員 他的通過的版本 我先問一下 胡志陽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 審查會通過第三十六條勞工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日假 宣傳完畢 這邊有了 這邊有第三十六條 是吳委員的提案 好 那這個差異在哪裡 十二一樣休息那一半是十二一日 來 要不要講一下 就二十四跟三十六條的差異 除了吳委員 吳委員是週休二日 對週休二日 二日 二日 那十二一樣 一休一日 一休一日 一休一假 好來 對陳委 那個陳委員來 是針對這個兩個條文 二十四條跟三十六條一起討論 好 那所以現在是我們先講的立場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你們有提案嗎 我們有啊 好在哪裡 還是每七日中應該要有兩日的休息作為例假 所以兩例的意思 好 一樣一樣 對啊 因為有三十六條如果才會有所謂的二十四條 好 就是一樣啦 那個 親民黨也是三十 所以一樣 我只是要跟你們 好 好來 好來 那三十一條 三十條之一是併過來了 所以二十四條跟三十六條 這兩條一起討論嘛 好來 那請郭部長 這個要講話要擠手 好來 主席各位 我為各位整理一下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讓各位比較容易討論 好 那麼第一就是像親民黨跟吳委員所提到的惡例 在定義上 基本上惡例是不能加班的 不能夠出勤的 OK 那麼一例一休跟一例一假是一天不能夠出勤 但是有一天是可以加班的 這是基本的概念 那麼第二個就是 時代力量的一例一假跟行政版本的一例一休的不一樣的地方 我簡單的稍微說明一下 一例一假 那個休假日 它出勤只需要勞工同意 但是一例一休 一例一休是要符合加班制度的料見 就是要經工會或是勞資會議 並且要經過勞工同意 就是一例一休的比較更嚴謹 那麼時代力量是勞工同意 第二點就是這個時代力量是加倍發給工資 它是要加一倍 同時事後要補休 這是參考40條的這個精神 但是一例一休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是以假質量就是1加1.34 那麼第三個小時以後是1加1.67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我做一個比較 第三個一樣的地方是一例一假 把出勤時數加計入每一個月的46小時之內 這一點跟運版的46小時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還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那麼我們一例一休我們是考慮到說 這個強度跟40條 40條是天災事變突發事件 這個是很強的而且是雇主要求的 這個才有這個要加倍工資 而且要給補休 所以我們認為要有點區別 所以我們這裡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但是時代力量是把40條跟一例一架 是一樣的要加倍工資 而且事後補休 所以我們認為是在周延期上面 我們是建議大家可以考慮院版這樣一個設計 所以這個大概是三個版本不一樣的地方 供給各位參考 我想部長應該很清楚 一架就是你還要再補休 對不對 你的休休息日如果來工作 那就沒有補休 那我們只能做這樣的設計 其實我們最重要 我也不要去講說蔡總統講什麼 可是我意思是說 我們最重要就是希望他能達到一週 週休二日 那週休二日你必須有兩個誘因 就是說雇主如果覺得 你如果休息日請他來工作 成本比較低 休假日請他來工作 如果還在補休成本比較高 對不對 那雇主是不是有必要 透過延長工時的方式來增加他的生產力 所以我們的設計很簡單 你惡例可能被批評 其實我們一開始也主張惡例 可是你可能會被批評沒有彈性 你除了天災什麼 可是你如果一休 一立一休 你又太容易讓雇主有動機去要求他來加班 因為這個 所以你為什麼不能加重他的成本 對勞工而言 他休假日還是有啊 我還是勸勞動部好好想一下 你要發明 立假日 郭部長 這個委員在講話你要想一下 不然你這樣等下 對你發明了四種天 休假日 休息日 然後這個 立假日 然後又來一個 特休 你為什麼要設計這麼多四種 你就是給雇主很多空間 我可以來那邊喬來喬去嘛 真的你真的好想想看 你這四種真的以後會不會有大麻煩 我想 黃國長已經講了好幾次了 這個我這邊不重複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為什麼不把它簡化 然後你讓勞工呢 他來加班 他還是有一個休息日 以後可以補休 對不對 那雇主而言 他就要想清楚 他請他來工作 到底符合他成本 還是他提升他的生產力 他的這個其他方面投資更重要 那這個才能達到週休二日 所以你剛才講說 對什麼嚴謹不嚴謹 我想最重要的設計還是 從這個角度出發 從勞工的角度出發 是不是真的能讓他們達到週休二日的一個效果 那二十四條這邊我們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 是關於延長工作時間之計算欲有增值 若勞工提出紀錄及計算者 雇主應就相反之主張負舉證責任 我想 這也是我們這一次立法裡面 各黨團其實都很強調的 不要未來勞資衝突的時候 反而責任好像在勞方這邊 我們應該加重資方的責任 我想 蔣萬安委員之前很多討論也是這個方向的 這是我們二十四條這邊提 好 那個 好 來 五位 好 我覺得剛剛這個 徐教授講的這個蠻好的 就是有點定義上 太多種 而且這個太多種就是 運用上面的話 勞工是還是會在比較弱勢的地方 所以我還是 雖然我一直以為 我那個已經沒得談了 要用表決的 不在協商範圍 但是今天看起來 好像還是可以再講一下 就是說 最簡單的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說 就是 因為配合我們單週的工時 現在變四十 然後剛好就是週休二日 所以就是五八四十 我們希望說盡量讓這個東西變成 我們台灣現在勞動界一個很標準的工作模式 就是一天八小時 不要用七點五六點幾 然後要多做一天 八五五八四十 然後休息兩天 所以我的版本很簡單 就是二例 我覺得現在在討論這種 加班費計算 其實都有點太複雜了 而且其實重點其實不是在加班費的多少 我覺得給現在的人權標準來看 讓一個人一天 一個禮拜 有兩天很完整的休息日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是一個新的概念 你可以在禮拜一或禮拜五 正常工作的上班日的時候 你真的需要他在加班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在考慮他的加班費的供給 如果因為禮拜六需要去上個幾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去補那個四十公尺的話 那事實上他這一天 等於他沒有辦法做充分的運用 他跟他的家庭 他沒有辦法從禮拜五的晚上 就開始規劃他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對勞工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是不是趁這個機會 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勞動的結構 做一個稍微調整 五八四十然後休兩例 然後其他在其他五天工作時間 加班上面大家去討論 我覺得這個如果能確定的話 我覺得也許什麼砍七天假 什麼特休再加 這個越加越複雜 那個會比較好談 謝謝 好 現在吳秉瑞委員講完就換陳怡姐委員 然後再柯二委 我來講我們這個原因跟理由 這個其實是要從 每個這個月的加班總時數 不得超過四十六個小時開始談起 因為這個加班總時數 在每個月裡面是沒有改變 而且也沒有調高 也就是說你一個勞工 再怎麼樣子加班 一個月最多就是四十六個小時 這時候雇主如果也合理的 我們現在當然是討論一個合理的狀況 雇主會考慮 如果是在正常平常的工作日 可以用加班兩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他事實上所支付的加班費是比較 休息日要支付的加班費是比較少的 休息日的加班費是給更寬 而且休息日的特別規定是 你出來一個小時 只要一出來就至少算四個小時 那超過四個小時就算八個小時 超過八個小時就算十二個小時 而且當然因為加班費的計算 大家知道嗎 正常工作日前兩個小時的加班是 一又三分一加一點三三 那第三個小時 第四個小時是一加一點六七 但是因為你一個正常工作的加班日 最多只能夠加班四個小時 是不能超過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講起來 雇主所要支付的加班費 相對於休息日是少的 但是大家回到要記得 一整個月的總加班時數 四十六個小時是沒有更動 他是不可以超過的 而且休息日的加班是要勞工同意 所以我現在在講說 因為我們今天定的是一個勞動基準法 什麼叫基準法就是 如果雇主有能力 他願意可以給比這個條件更寬 可是我們要給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讓這個勞工可以得到保障 雇主可以得到存活 當然我知道吳志陽委員的講法就是說 讓這個沒有辦法適應的 這個這種企業趕快出局 趕快淘汰 但是在這個同時 社會要進步的同時 我們都要給大家緩衝的時間 不然的話如果有大量的 這個工作效率邊際 這些企業如果出局的話 其實會使得這個失業率會上升 所以這個一個政府在立這個法律的時候 他必須考慮到他的彈性 彈性是相當重要的 我個人是認為一個合理的雇主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 除非他萬有必要 否則他不會在休息日叫勞工來加班 那這個不是光是以價質量的問題 因為一個月的總加班時數46小時 那一個部分是沒有跟動的 也不能跟動的 所以我們認為執政黨 現在所黨團社支持的這個版本 既有彈性 可以顧慮到有一部分的企業 他在集單來的時候 他不得已非者在那段時間 把這個東西趕出來不可的狀況之下 他寧願給比加班費更 現在的加班費的規定更優惠的條件之下 才能夠在他勞工的同意狀況之下 在一個月的總加班時數46個小時之下 這一些的條件之下 來去做這個休息日的彈性的這個上班 我們覺得這有顧慮到各方的利益的考量在裡面 這個社會的制度沒有哪一個制度是絕對完美的 也沒有哪一個制度是絕對對 而其他人絕對錯 但是我們在這邊想 民進黨這邊為什麼對這個版本有信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保留了一個彈性在那個地方 而這個彈性又不會有太大的彈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適合的版本 謝謝 在這裡我們還是要再重申一次了 親民黨的立場非常堅決 其實從在實施審查的時候 或者在委員會提案說明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變過 應該是只有親民黨立場其實是沒有改變過的 就是說勞工真的是應該每七日中去至少應該有兩日的休息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來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最主要還是希望能夠減少年總工時為目標 讓勞工真的能夠得到完整的休息 包括剛剛吳委員說的 譬如說讓工作上休閒或家庭生活 應該能夠得到更好的平衡 那因為我剛剛有聽郭部長說 其實他的說法是跟在我們實施審查那天講的一樣 就是說移價質量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沒有辦法認同的 因為在目前的職場上 因我們了解有溢價能力的勞工 常見的假日加班費的算法 其實因為現在只有七天一日加 那如果依照勞動部目前的行政解釋 加班費很低 他們說你現在加班費很低 那就沒有人願意來加班 所以目前的行情是假日來加班 都可以本來就可以多領1.5倍的時薪 那所以我們換句話來說 就是行政院的草案 其實它只是現在去返回去 反映現在民間的現狀而已 並沒有所謂什麼移價質量的這個部分 那之前你們自己我們也討論過 就是說你們自己勞動部做的研究 也顯示說 而且這個部分是我們有在查證的 就是說這份報告當中 其實你們是建議說這個加班費 它不是給1.5 是要多給到2.5倍 也指著就是說 在休假日本有的一個小時的薪水之外 再另外給2.5倍 才能夠真正達到所謂 倚價質量的這個偵測效果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 我們那天實質審查的時候 郭部長就在講倚價質量 那時候我們的立場也講得很清楚 你還是堅持1.5嗎 你說2.5不可能 那你們自己委託研究也說 要2.5才可以做到倚價質量 所以其實這個是不能畫上等號 也不能說服的啦 所以不要再跟我說倚價質量這個部分 那所以勞動部你不斷在說 可以達到倚價質量 落實勞工週休2日 或者是一例一休 可以增加加班費 其實我們認為這個都是在欺騙 都是在說謊 因為就像我剛剛所強調 你行政院現在的草案 只是把現在反映目前的現狀 再把它條列式 說得更清楚而已 但有議價能力的勞工 也並不會因為領到比現在行情更多的加班費 然後呢 資方呢 也沒有因為這樣 他付出更多的成本 你除非是資方付出更多的成本 他才會期待說 但你可不可以 拜託你去休假 那可是這兩面其實都沒有達到 那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不認同 部長剛才強調說 你們用倚家資量來讓減低勞工的年總公司 這個我們認為是不能得到這樣子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啦 只是反應現狀 好來換 來 換我講一下 好來 好來 就目前所有的版本來講 好 好 吳士堂版本是國民黨的版本 和親民黨都一樣 就是兩 好 兩天都不能上班了 好 就兩例 好 那 實在量本來也是兩例 後來改為一例一休假 一例一休假 好 那我們一例一休 我們現在先問你問題啦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 請舉出你來一下 就是說 所有大中小企業 週末 你沒有理的那天都不能上班 都全部停起來 我們台灣有沒有這個條件 哪一個國家是這樣 美國是這樣嗎 你所列的出來的 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 照顧勞工要從多個面向的角度來看待 假如說我們 都要討好勞工 那所有的最好的條件 其實我們也創舉出來 全部把它放進去 請問 在台灣還有競爭力嗎 台灣不是只有台積電而已 還有一百萬家中小企業 怎麼存活下去 多少勞工 他們需要加班會來養家活口 因為這公司的問題 調整是有限的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很實際的問題 到底我們國家 在前世上 前世上 唯一創集 在那一天 一定會上兩天 都不會再追上去 那 我們是以外交會導向 即便是以外交會導向 我在延期工作十年 我在延期工作十年 我在延期延期工作十年 我看到延期從一百億做到一照 好 我們要談到 談到一個國家現在總體競爭力是怎麼樣 現在包括紅色供應鏈時代來臨 台灣包括科學園區很多廠商都說到生存危機 我們今天大家了解就是說 假如說我們給老公最好的條件 能夠做得到我們我想 這個大家都樂意的 包括我也是樂意 包括執政黨也樂意 大家要做何人 大家要表態 但是我們今天是很實質的 在這個制度開始改的時候 是不是改一個最符合台灣現在 最好的制度 而且最老公 我們要盡許可能的去照顧它 這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一個 基本的邏輯和概念 所以我對於說兩例 我是覺得我們還沒有這個條件 做到這個程度 大家試想一下 連公務人員都沒有兩例 公園何來兩例 公園沒有錯 公園也是 週末不必上班 那多少公務機關 為了工作他們自己來上班 也是有 那假如這樣的話 全國都不能週末休息 這國家絕對會發生問題 服務業中小企業怎麼辦 怎麼生存 即便和聯繫廠商也沒有辦法生存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所以民進黨比較負責就是說 這整個配套來看 包括37條 36、37 是一個配套 38是一個配套 等一下我們談到37條 可能充足更大 所以 這是一個整個配套來看待 24條 為什麼我們要加班 要1.33、1.66 那剛才 史丹燕有談到 今天我們有談到說 你這個 一例一架 要加重成本 當然 國民黨 其實是完全不可以 既然要加重成本 你引用的 那個休假日 其實 我不知道勞工部怎麼 一開始有沒有定義 那既然是 你要 加重成本 代表是可以來上班的 但是你知道的是 然後基本上其實40條 天災地變 天災地變 那種情況 把它引到最極端的天災地變 所以天災地變 你來上班給你 加一天薪水以外 要補修 那我們這個 我們是 休假日 所以我們休假日 39條 也定義什麼叫休假日 所以 目前是 目前下班是 0.33、0.66 以現行 現行是0.33、0.66 實在樣版本 在這部分也沒有改 0.33、0.66 我們是1.33、1.66 已經讓企業要付出很多成本 況且要不要加班 這老師要雙方去協商 所以我認為 我們這個版本 是目前我們捷徑所能 一個執政黨 我才是在這裡重申 我們過去和老公朋友 常常在一起 未來我們也會跟他在一起 現在也是一樣 我們是找一個 找一個最有可能 最負責的態度 來處理這個事情 當然 執政黨 執政黨是必須要負責的 我們不是考慮單邊的 假如做運動 做運動是一回事情 那今天是 在立委員會場議上 我們所修的 會影響到 全國勞制雙方的問題 影響國家整個 晉升力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裡 我們肯求大家 我們站在一個 比較後退立場來看待 這個法令應該怎麼修 但是我 我還是在這裡很誠摯的講 不管兩例 一例一休假 我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 這種能力來做到這個情況 前世紀也沒有這個國家 是這樣搞的 謝謝院長 我想這個 一例一休這一條 基本上其實 現行勞基法 雖然是給 加班費是給0.34 0.67 那 可是現在實務上 實際的情形 已經 就是說你跟勞工講說 請你來加班 我給你0.34 0.67 是不會有勞工願意來 所以實務上的情形 已經很多 是在給1.34 1.67 好 這是目前實際的情形 已經在這樣做 那按照 這一條勞動部的修法 基本上 也就是照現在實務上 給1.34 1.67 根本沒有差別 那唯一差別 一再說的 他們強調 你來工作一個小時 我給你四個小時 你來6個小時 我給你8個小時 但是 仔細想想 實務上 如果是庫主 我請你來加班一個小時 我要給你4個小時工資 我有可能 只讓你來一個小時嗎 我一定是 要求你來4個小時 我給你4個小時工資 這是很實際的考量 所以 現在實務上 已經在做的 已經給你加班1.34 1.67 而且照修法過後 看似好像 來一個小時 給你4個小時 可是 我們仔細想 雇主如果在休息日 請你來加班 有可能 你來一個小時 我就給你4個小時 當然是請你來4小時 給你4小時 請你做滿8小時 我才給你8小時 所以結論就是說 現在照這一條的修法版本 已經根本跟現在實務上的做法沒有任何差別 沒有任何改變 看似好像 休息日可以以價至量 可是達不到這樣的目的 第二個 看似好像加倍給1.34 1.67 但是實際上 雇主 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押叮勞工的底薪 他算好成本之後 然後 算好休息日 我給你多少錢 所以總成本來講沒有增加 那每一次你的回復 不管行政部門 民進黨團的回復都說 那你壓的底薪請不到老公 可是實際上 現在 你新進的 這些 進入職場的年輕人 他為了要工作 在跟 雇主在談的時候 雇主也會跟你說 沒有關係 我可能休息的經驗來 多加班 給你多些加班費 所以 總月薪 是沒有差 這樣子 根本沒有達到 降低工時 讓勞工朋友 能夠達到週休二日的目的 所以這一點 我們認為 應該是 要照我們的版本二例 才能真的達到 充分讓勞工休息 工時的問題 加班就 46小時 當然是不會變的 請掌握這個原則 好不好 柯總好 可能前面你沒聽到 現在實務上 已經在給1.34 1.67 所以跟現行實務上 已經沒有差別了 我們還把 能來加班 以前都是1.33 1.66 1.33 1.66 這個對勞工是最好的 讓資方要付出代價的 現行勞基法 沒有錯 0.34 0.60 現在現行勞基法 雇主就把全部 用在 把時間都脫掉 把這個 把他 用在0.3 1.66 這對勞工非常不公平 我覺得今天大家坐在這邊 就是 再來談這個條文的內容 我想應該不是只是 想要疑似性的 就是再討論過一次 我們還是希望 能有些進展 也不是說啊 這個討論過以後 下午就開始來表決 所以我還是 很請各黨團想一下 如果 一例 我們的一例一架 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大家來接受一例一架 勞工部這邊跟執政黨 是不是可以考慮 就不要用一例一休 為什麼一架 一架很簡單嘛 我跟很多媒體的朋友就講說 那他們可以補休啊 既有加班費又可以補休 那我當然知道 惡例是最好 惡例是最好 可是如果今天 是這樣子 再講過一次 下校去表決 可是我還是 懇請民進黨想一下 讓他補休 可以重新回來 就是說 可以有一個補休 這個我想 我們的考量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這樣一個東西 是不是我們就不用 回到 這個惡例跟一例一休 這樣子 那最後 我是不希望 我們都表態完以後 然後下午就會表決 這個這邊也是 懇請 國民黨跟親民黨黨團想一下 如果表決的話 最後一定是惡例 不是 就是一例一休 那我們今天如果協商 真的希望有些進展 能實質地促進 勞工的權益 好 來來來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 好像只有 照你的版本就 才是有進度 其實他剛才說 講了這麼久都不行 連國民黨都不行 然後已經講了都久了 講了要透掉 這個是要照 照你的實在的版本 實在的版本 包括國民黨 親民黨都要放棄 這才是有進度 已經 大家在這裡講 已經委員會重新來 委員會講過一次 超人講過兩次 今天再正式再講一次 你不能說 只有你實在的一樣的 照你實在的版本 才是有進度 民主程序就是這樣嘛 互相說服嘛 互相要負責 互相負責 當然最後就是要處理啊 不能說你這樣不行 除了照你以外 不能表決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民主程序呢 那咧 國民黨黨團跟親民黨黨團 這個週休二日 有沒有彈性的空間 好來 主席喔 我想這樣 我們在談36條的同時 其實大概也很難 跟37條去脫鉤啦 因為37條就是現在 外界普遍最關心的 那個七天假的問題 七天假的問題 那民進黨的版本基本上 是一定要搭配三七天 那 國民黨團當然我們有提 二例 吳智良這邊有一個版本 那我們另外也有提 在七天假的部分是保留 那實際上這裡會呈現幾個不同的組合 幾個不同的組合 那 當然民進黨有他自己的組合 那國民黨有國民黨的組合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只有 等於說如果只是單談36條的話 大家在36條僵持不下的話 實際上 有沒有可能從37條談回來 或許 看看有沒有 可以被接受的組合方式出來 跟解針出來 包括史萊利昂所提的一例一價等等的 那 我想我們所聽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完整的 但是這段時間我們聽到的 很多 大部分 最後的一個堅持 就是說這七天假的部分 怎麼調整 怎麼調整 反倒是會變成是一個 大家很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 那這七天假在 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我的了解 包括我們的同仁參與的 大概也只有一種選擇 就是好像砍或不砍而已 對不對 那外界所在意的這七天假 我相信他們 他們比較care的是 七天的放假時間 不是說那個是教師姐 還是說那是什麼 國父誕成 或者是誰誰誰 什麼台灣光復 他不是在意這個 他在意那七天的時間 那民進黨現在的版本是 一例一休砍七天 然後用特休來補 這個其實跟外界的需求 是不太一樣的 他的族群也不太一樣 target的族群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的意思說 如果七天假的事情 大家可以談出一個折衷 可以談出一個解套 相對其實特休的問題 也沒有那麼棘手 因為特休其實提出來的時候 勞資雙並沒有談過 包括民進黨的版本 上禮拜四提出來 勞資雙並沒有真正 就特休的部分去談過 所以這反而又開啟了另外一個爭議出來 那原本大家在爭議這七天的部分 並沒有得到解決 包括一例一休跟二例也沒有得到解決 所以我會建議說 七天要不要談看看 這七天要怎麼處理 如果七天可以談出一個解套 相對著搞不好一例一休二例這個東西 也會跟著解決 那我剛剛提的就是說 外界對於這七天 他們的認知不是說那個假期的異議問題 而是這七天對他們的權益 休假的權益 實質的權益的受損問題 這部分是可以解決的 因為如果用特休來補 你去算算看 他補的那個天數跟那七天的差距 還是有一些落差 是有一些落差 還是有一些落差 性質當然也不完全一樣 所以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你用特休來修的時候 外界其實沒什麼感受 但是如果七天我們可以談出一個折衷 我當然也有聽到別人提的一些建議 各位可以考量看看 假設說不能一次給到七天 能不能漸進式的去做調整 像在國外有一些假 他不見得是什麼特定的什麼 什麼國定假日之類 他就是比如說 像在英國有banking holiday 他就一段時間 這個就是大合休假 給勞工休假 他就是有一個名義 所以那我們五一勞動節一天 那有沒有可能是叫什麼 特別勞工假期 然後是幾天 我們就法律明定是幾天 然後讓勞工朋友跟資方 大家去運用這些天數 因為有一些工廠 他可能也要進行稅修之類的 也就是說你用特休 你也是要給勞工休假 那用這個七天假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更實質啦 也不用說一定年資啦 就是一個類似幾天方的觀念 那讓勞工跟資方 他們去協調那個放假的時間 但是法律明定是一個天數給他 這個天數 可能大家對於要不要七天 或許有不同看法 可是過去的討論當中 除了七以外 都沒有其他選項 然後就跳過去了 所以外面一直都在抗議 因為原本這個七是屬於差的 我們十二加七是十九天 這是他們堅持的 那沒有關係大家都有堅持 但是這中間能不能彈出一個折衷 或者一個循序的一個配套 因為台灣如果要脫離這個高公時的國家 或許沒辦法一步到位 但是能不能漸進 委員的意思喔 就是說 一例一休還是一例一假 這個問題跟七天的假 是一起的 可以一起談的啦 就是說 如果有一例一休還是一例一假 但是這七天能不能有一個折衷 用什麼方式 用勞工 你不管是休兩天三天 就是有一個折衷啦 這個是沒有定案的啦 是一個折衷 有沒有 你的意思 我江委員的意思是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有這樣子的組合去討論 好啦 其實我蠻同意江委員的看法 因為其實這個當時我們在委員會有討論過 其實很多科技產業 其實他們現在就是這樣子在修了啦 就是說很多工程 譬如說很多IC設計公司的研發工程師 他的週一到週四他的上班是8.5小時 然後週五上班8小時 所以他因此每個禮拜的工作是42個小時 其實這個部分是我們有討論過的 所以這些IC設計公司的研發工程師 其實很早以前他就實施所謂的週休二日 那因為之前工時是雙週84小時的時候呢 公司一樣會給勞工休19天的國定假日 那其中部分的天數 譬如說因為某一些原因他非要來上班 其實相對他可以把這一些休假日改成彈性休假 他會讓資方會讓勞工自由的去安排 所以他們來說你砍了七天假就真的少了七天假 因為他們原來就是有19天的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我們那時候在討論的嘛 部長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得這個啦 就是說雖然他現在週一到週四的表定工時 雖然現在已經減半個小時 但實際上這些工程師他平常我們不要說是合法 違法或者責任制等等的 其實他們平常就在加班 所以你去設定他說你每日縮小半個小時 每天縮小半個小時 其實對他們是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意義 但是政府說要砍七天國定假日的時候 對這一群人來說他就是活生生被拿掉七天 因為原來他19天這個七天是可以彈性空間的嘛 他可以自己去選擇雖然他修不到 所以這個其實是對他們拿掉七天假期 對他們的意義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 所以我比較其實江委員講的方式是可以去談的 比如說可能一剛開始我們從五天 然後再去慢慢的增加再去去談不同的產業 或者要用什麼樣的產業別也好 再去看應該要把這樣子的休假日要怎麼去做調整 而不是說我現在非要硬放現在這七天 我們現在明定的這七天 我覺得他們care的不是說我到底放哪些日子 而是說我真正原來就有19天的這個假被減掉七天之後 我這個七天到底去哪裡 就是沒有了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要強調的是這一塊 等一下 吳委員帶陳偉 好 這個我就不代表國民黨發言 這是我自己有提案 因為我另外有個提案叫做國定假日法制化的提案 因為現在還是那個行政命令 我覺得應該需要台灣需要有一個統一的 到底這些假日是要放假還是紀念必須要確定 那我就接續江委員跟我們陳委員的意見 其實我說實在國定假日期一 全國期一 這個是有一定的正當性 就是說大家盡量放一樣的假 但是他活生生就真的是少了七天 所以我才會倒過來講說 如果他在週休的這個兩例是比較很實實在在地拿到的話 我相信是有可能談到全國這個假日期一的這個部分 所以是倒過來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子 即使是這樣子 他可能還是認為說他的特休還是不夠 但是我覺得那至少是一個可以慢慢談的一個標準 這個七天如果全國要一致的話 他的確是少了七天 但是你剛才講如果這惡例需要很特別的狀況 我需要這個員工來上班 這個也是很特別 如果一年沒有超過七天的話 其實不必去在這件事情上面再堅持 我覺得就這個惡例 然後看看這樣子的狀況下跟勞團談談看看 是不是全國的放假統一 也許他們會覺得這個52週的兩天是確認的話 是很確認的話 那他也許在這方面就比較不會那麼堅持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我們在衛生委會 其實在修這個法的時候 我想大家有一個一致的想法 就是說其實是希望能夠降低工時 因為台灣的勞工是有過勞 然後很多都是 因為像2014年 其實已經跟法定的工時來講 增加了214小時 你算算看這已經多了多少天 所以其實降低工時是一個目標 那我們要怎麼樣能夠逐步的降低 達到OECD要求的 其實是1771小時 當然那個是一個目標 但是修法就是要讓我們逐步達到這個目標 那達到這個目標很重要的 當然不是砍七天假嗎 剛剛幾位委員都講到 七天假就已經 光是砍掉這個 就等於是 增加了56小時的工時 所以這樣子可能會降低工時 一立一休 那個休 休息 休息就休假意思就是 他是要上班的 他是可以上班的 他不是真正的在放假了 所以工作是常態 放假才是例外 那麼說其實 周休二立 這個是我們的理想 但是如果說在沒辦法達到的之前 如果像我們幾位民進黨委員提到說 逐步要修法 讓它落實 降低工時 減少過勞的狀態的時候 我是期待說 我們各黨應該放棄掉自己的 可能有一些現在提案的東西 大家真的來思考一下 我們剛剛書記長已經講到了 怎麼樣能夠 這七天假不要砍 你至少要不然你就砍一半 留個四天 讓他們集體放假是很重要的一個 團體休假是個很重要的一個狀態 特休那是個人休個人的 那不是團體在休假 所以勞工朋友 他們在意的就是你砍了七天假 七八五十六小時 馬上就是被砍掉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其實真的要黨團協商 就是必須大家真的是放下身段 好好的來從勞工朋友的角度 從整個整體的要降低工時的這個角度 大家來想一個好的一個解套的辦法 謝謝 今天大家都還算還冷靜著在談事情 那所謂談到配套 當然是各黨有不同版本的配套 這配套要從整個版本來看待 不是說今天跳三七條來談三七條 就能夠解決了 事實上包括國民黨內部對於 對於他們內部也有兩盤不同意見 那五次陽版本 國民黨也沒有完全接受 我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所謂的配套 要談就是說 我們應該有二四條 三四六條 一一休的配套 以及這個二四條 二四條所謂 這個加班會的增加 一點三三一點六六 這整個都是往對勞工好的方向去談的配套 那至於 有關於七天假的問題 我們大家要來談一談 持平的問題 這個事情在上一屆就發生了 上一屆的時候 有關於 雙桌罷四小時見位 單桌四小時 接下來要配套 那時候因為大家要選舉 國民黨也不負責 國民黨也不負責 民黨也不負責 所以要先把這改為 雙桌巴士改為 單桌四十小時 就是說 一天一擺醉五天 一天做八個鐘頭 另外 加班時數也都定下來 那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兩黨在互相看來看去 那時候國民黨 包括賴斯堡 他說 他說 這個事情要選舉 很敏感 我們不處理 你民黨不處理 我不處理 大家看來看去 衍生到現在 現在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 搞了單桌四十小時的時候 整個配套都要出來 包括這七天假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來雙桌四十八小時 八個四小時 改為單桌四十小時 就一個禮拜 都兩個鐘頭 一個月都一天 總共會增加十三天 那十三天 你炒了七天 還是增加六天 所以大家把它講清楚 是有增加六天 從整個配套往前 這整個修法嚴格是這樣 那我再往前推的時候 兩天一年的時候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因為著小月大 那時候 本來一起修 沒有辦法修過 那時候修公園服務法 所以這個是 那時候沒有修錯 礦員的十五年 十五年 到後來 國民黨執政末期的時候 他要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他提出了 單桌四十小時 這這樣算起來 是增加十三天 減七天 是增加六天 然後我們民進黨再配套 那因為國民黨沒有配套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一定會受到挑戰 本來我們也 也贊成砍七天假 那但是 既然我們提出配套的時候 就是也一個偏好 就是執政是增加六天的 包括勞工 一日一休 休息的時候可以加班 加班會有增加 是不是這樣 這是整個大家來看待 不是說單一個 單一個問題 好不好 也不是說 你現在這函 都兩例 這樣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所以我今天很整個人講說 這是整個 整個都要講得清楚 不是基建法 拿出來這個 砍架總召 砍架總統 難道是這樣的嗎 不是這樣的 我希望說 那整個民進黨版本是怎麼樣 你國民黨版本是怎麼樣 大家一起來勘探 還有整個修法的嚴格 那上次 因為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沒有修完 那大家共同要負責 所以我才一下子 贊成一下子砍一下子不砍 當然最後我們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 要所有勞動部提出整個幾頭出來 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這個就是所謂配套 我想很贊成柯總召剛剛講的就是說 不管是24條 36條 38條 都是第三十七條砍掉齊天架的配套 所以我們現在回歸到我們的核心齊天架被刪除 那我們也來一一檢視這些配套 剛剛柯總召講的 第24條 就是所謂加滿費提高 那36條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當然這個回歸到24條加滿費 38條特休 這些都是剛剛柯總召講的所謂的配套 為了來回應被刪除的這七天架 第一個24條剛剛已經講了 現在 食物上已經在給1.34 1.67 那唯一的差別是說 你做一個小時我給你四小時 但是 回歸很實際面來講 雇主有可能 給你四個小時只讓你做一小時嗎 所以基本上跟現行食物沒有差別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配套 一粒一休 當然剛剛講到回歸24條 加班費提高 第二個配套 特休價 特休價前面我也講了 基本上沒有辦法 補到被刪除這七天架 日數上不行 就食之面也無法解決 看得到吃不到的問題 所以這些配套基本上是失敗的 接下來刪除七天架 更嚴重的問題 對於部分公使者 一再強調 打工族 馬上被砍這七天架 他馬上損失加倍拿薪水的機會 那這些行政部門民進黨團 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配套解決方案 第三個 行政部門民進黨團 一再強調 這七天架 刪除之後 對於中小企業 影響非常大 如果維持這七天架 這些中小企業就要倒閉 我報告 跟各位說明 根據調查 2015年經濟部中小企業數的資料 平均每一個中小企業 僱用6.33人 而平均的月薪根據主義數 是三萬六千多塊 所以 粗估下來 如果維持這七天架 每一個中小企業 實際上每個月 只需要支付四千五百元 對中小企業來講 我維持這七天架 從我的利潤裡面 每個月撥四千五百塊 這些中小企業就會倒閉嗎 所以我想 最核心的問題 這七天架 是讓勞工 可以完完全全 照國定假日 他們可以完全的休假 完全的放假 我想這個 如果維持住 其他這些配套 我們都可以討論 好 剛才講到配套 我進一步深論一下 我們已經開始的時候 沒有特休假 我們承認 那我們現在要有特休 那特休我們版本 我現在講完 從頭到尾 他桌上的文字 不要再講看得到吃不到 這是陰的 強制性的 不必再起政策 再推動 日數上沒有辦法補足這七天架 被刪除的七天架 配套上面我們還加糖的特休假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看一下 我們特休假到第一 六個月到一年是三天 兩年到不到三年 也是再增加三天 七天變十天 然後第三年 第四年都是增加四天 然後以後每年都增加一天 比現在現行的老公特休假 多了很多 而且照顧 我們平均都是半年就 五、六年就轉換老闆 是我們前五年是最好的版本 照顧年輕人以及出入職場的 這就是所謂配套 這樣子啦 李彥秀委員講完在吳秉瑞 這個有一點 這個七天架 如果剛才照剛才有些 我們有些委員提出的 就是說要給勞工特別的七天架 這個又會牽連到公務員 要不要放七天架 一致的問題 這個大家一併講 社會最詬病的就是這個問題 一致就是公務員又多七天架 社會對這樣的一個作法會怎麼回應 大家想一下 來 李彥 好 剛才幾位委員所發言 包括萬安講的 就是說一例一休最大的問題是 休息日看起來大家都認為說是 加班加薪 但事實上他的出勤條件 他1.33跟1.6其實現行就已經有了 所以並不是 他的出勤條件並不是特別好 民進黨自己蔡培會員也有提出來 一個休息日應該是另外在補休 然後1.33 1.66 我覺得這個會跟實力的會比較接近 當然剛才我們江啟臣書記長也提到說 我們今天來草野協商 不是說大家都不能退 而是怎麼樣透過草野協商 大家勉強可以接受 大家共同可以接受一個版本 大家能不能討論出來 所以我們本來堅持二例 那我們認為說不砍七天假應該搭配大家來談 甚至是我們不要砍到七天 是不是砍個四天或三天 這個有沒有機會來討論 如果像柯總釗剛才講的 我這整本就是我的配套措施 問題是你的配套措施 勞團跟勞工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今天才繼續坐在這邊協商 如果說你的整本是不可以改的 整本是你的配套措施 那為什麼今天還有這麼多的勞工跟勞團在外面抗議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講 我們的二例或者是時代的一例一日一例一假 不是大家都不是不能退 而是我們怎麼樣透過草野行 大家坐在這邊又已經是快要兩個小時 是有可以協調的空間 那我剛才講了 不砍七天這個有沒有調整的空間 大家再來繼續談 否則會談不下去 那二例我們已經去做一些調整了 這個吳秉瑞委員講一下之後 這個購部長你要不要稍微回應一下 因為剛才蔣委員有提到打公主相關的問題 到底真的是沒有配套還是 有配套還在演你還是已經擬出來 總是要說明 來 剛剛集會委員一再講說 現行實務上加班費早就1加1.34 1加1.67 我不知道這個實務從哪裡來 我看到法條上面是沒有 現行實務上的法條是1加0.34 1加0.67 所以這個我剛一開始開中明講 這是勞動基準法 條件比較好的企業跟雇主 他可能會給比這個基準法更高的勞動條件 所以有委員講說現行法 現行實務上已經1.34跟1.67是外加 我覺得這個基礎是值得檢驗的 不要拿這個東西當做基準好不好 我們今天是談論法律的進步 那如果照你講的 事實在實務上已經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找到實務上是沒有這樣的話 是不是你的前提是不成立 所以你拿一個法律沒有規定 拿一個比較好的 我要講也有那個企業更有良心的 可以在家工作的 一個禮拜只工作4天的 當然有 如果這個企業的體質良好 他本身可以提供給勞動者更好的條件 我們當然也歡迎 但是我們現在談的是一個基準法 勞動基準法最低的條件 所以我覺得說不要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上 你為了要達到你立法目的 然後去曲解 說現在實務上早就1加1.34 1加1.67 所以這個法律的修正是沒有意義的 我覺得這樣的邏輯推論 是真的很難接受 我要給郭部長稍微回應一下大家的問題 再請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那麼剛才各位委員所提到的 我就比較大的範圍跟各位稍微報告一下 我們原來的構想是怎麼樣 第一個各位談的最多的就是 這個惡例跟一例一休 還有一例一假的問題 那麼一例一假跟一例一休 剛才跟各位報告過了 就是那個假跟休 最大的差別就是那個假 那麼原來這個時代力量的構想 是兩倍工資再加上補休 兩個都要 我們是認為這樣子有點失調橫平 因為勞動計畫裡面的規定 他那個假原來就是特休加上國定假日 原來就是兩倍的工資或補休 現在他要加起來 那會跟40條的欠災事變 這個特殊事件 會有一點這個失調 原來考慮的那個強度的橫平性 所以一例一休跟一例一假 我們才會建議說用一例一休 可能會比較有這個周延性 至於跟惡例之間 跟惡例之間 那麼惡例還是跟各位報告一下 惡例是不能夠出勤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初 為什麼強調說一例一休 比惡例是目前現階段 現階段最能夠最務實 而且能夠橫平考慮到勞資雙方面需求 這樣的一個做法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搭配三個措施 一個是一例一休 他是由勞工來操縱他的主供權的 他可以決定我要不要在那個休息日出來上工 當然各位可以質疑說老闆是比較強勢 我們也強說我們要加強我們的勞減等等這些 所以勞工來做主 第二就是我們增加加班費 第三就是記入一個月的總加班公司 所以可以讓勞工來做主 可以讓要加班的人他有增加加班費 第三就是加班的人又不會過勞 因為他有46小時的限制 這樣子的構想 我們認為是說 他可以同時兼顧兩例 同時又兼顧到一例一休 為什麼 你如果不要出去的話 你就跟老闆講我不願意加班 那就是兩例 願意加班那就是一例一休 所以這是我們的構想 第二個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那麼剛才講說少七天 我們一直覺得說這個七天 少七天這個事情是不存在的 為什麼 因為根據主計處的統計資料 我們把它統計出來 61%的人 他是原來就已經調整好了 他19天假就變成12天已經調整好了 那麼第二個就是有35%的人 這些是中小企業 剛才所提到中小企業的 他真的很需要這樣子的調整 因為 這些人聽過調整之後 他就會 原來從八十四小 雙週八十四變成單週四十的話 他就會少掉13天 那扣掉七天 還有六天 剛才總召也提過了 所以最35%的人 他真的是有實質上的減低工時 而且他沒有少掉七天 他反而多了六天出來 第三 百分之四的人 像現在最近我們看到報章寫的華碩 像台積電 像聯發科 其實他優於勞基法 所以他現在也宣布說明年開始 他七天他不會砍 我們會根據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們也會好像最近委員有提案 我們會透過地方政府去勸說這些4%的人 你原來優於勞基法的這些工作條件 有多七天的 保留七天的 繼續的 他本於福利不倒退這樣的一個原則 繼續的給他七天 那這樣子的話 你看各位看看 35%的人 他多了六天 61%的人 原來就已經調整 12天沒有問題了 4%的人 他又可以優於勞基法保持這七天 所以沒有七天的問題 至於教委員所提到的 那對於部分公司有沒有問題 部分公司分兩種 一種是比較定時間的 譬如說每天都是 禮拜一到禮拜六 都是上午向診所的護士 他來上班 他四個小時 像這樣子的人 他的權益不受影響 為什麼 因為他所有的特休 所有的休息這些 他都用比例原則 他同時會有 會受到影響的 就是打零工的 譬如說 他就是只有七天 國庭加資才出來打零工 這種人是少之又少 而且資方也不會 特別在那個七天 特別在那個國庭加資去 去禁用那個部分公司的 因為他要增加他的工資的負擔 那像類似像這樣子的 如果他有少數幾天 國庭加資因為這樣子受損的話 其實我們在今年的這個公司部分 就是基本工資裡面 在時薪的部分已經給他增加了 10月1號已經變成126 明年1月1號開始133 明年如果我們在檢討 基本工資的時候 這一方面打零工的這個工時 我們要特別給他加強 這個是針對部分工時的部分 已經照顧一大部分的 剩下的部分我們未來再法制化 因為在立法院有一個決議 叫我們要檢討 然後計法當中對部分工時 他們權益法制化這樣的一個決議 我們會來做一個檢討 好 這個 這個剛才江委員講的打零工 所以聽了這麼多 結論就是 對部分工資者沒有配套解決方案 就是打零工的 我們立法院決定說要檢討 檢討了沒 不是 他現在有回應說打零工未來 就增加打零工的基本工資 就針對他的 已經已經調高了 那這樣就可以 是不是能夠彌補 沒有辦法彌補 因為砍了7天假 打工族部分工事者 他平均就少了7000多塊 你現在增加一個小時工時 也是沒有辦法補足 在這7天又是特別去增加用人 大概我看可能性是不大 因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就現有的員工 去做一個調整 比如說他有禮拜一到禮拜五的工 調整的話 他是可以用補修的方式來處理的 他就不用去付加倍的這個薪資 所以這種打零工的 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事實上是不多 不多的話 我們就用法制化來給他增加他的權益 蔣委員提到這個打零工的問題 請勞動部 要重視 而且未來 要確保這一個 這一個層次的 他們的權益 包括增加工資 增加工資 還是用什麼方式來 來彌補這一塊 但是也不要因為這一塊來影響到其他的 就是 蔣委員您關心的這一個群組 我們希望勞動部能夠來 看怎麼樣 法制化來保障他們的權益 這個 好 謝謝院長 也謝謝部長的回應 也看得出來 我們勞動部 這邊也發現這個問題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今天 核心我們把七天假刪除 我們看到二十四條 有三十六條 三十八條的配套 那 不能獨漏某一部分 這部分工資者 不是只有這麼少數 而且大部分是年輕人 蔡英文總統 一再強調 對於出戶職場這些年輕人 要特別照顧 我想這一點喔 不能獨漏這一塊 今天不能說 因為這一部分配套沒有出來 而不要因為這個原因 而卡住 整個勞基法修法 我想這個 那為什麼你其他的問題 可以提出配套 我們這樣子啦 我們有一個附帶決議 看多久之內 他就把這個要來做處理 我們用附帶決議的方式 在院會通過嘛 好 來 來 四方 剛剛其實那個 對不起 您交換再給 政委員 好 沒關係 我尊重他 您再打電話 事實上我在衛環委員會也提過 這個行政院版的三十七條 跟審查會通過的三十七條 我是談這個法律面的部分 這法律面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 現在行政院版後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三十七條是講 內政部首定 應放假之紀念日 節日 應已休假 那內政部首定的這個 就是所謂的紀念日 及節日實施辦法 這個早期是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七條 依之前命令來定的 那有了行政程序法 民國九十年開始施行行政程序法之後 行政程序法第174條之一規定 本法施行前 行政機關 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 定定之命令 稀以法律 稀以法律規定 或以法律名列其授權依據 就是要有 法規命令必須要有 法律的授權 作為依據 因以本法施行後兩年內 就是民國九十年開始施行 兩年內 如果沒有修正 或是沒有法律授權的話 這個原來的辦法就是 一期就失效 所以依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這個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是已經失效的辦法 那也許大家說 是要軍公教都在施用 軍公教施用是沒有問題 因為軍公教都是特別全力義務關係 你只用行政一張函 一個函也可以 就特別全力關係 但是現在要把它引用在 勞基法三十七條 它不僅僅是 法律的立法技術有問題 你要去引用一個 已經失效的一個 內政部所定的辦法 在立法技術上是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這個勞基法 是涉及到勞工跟雇主 不是軍公教 是勞工 有勞工跟雇主 這裡面這樣子定了之後 會不會只是七天假被砍而已 恐怕可能會衍生更多的問題 因為如果雇主說 這個三十七條是一個引用失效的 當然有可能 大部分不會 但是有可能會 這個部分 確實是應該去考量 沒有錯 我知道 我也聽過 聽過說明 對啦 立法 我們就是 立法院沒有把這個 這個法令 在兩年內把它 把它 定定嘛 我知道 這個我都很清楚 所以 所以現階段絕對會 勞工跟公務員 是一致 對社會 不管是哪一個行業 都是 都是大家都期待這樣子的 我相信 大家在外面跑 大家都是民選的 大家都反應 為什麼 這個公務員要上班 勞工不必上班 這個引起的反彈 不管是企業老闆 一般的百姓甚至 都在反彈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們 可以來修法 可以 可以來把這個法令 變法制化 但至少 之前的一致性 這個絕對是我們 應該要來做的 這個大家在外面 壓力 都大到不得了 這個我都了解 我了解您的意思 但是並沒有 並不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也可以在牢區 把37條定出來 哪些要放假 也可以把他定出來 要跟公務員一致 也是把他定在這裡 對啦 對啦 不好意思 我想要澄清幾點 剛剛那個親民黨團 或者是國民黨團 有一些立委 有特別提到說 對於那些已經有七天假 然後後來所謂的 砍掉七天假之後 好像民進黨 或者是勞動部這邊 沒有做特定的這一個配套措施 或是其他的補償方案 那所以呢 剛剛雖然我們的郭部長 有特別提到說 針對這個部分的這個調整 是你有解釋過啦 但是呢 我們還是一再強調 我們現在所定的勞基法 是一個下限 不是一個上限 我是有修正的那個 這個休假的日來看 可是在我們的那個民進黨的那個 附帶決議裡面特別提到 有人提到說 在竹科上班的啦 或者是上市上櫃公司的 或是外商啦 這些原來 他們的休假日已經優於一般的這個 勞基法裡面的休假上限 現在是不是在我們的這個統計基礎裡面 大約是30萬名勞工左右 那但是呢 現在我們勞動部所要調整的部分 只有說要要求各地方的勞工主管機關 來積極輔導事業單位 那有一些比較有企業良心的這些 每個人都喜歡舉這個台積電 跟那個郭台銘的這個來比較 就是說要積極輔導 那輔導的現在的結果是怎樣 就是說這些所謂的特優的這些雇主 願便接受那個我們現在勞動部要求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變 讓這些人本來平時已經幫他們的公司 賺了相當多的這個利潤的這些人 不要再有所謂的血汗的高級勞工這樣的說法 那這個部分呢 好像在我們這次的修法裡面 沒有去特別去提怎麼樣處理啦 所以怎麼樣讓他可以這樣修法過後 不要馬上就砍一刀切這個部分 所以剛才有人提到說七天變成四天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的說法 那這個可能勞動部也未來要再把這個再弄清楚啦 講明白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所以看看那個部長等一下有沒有回應啦 那另外我還要再回應一下 剛剛我們時代力量的朋友也開了記者會 認為說我們在78條或78條之一裡面 所謂的郭台銘的這個條款裡面 我們好像是輕輕放水過去 事實上我們在未環委會討論的時候 已經跟我們的勞動部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如果有人用故意違法的方式的話呢 你不能說以事業的規模只要是郭台銘 他們的公司裡面有一個勞工犯錯 然後公司有兩萬人上班 你就把它乘以兩萬以上的這樣罰則這樣不對 所以我們有提到說按照他的情節輕重 到底是勞機法還是勞機的行政命令 還是他自己勞固雙方之間的按照他的情節大小 事業規模這個人數來做處理 因為勞動部也解釋過了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處理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苛責說一個只有三人小公司的 或是有個兩萬人以上公司有不同的罰則 那現在時代力量你們定的下限太高 譬如說你是定到150萬 對於一個小公司 有一個人沒有按照他的勞機規模來處理勞動法令 然後就要罰他150萬 譬如說一個法律事務所等等這些 我們認為在勞機法的規範有點過分 所以要跟時代力量的朋友特別提出說這樣子的 我們的處理過程其實是有討論過 而不是所有的欺騙勞工的嫌疑 謝謝 好來 好來 還有沒有誰要表示意見 好來 剛才 大家應該有聽到吳秉鎮委員的發言 我們是勞動機制務 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世界最基本的 只要去談Deline House 談辦好幾公司 談到台積電 這是台灣現在目前還有競爭力的公司 我們要看所有其他中小企業 以及現在目前所有知性產業都是一樣 坦白講面對很大的競爭和挑戰 整個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所有能夠發展起來 因為我在新竹科學園區 我在新竹 我在那邊做事只有十年 我很清楚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能夠發展 當然早期從西谷回來的 我們很多在西公園裡面 阿滴人也回來 我們有工園院 整個產業發展 那整個國家提供的 土地水電等等 很多優惠 那這些優惠 七年七外現在已經七一致 那台積就是說 每一家公司 賺錢他對演員工的 的待遇 有不同的做法 攤到很多錢 也有很多錢 這是企業的態度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年輕鬆 分紅的時候 包括這次郭泰民 也發股票等等 包括現金等等 台積電也是這樣 最早期是 台灣貿易產業會能夠成長起來 最早期是 引進一個制度 叫做員工分紅配股 分紅配股 造成每一個員工 都是公司的股東 然後加上他們有很強的 RD能力 研發創新 所以今天主要今天 才有今天台積電 我們現在談 包括員工分紅配股 後來 雨冰被 不能用十塊錢 要課稅了 課稅又有反課的問題 又有 回洋化的問題 所以一直在改 但是呢 到民眾的時候 高位廠商 比較賺錢廠商 他要給員工任何 發大紅包 那是意外行為 我們今天勞工計劃 是談了一個最基本的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陳義傑委員所談的 DNA HOUSE 其實那DNA HOUSE 真的有金融也不是那幾家 就是聯花科以外 沒有幾家 看到紅色工 大陸一直要 來入主 聯花科等等 包括我們的 半老體 公司 以及這個封測廠 我們面對一個全球產業的競爭 那是 那是 一個面向的問題 我們今天要談的 另外一個面向就是說 我們勞工計劃是規定所有 七百多萬勞工的問題 中小企業服務業等等 包括我們委員 個人研究室 員工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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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談到配套 那整個 整個來講的話 我們在二四條 三六 三七 三十八 都會有配套 都會有配套 這就是所謂配套 還有歷史言格 你到現在 事實上是都 不是很簡單的 只有一個坦七天假 是都有六天的問題 那至於講到 委員一直談的 他就是說 假如打零工的 部分公司 那問題解決 其他 他們 你們都可以接受 那這個 這個我們回到這個問題來談 這個打零工的問題解決的話 我們所有的 包括 我們二四三六 三十八等等 你們都可以接受 那這個我們回到這個問題來談 可以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從基本公司調整 來做 明年基本公司也要調到一百三三 因為基本公司是牽動到一個很 很 很敏感的問題 那民黨執政後 以後 就調過一次 前程剛剛調 明年要一百三三塊 假如明年一百三三 是不是要再調高 也可以談 那另外說 這些人 打時薪的部分 因為我們要從另外的角度來講 剛剛郭部長也談到一個問題 他 企業老闆 他不會 這樣打零工 他不會叫他 加熱來 然後付出比較多的薪水 但是這個有 各的樣態 各的情況 各的不同的產業 以及不同的個別商號 他自己也很大的選擇 你並沒有 你 所以打零工是temporary 是暫時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 我們的所有 所有人都不是打零工 不是說 基本公司做好 勞動條件好一點 我想大家都一個目的 一要打零工也會再討價 大家要創業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這樣的志氣吧 所以 要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 來談的話 我們週休二日 然後 落實週休二日的時候 一年多52天的休息 可以打工的機會 所以這個時候從 不同面向角度一起來談 不是看了一點 我今天在談就是說 我用基建法在談很多事情 我砍基建叫做砍基建叫 他不談其他事情 不談我們民進黨最後 不過 我們認為 我們在特效的部分 我們也沒有處理好 我們在提出版本 都是一直在協商 一直在改進 一直在往能夠 能夠 假設這些 我們所有企業組 能夠承擔的 條件上去處理 當然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各位看到報紙 企業組全部反對 勞工也反對 這次的勞動計劃就是這樣 然後計劃假如說 企業組贊成 我們今天民進黨也倒了 然後計劃假如說 只有單邊 這國家也 也沒有競爭力了 這法律的 他邏輯 調給的部分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沒有 絕對沒有 可能能 兩邊能夠設計出來 兩邊都會拍手的 但我們希望能夠設計 能夠設計出 兩邊能夠拍手的 但是我們 只沒有任 我們盡量做 做到 單邊反對 切圖的意思是很反對 那我們對於老共同部 我們認為 我們該做就做了 那講話 所談的部分公司的問題 從基本公司再加一加也無所謂 那甚至剛才院長也談到 所以我們這個結議要怎麼來處理 至於剛剛已經跑掉了 正念才委員 我想那個問題就不予再談了 有關那個 那個講得很清楚 用辦法 行政程序法 包括 保障法規標準法 民工88年通過以後 兩年內 現在兩年內 沒有完成修法一大堆 而且 有關國際加入的條例 行政送來 立法院 有三進三出 代表有三件裡面 我們都沒有處理 這是立法太多的問題 那既然公務連可以用辦法 那勞工為什麼不能用辦法 從這個地方來挑戰 也沒有什麼道理的 我一直在引用 大法院四線四三二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四線很清楚 那是為國安三法才是四線的 那很大的衝突 他講得很清楚 假如立法院立的法律 沒有違背憲法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當然 有應該改了 要趕快去改 這是立法院的責任的問題 好 謝謝各位 嘉偉你剛才也要講話 來 我簡單說明一下 我剛剛提出部分公司的問題 只是所有問題當中的一個 而不是說今天部分公司解決 部分公司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到現在配套沒有出來 第二個 其他現在看到所謂的配套 不管是一日一休 休息日加班 加倍給薪或是特休 這些我們都一再說明 都有很多的問題 在你配套都沒辦法 能夠回應或是補足 已經被刪除這七天假 所以核心問題 為什麼非得要砍掉這七天假 然後想各盡辦法 而這些配套到現在來看 是失效的 是沒有辦法的 剛剛講到 現在實務上 已經在給1.3 1.67 勞基法沒有錯 是給0.34 0.67 可是實務上 你說跟勞工講 你來上班 我給你0.3 0.66 他們不會來 所以實務上已經把1加過去 給你1.34 1.67 那你現在的版本 就是到現在實務上 沒有分別 我一再說了 第二個 特休 民進黨的版本 利益非常好 的確 也是能夠 讓勞工 真的看得到 吃得到 但是如果 把它定的 說不分 不分任何原因 一律換工資 就會造成我講的 你會拿工資 換勞工的血汗 再加上 特休日 你把日數調高 可是實際上 勞工朋友 他們不像公務員 一個工作 可以做很久 實際上的統計 他們平均 待在同一個事業單位 大概就是3.5年左右 所以他們變成 你好不容易做到資深 馬上變回資前 你累積的特休 要重新歸零再累積 所以我們的版本 是你當年度的特休假 沒有修到 可以遞延 你如果沒有修完 應修未修 可以加倍給薪 可是這些 在民進黨團的版本 完全沒有 所以這些 所謂的 刪除七天假 你所有的配套 都是失靈失效 所以 為什麼回歸問題的核心 非得要砍掉這七天假 所以我們的立場 現在 我想我們今天協商的目的 就是回歸到 保留這七天假給勞工 讓他們好好的 有這七天假休息 真的 達到 降低每年 總工時 讓台灣擺脫過勞 指導的惡民 這才是 正本清源之道 才是當務之急 而不是現在想一大堆配套 而這些配套都沒有 辦法來解決 被砍掉這七天假 降低工時的問題 所以 所以是不是請 柯總召 我們回歸到核心 難道非得要砍掉這七天假嗎 OK 我要回答一下 江澤民 之前我們現在在談的 當然 當然 主任就要聚焦 要談三八條 並談也無所謂 都程序性問題 程序性問題 那並談 我本來說一條條談 我說這有配套 你起來看待 你一直在講說這個時薪的問題 我們勞動部也要把基本工資來調高了 我剛才其他理由都不再講了 只要你認為在時薪上面 你應該怎麼處理 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見 我們現在馬上可以聽 沒有問題 至於特效的問題 特效的問題 我們要從現在民進黨修的版本 或是時代電量的版本 或是國安版本來比較 同時要來比較什麼 比較這個現行的勞基法上面 我們是不是比現在還多 那另外一番比較 極端比較 比較是到公務人員 那我先從大面向來講 我們在說勞基法 那時候是看待勞工的問題 如何增加勞工的潛力 公務人員是用公務員服務法 我們假如什麼事情要比照公務人員的話 那種比喻是引力不當的 公務員員大家要渴起 剛好特考 有電糖水大家要進去 有18% 又有不需要獎金 又有什麼專業嘉義等等 公務人員都很多不同樣態 其實在特效的部分 公務人員也沒有辦法修完 公務人員也沒有修完 因為他現在只是說 你至少有一個月的 你至少要去修兩週 而且發給那個什麼 理由卡 那個什麼 國理卡 國民理由卡 是去鼓勵 現在一半的 他們沒有弄完 他們就算了 就沒有了 那現在 勞工的特修也是一樣 勞工的特修很多都沒有修 但是 能夠比較 公司比較有賺錢的 他們會 你特修沒有修 我錢給你 所以我們要把全國弄完一次 把很多法律規定很清楚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 國家制度的建立 是往前走的 今天我們看到是一個往前走 假如民進黨今天的版本是往後退的話 那我們就不必分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根本 我們還要 我們 即便 即便 即便答應我們不會 不可能答應嘛 我們大家都面對選舉而來的 我自己選過六次了 所以 對民意的民意大家都很清楚 已經全國所有人都受不了了 你能夠從了 該是要面對的時候 該是解決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談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當然談到我們的特修 我們特修當然 我們認為我們最好 那我們特修天數 事實上 實際量也在改啊 那天量的改 大家都非常欺勁 然後我們是從 不滿一年的 半年以上 不滿一年的 我們就給三天 那現在就是說 有民主要給十天 這個東西不是喊假的 這是一個邏輯的 有人說 給四天 那我們從兩年 不滿兩年的 我們就 給四天 給三天 三年 不滿三年 不滿四年 我們都是給十天 變成十四天 請問這個 因為這樣的 以後 五年以後 每年增加一天 已經被工總 也許所有事都罵說 你從這邊去補 補 砍七天 架 這個 我們還是要承受啊 那這對 我們能夠 對勞工 能夠多以照顧 我們都盡量在處理 我剛才一直講說 我們一開始是沒有特修假的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改 我們就這樣做 可是這整個 為什麼要整個來談 就是這樣的意思 並不是說 我今天 你們做到 兩例 全世界沒有這個國家 沒有這個國家 一個月 一個月都要休憩 沒有這個國家 那我們能夠 我們現在的競爭力 包括我們面對的挑戰 只有這種條件嗎 我們知道 蔡英文的民調裡面 最過病的就是經濟發展 也不是兩岸維持 兩岸維持現狀 有很多人說OK的 現在大家肯定來拚 經濟比較重要 我非常了解 當一個立法委員 當國會議員 在執政法院的時候 外面的所謂想 是要負責 每個政黨要負責 外面的團體 他們是做最運動的 最運動化 總共有尊重他 做運動和做 食物商在立法 是不一樣的樣態 所以我部分不一樣的說 他跟他跑 我任何燃炭 我那天是 蔡英文中就 就可以 就掛掉了 他跟他領帶 然後最後又開車來撞 我是覺得就算了 他是做運動的人 我們尊重做運動 因為我們也是反正運動出身的 我很清楚 但是今天我們在亂一個政府 大家不敢在耶 你也有一天想執政 你在難道國務黨不想執政嗎 難道實在地上說 有一天我們不想執政嗎 大家都是這樣 政黨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執政嗎 那我們當然習近平當長主席的時候 說我們要 有地方把握中央 我們要馬上要執政 大家都認為消化 所以大家要面對所有的問題 這個時刻是一個非常嚴肅的 我希望說今天我們不是在這 在做運動的 我們是要那種實務 來解決台灣目前說的問題 請不要忘記 經濟發展上面 我們有沒有能力做到以上 包括各位所提的 包括兩例 一例休假 乃至於 我們這整個配套 我們這增加 資方的成本增加非常多 都被資方說 你用特休來補這幾天假 難道這些都不是事實嗎 所以希望說我們今天 大家假如在這三條上面 真的大家沒有辦法 鼻子說服的時候 就已經 要面對時刻了 至於後面的 一條一條大家來談都沒有關係 有關於這個 罰罰的問題 當然可以談 不過希望說 我們現在和時代電量不一樣 其實我們下去就在罵我們民進黨者怎麼樣 都還沒談 這個不是 互相吐口的攻擊 是一回事 但是大家 國際立法院在草野鄉當中 沒有人說 其他一般就先跑去 然後照相 然後給外面的 然後去開記者會 這是在做表演的 這不是那邊任何問題的 這樣子啦 蔣偉 你覺得應該怎麼照顧部分公司 打零工的部分 能不能有一個 有一個你比較具體的建議案 給勞動部來做一個參考 這樣比較實際 我們不只要丟出問題 恐怕也要能夠提出解決問題 不能只是說 七天假不要放 那 七天假不要砍 然後就解決 這個 這個 就 比較消極 我們更積極 好 七天假 討論 但我們要保護這個 打零工的 應該怎麼做 如果你有具體的方案提給勞動部 我覺得這樣會更積極 這是 阿琪是不是請柯總召回來 不然每次我們國民黨在發言 他就走出去 阿琪都要結婚 你就知道 他不可以再來這裡 阿琪都走出去 不能尊重我們 現在在協商 七十八之一跟七十九 我們講得很重要 怎麼禁和 我們外國委員講話 你要講話嗎 好 你們也可以溝通一下 來 我想七十八之一 當初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各個黨團與會的人 大家都表示同意 讓他出委員會 那甚至 那個時候 在條文的時候 就未滿30人 法律條文用語的修正 我們也是 勞動部的同仁 有給我們一些修正的建議 我們覺得很有道理 也是欣然採納 第二個部分 是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 落實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正是因為落實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家才 之前會 不斷的要求勞動部 要增加勞減的人力 那我知道勞動部 也往這個方向再努力 下一個問題是 勞減完了以後 發現有違規 so what 之前 郭台銘的企業 被查到 罰個兩萬塊 你覺得對他會有任何嚇阻的效力嗎 那不就是正是這個樣子 當初在委員會 才會去通過這樣子的條文 那剛剛那個 劉四方委員所指教的問題 我是有一點聽不太懂 您剛剛意思是說 三人的企業會罰到150萬 我不知道 沒有沒有 你看一下 30人以下的企業 他的range是 6萬到 30萬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沒有剛剛 6萬到20萬 沒有剛剛你所謂什麼 三個人就罰150萬 的狀態 根本沒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個我看 可能是在看條文的時候 產生一些誤會 那我必須 再講一次 就是說 我們希望 在委員會的時候 大家花了大概十幾個小時 馬拉松的再進行討論 那能夠有的成果 能夠予以保持 那不要在這邊方案 因為整個方向上面 都是希望能夠落實 勞動基準法裡面的規範 要不然這些條文 寫進去 沒有辦法落實的話 寫得再漂亮 都沒有用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共識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在委員會的時候 當我們在 調論各個條文的時候 其實我都一直說 就是說 我們在委員會裡面 討論條文的時候 我希望的是有進展 不是在做政治上面的表態 那也正是因為 這個樣子 那時代力量 在二立跟一立一休之間 我們了解到 我們雖然希望 能夠落實周休二日 最好的方法 是二立 但是 勞動部那邊 也好 其他的政府機關也好 表示 這樣子太剛性了 所以我們才 折衷了提出一立一架 那並不是說 時代力量提出一立一架 就一定要按照 時代力量的版本過 我們從來沒有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很務實的 在討論問題的時候 針對兩立一架 跟一立一休 彼此之間 所產生的對立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中間的 common ground 取得一個折衷 所以才拋出這所謂一立一架的可能性 來加以討論 那我要再次強調的是說 今天如果整個的政策目標 是在落實周休二日的話 因為勞動部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當中 都跟大家講 你們的一立一休 是要落實周休二日 但是大家看到實際上面的條文 是其實並不是落實周休二日 而是一定有一天有 那另外一天 你可以拿來取得更高的功能 那你們又說 落實周休二日的方式 是所謂的以價制量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們對外的縮帖 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那因此在二立硬邦邦 只有天災 突發事變 才可以啟動要求勞工上班 跟一立一休 沒有辦法真正落實周休二日 這兩者之間 我們才拋出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也就是所謂的一立一架 那那一立一架 整個在規範上面 它的好處是說 不僅上班的時候 你要加給工資 那同時 你上班的時候 事後必須要予補價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才能夠真正的比一立一休 更能夠落實周休二日的目標跟理想 那我們拋出這個可能性 跟拋出這個條文的設計 其實不要說是時代力量提的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條文的設計 如果說 大家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 我們在一立一休跟兩立之間的衝突 可以前進的方向的話 那這個條文 我們用所有的黨團 大家一起提 或者是時代力量把它交出來 交給其他的黨團提 我們支持 我們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要的是 實質上面 能夠幫勞工多爭取一些福利 那實質上面 真的能夠落實周休二日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目標 那同時對於企業 它在調度上面 又保持一定的彈性 不再限於40條那些硬邦邦的要件 那第三個我要講的事情 是說 我有跟主委在 不好意思 部長 現在換勞動部了 我有跟部長 在委員會當中 我有跟你說過一件事情 那我們在 質詢問答的過程當中 我也再度確認 就是說 在勞動部 目前所提出來的版本裡面 會把 我們現在勞基法裡面 跟放假有關係的世界 割成四塊 一個是立假 一個是休息日 一個是 就是休假日 一個是特別休假 有四個相互獨立的法律概念 這個我在質詢的時候 有跟部長在確認過 那一立假的好處是說 他把休息日這個新創的法律概念 能夠把它回歸到原來三個法律概念 就是立假 休假日 跟特別休假 這三種 那這樣子回歸 所以事實上在整個規範的體力上面 老實說 我個人覺得 是 除了有實質上面的優點以外 也有在法律制度設計的時候的好處 因為你創設了一個新的休假 休息日的概念的時候 如果沒有做一個全盤的檢討 容易會出現在整個法律運作上面的缺漏 那甚至以後未來可能會出現 在法律設計上面不全的狀態 那第三個部分是說 針對有關於七日假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在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的拋出這個想法 就是說 在這件問題實質的解決上面 我們有沒有可能不是從全有或全無 從零或七這樣的角度來思考 當然要落實所謂的 國定假日一致化的這個目標 我們贊同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這並不必然跟 砍七日假兩者之間 是處於一個相互對立 完全互斥的狀態 事實上透過這一次勞動基準法的修正 是有可能可以去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那當然在勞基法修正 如果沒有處理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如果大家改變了過去所抱持的法律見解 現在認為說 這一種用所謂的職權命令來加以定的話 我講的職權命令 就是現在內政部所頒布的那個命令 因為它沒有法規的授權依據 所以它在性質上面一定是屬於職權命令 那過去我看了大概 立法院在針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的時候 絕大多數的委員所抱持的看法是說 職權命令並不適合 讓它的權限可以擴張到處理 有關於涉及到權力義務事項 這樣子的事情 那事實上 我們委員會跟院會分別在3月跟4月 阻止陳雄文他透過行政命令的方式 來砍掉七日假 在院會裡面所做的決議 我非常記得很清楚 當初中孔少委員 他也是用這個理由 來當作提案 最主要其中的一個支撐的依據 那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好啦假使我們都忘了過去 我們曾經有過的堅持跟主張 我們現在放寬 然後不管你要用授權命令 還是用法規命令來處理這些問題都可以的話 那以目前內政部 他在控制所謂的全國紀念日跟假日 那個實施辦法的權限上面 我會覺得在七日假的問題上面 真的如同剛剛很多委員所建議的 不必要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關係 沒有必要是一個零或者是七的關係 那我會覺得說 在各個黨團彼此之間到目前所提出來的版本 當然各有各自的主張 那也各有各自過去的堅持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在整個審議勞動基準法 希望能夠賣錢一步的話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石就變成了是說 是不是能夠放下我職 就是說不管是哪個黨團 都不必要去堅持說自己堅持過去的主張 或者是看法 那能夠比較實際的 然後在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情況下 朝向可以保護勞工的那個天秤 再多傾倒一點 再多幫勞工朋友 在這次修法當中爭取到一個權益 我會覺得說在這次的協商當中 如果能夠獲製比較大的意義在這裡 那這個也是因為如此 所以我剛剛其實到了以後 我非常仔細的聆聽大家所提出來的意見跟看法 那我也不希望說今天在這邊 坐在這邊的朝野協商 變成好像是大家互相謾罵 互相指責 噴政治口水發洩情緒 我覺得這些其實對於整個事情的解決 都不太有實質上面的幫助 剛剛不管是針對36條 或者是針對七日假的問題 那乃至於可能等一下我們會進一步討論 特別休假的問題 我真的很誠懇的建議說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從這個方向來思考 然後看能不能夠往前更邁進一步 那我講一下 今天的討論的氣氛是還不錯啦 至少到現在還沒有非常尖銳的對立 好來 我剛才指名而言很仔細聽黃國昌委員所談的 好 你說這個 你願意把你們的版本 拿出來貢獻給大家 大家共同來聯儲你的版本 這中間你的一例假 和親民黨不一樣 和國民黨也不一樣 和本黨不一樣 我們在論事是一個整個配套的東西 是一個整個配套的東西 我希望我們要再基建處理 我也可以同樣一個話 我們把我們現在所有的版本 363738乃至於所有的79條 也來希望大家來共同聯署 這個是不可能最高啦 大家已經講了這麼久了 所謂我質的問題 現在不是我質的問題 是個道理的問題 我質那是很抽象的個性的問題 我現在講這個是一個道理的問題 大家再論一個 怎麼樣是對勞工有好 對好 怎麼樣讓我們台灣還有競爭力 怎麼樣 什麼狀況是我們現在的情況 對不對 我們並沒有偶遲 我們是在談事情 所以我剛才發到對於外面的團體 那講砍提天架 那是運動 我們都可以接受 我們今天是想講一個食物的問題 其實沒有論 我在民國83年的時候 我先簡單講一下 這些工作大概是和鄭春齊以前的工作團體差不多 我知道他們都是很堅持的 83年前民建保法 在立環修正三組通過 那是用三天三夜的時間 治療法案表決 到最後一刻 劉仲良院院長 敲一損的通過的時候 曾晨錡帶了幾個人 從議場二樓直接跳下去 那是港府聯 我那時候認識他 他從哈爾回來 他們對他們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了解這個脈絡 所以我能夠說 人家做運動 我們能夠看待 他從議場二樓到跳下來 腳還沒長 總自己要拍照 他叫腳很好 你也在 那一刻就是這樣 所以運動 基本上 假如這個運動 他這個運動 是很簡單的 是一個基建法的話 那全國勞工 我們要面對所有全國勞工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尊重他 不管他人數多少 我們都尊重 回過了回來 我們一樣一樣的來談 從洪洪委員開始談的 所謂七八條之一 到七十九條 我想王洪委員 你那天在談的時候 大家都很清楚 後面的 因為前面差不多 講十幾個鐘頭 大家都覺得 沒有辦法談 氣味還不錯 所以七八條之一 到七十九條 其實我們也不同 不同看法 但是王洪洪委員講一句話 是有道理 大經的 小小經的 責任感是不一樣 要看到社會責任 是不是要這樣 要看到情節輕重 所以你講說 大經要去法序 這方向 我跟你講過一句話 你講這個 我絕對贊同你 我不會跟你責任這個 但是法條怎麼寫 是 大家說 我出委員會 才會講 大家做自立法委員 要了解立法委員的 執行行事法 委員會審查 沒有共識出委員會 是議會的事情 只要有共識 委員審查 即便有共識 說不需協商 送委員會 照常也要拉下來 所以才有朝委協商 朝委協商 協商是什麼 尊重少數 那你們三個黨團幹部 我們三個黨團幹部 所有市長都一樣 大家要簽名照尊審 那協商結論一定要簽 沒有簽 當然就是付出表決 所以你不能拿那個 我當初 對於這個事情 對於你 談不講 聽話不講話 看你 看你 我們大家去問會好一點 我說沒有關係 這個做人在談 這個就當作終極結論 我那時候一直跟你講幾句話 我上台講兩次 到委員 所有是市庭 朝委協商沒有簽名以前 到委員會最後 拿出來版本才是版本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大家在互相討論 大家互相接觸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所以我們有把79條寫出來 我們認為78條和79條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都是法則 但是我們今天對於78、79 剛才你在講有什麼話 完全不對 79 我們是 他說剛才不知道 他說什麼 他講你的不對 150萬 好的 我來講 就是說 我們79條怎麼改 請大家都 我們要談話的時候 看我們版本再談 我們以前這2萬到30萬 我們現在全部改 也就是說實質性的 公司的問題 實質性的問題 是從 已經改到100萬 2萬到100萬 這個是從2萬到30萬 改到2萬到100萬 但是程序性的問題 我們也改 但是 9萬到45萬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輕微的 就沒有變動 所以有分成三項 但請看我們最後一項 租管機關得一 四個規模 違反人數 違反勤結 違反勤結 加重2萬之一 也就是說 你在談那個觀念 就 大保健 他又二職 都是勤結聽眾的 都有不同樣態 人數 人等不同樣態 當然要加重 加重罰則 所以到150萬 為什麼呢 就這樣 100到1 變成150萬 因為所有勞動計畫 裡面現在 最嚴重的 包括體力 體力 退休金 包括 整個準備金 被勞工的 這一部分 你都不體力 現在最多發爆 所以已經到頂了 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 所謂 城市的問題 所以這個整個設計上 我們是很認真把它寫出來 也不必在什麼 指正責任逆轉了 就決定下來就滑了 還沒有說 不可決定 什麼責任 我們版本包 特效價一樣 看到赤道 就是陰 你不就是 就是你要 就是一定要給 給員工 所以大家應該好好認真 來論這些事情 所以價值量 當然有不同的概念 因為 我們很多放假 是要給勞工來放假 對不對 那現在 增加加班會 是保護勞工 事實上 這是保護勞工 但是在特效價上面 大家又有觀念 這樣 又有分岔了 所以特效價是要給 員工去休息 對 對不對 恢復他的勞動力 大家要肉食 這是蔣萬 委員的邏輯 就是說 特效的時候 完全不可加班 這是還有一個邏輯喔 那 自然有沒有可能 現在也不可能嘛 那時候還有一個邏輯說 那特效價的時候 要給他雙倍 我們 休息日就是1.33 1.66 2.33 2.66 還要變成 再雙倍 那這不是鼓勞他不要休假了嗎 這個邏輯是不對的啊 至於 是不是可以 遞存 遞延到下一季 下一年 一年兩年半季等等 那是每年要解輕的 因為大家了解 只要我是勞工的話 我故意不休息 我們知道明年要調薪 那我換到明年去 那算七年的工資 還算明年的工資 而且 勞工有的不休息是怎麼樣 那不休息是因為 特效價的加入工資的話 以後併用他等的退休基數啊 所以這個很多很複雜的問題 是會存在的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大概 我們對於休息日 我們也有定義 你說 有一例 一休假 有特休 特休 我們也等你 休息日 我們也定義 六十三條 十一 三條我們就定義嘛 所以 你一直在責問這個 法務部 這個 勞動部有關於法律的概念 這個法律概念 已經寫在法條裡面 就很清楚了嘛 所以 我今天 我們大家再繼續 我們走下去 有關於七八七九 大家再談看看 好 這樣子啦 好 等一下 吳秉慧委員講完 再拜託陳委員 這個七十八之一跟七十九 這個法則的部分 勞動部是不是 等一下你就 表示一下意見 那看能不能將兩個融合 我覺得這個法則 第一個要合理 來保護勞工 第二也不要無理來讓這個企業 受到無妄 好像是 這個 被划的 這個比 原因它發生的事情 更嚴重 那這個也不公平 好 來 我想 我想表達的東西很簡單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主條在討論 每一個黨 他有他的看法 跟他的利潤基礎 結果在這個地方 就自己拿這個東西出去 而且又不是用完整的資訊 就是外面開記者會說我們要重放大企業 就只要罰兩萬 對這種法條這種割斷式 然後把裡面的文字抓出來這樣子的產式 我覺得很不厚道 民進黨版本 白紙黑字是兩萬到一百萬 然後還可以加重二分之一 可以罰到一百五十萬 然後條文裡面還講得很清楚 規模大小跟這個情節 都是要加重的原因 這個條文我看不出來說 我們要重放大企業 只要罰兩萬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真的是不好 這個讓我們覺得說 這樣子的討論問題 你是要去駁版面 要去攻擊呢 還是真的是要討論問題 院長對不起 我只是補充一下 我剛剛所講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審查裡面的罰款 不能只針對人數 公司人數規模的大小 還有很多情節輕重 而且要以案以法 所以放在79條裡面 我特別強調 就是規模 違反人數和違反情節 三個都要一起看 而不是所謂的五百萬 跟兩百萬之渣 謝謝 因為我剛剛這樣聽下來 好像特休三十七三十八條 還是沒有一個結論 還沒討論嗎 有吧 特休家剛剛那裡還是有討論 對啊 都有 其實都一起啦 所以我想說 我們還是就是 因為剛在我離開之前 我剛好聽到郭部長說 好像他如果實際上拿掉七天的 就我們剛剛談的一些 園區產業的一些老公 他原來就已經放十九天了 所以直接拿掉七天 對他其實是有直接性的影響 可是我剛剛好像聽說 你不認為是這樣子啦 但是我這裡有份數據是 在2015年的時候 其實台灣電子電機 資訊產業公會的時候 其實當時一休一立的時候 另一個政黨提出來的時候 也有說要砍七天價 所以風聲的時候呢 其實就導致2015年以前 原本有彈性的公司當中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他可以自己自行調配 那七天的彈性的公司當中 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公司 就直接取消彈性的休假 那百分之十二的公司呢 減少他彈性休假的天數 那百分之十二的公司呢 就直接先取消了 那當然後來因為沒有執行 所以大家就又恢復了 那在2016年的時候 就是你們 我們2016年行政院草案 確定要砍七天價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其實已經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公司 沒有彈休 那百分之十六的公司 彈休減少喔 所以到底砍這七天價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 我認為我也堅信 它是影響很大的 而且絕對不是只有你們不斷在講說 只有影響四趴的勞工權益 因為我記得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其實幕僚也有拿那個數據給我看 那這個我有跟他討論過 因為你們的母體的樣本數根本是不對的 你們沒有針對產業別 那包括你們是全部的數據 母體樣本全部都綜合在一起 然後再去做抽樣 所以這一份數據你說跟我講六十幾趴 這個我是不能夠信服也不能說服的 因為我記得我還跟你的幕僚討論過 你們這個問卷是怎麼做來的 那我記得那時候 還是調查 你委託外面的一個調查嗎 沒有 沒有 他好像他有拿兩份報告給我看 那我基本上 我記得我還跟他討論過說要依產業別 然後有一些是原來就有彈性休假的產業 或彈性休假的員工 可是你們不是你們 就是要包肉 長櫃 都給你包包的 然後一起來做調查 其實這個數據是沒有辦法說服人的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這七天假是有影響 其實是絕絕對是有影響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就是剛剛我要離開前 去陳委會之前剛剛顧部長講的 我聽到是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 第三十八條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說特休假的部分 民進黨現在的版本 其實最大特色在照顧之前的勞工 但是根據勞動部的統計 年資五年以下的資遣員工是 比重是44% 那你們希望說 要照顧這些資遣員工 未來只要滿六個月到一年就有三天 滿一年有七天 滿兩年有十天 滿三年有十四天 那這樣聽起來涵蓋率好像很高 可是涵蓋率高到底有沒有用 那你把這個特休假的天數增多 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說真的像資方認為 你特休假給七天 其實說真的對民進黨來說 其實就白忙一場 因為資方也不認同你們 你懂我意思 你兩邊是不討好的 那為什麼你乾脆就不要砍這個七天假 就把七天假還給他了 還給老公 對不對 因為你這樣 你一直說是這是看得到吃得到的東西 但是這個目前大家是不認同你們這樣一個說法的 那而且你們今年4月28號來涉還委員會報告的時候呢 自己也說高達58%部分公時的勞工是沒有所謂的特休假 那目前就像蔣委員剛剛提到 目前部分公時勞工其實已經高達到40萬人 那其中像賣當勞打工的啦 這些其實都佔了四成 那家庭主婦也佔了22% 那勞動部於去年對雇用食心制的勞工較多的行業 譬如說旅館業、餐飲業、加油業、批發零售等等這些 你們有去發動專案勞檢 違法的比例其實高達將近要三成 那其中呢又以沒有給加班費 沒有給例假日抽特休假工資最多 那如果你現在都沒有辦法改善這些問題了 你又去砍了他七天假 那對了相對多了資深勞工特休假 那對資深的勞工來說 其實他就是看不到也吃不到啊 看得到可是吃不到的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這樣聽下來就是說 要擔心要有一個配套的措施 因為其實在38條我們的天空 其實跟民進黨的部分應該是差不多的啦 但是我們比較不一樣的是就是說 我們多了下面那一條說 特別休假的日期應該由勞固雙方去協定 到底要哪一天 然後他有妨礙他事業正常營運的時候呢 他們可以協商再去改變 那為特休休假假期內資工資應該由雇主去加倍發給 那這個到底要怎麼加倍 因為我跟強委員都認為是1.5倍或者是他說的 其實已經你們現在的行政院的草案其實就是現行的目前的現狀 你只是把它變成明定而已 所以說你到底要怎麼加倍發給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再去討論 那特別休假乾年度沒有休完的 得利言一計行使 我們用這個得的部分就是說解決了 講委員這個問題嘛 就是說有些勞工他可能是想要休假 有些勞工是真的想要用工資去換級 那我給了勞工更多的彈性空間 有你自行決定 可能這個想法跟講委員比較不一樣的是 講委員認為說一定要逼迫他們休假 就是說還是要讓他們能休假為主 那但是我們親民黨團的版本是說 我們給予勞工更多的彈性空間 要休還是你要會發放工資 由勞工自行決定 那如果你這一季沒有休完 那沒關係 你在第一年期限內沒有休完 那就直接換成工資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家的 因為民進黨的版本是上面這一段嘛 第38條就是說半年以上幾天 一年以上幾天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討論 那下面的這個部分我覺得比較像是 相對的配套措施 所以我希望就是各黨能夠給予支持 因為相對我們也給勞工比較多的一個彈性空間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那接下來就是因為剛剛 黃委員已經講到78條79條的部分 其實78跟79條其實跟74條是有聯動性的 就是吹哨者條款的部分 那吹哨者條款在今天以前應該是只有 親民黨跟時代力量有提出來 那所以要如何 所以74條包括吹哨者就是說要如何保障所謂說 勞工不會在他檢舉之後不會遭到雇主調職降級 減薪等等這些或解雇這些問題 或者用不當的方式報復等等的或不利處分 其實我覺得這跟78跟79條都是有相關的啦 所以這個部分因為我們也是增加罰款 所以我們希望說 因為我剛看了一下民進黨他的修正同意 第74條也有版本嗎 只是他差在說他沒有把實質的罰則 譬如說主管機關把它列清楚 那你看就那天我們也討論到 其實衛福部啊很多個部門 其實都已經有把相關法則都名列清楚了 所以不要跟我說 我們就比照現在的現行法規去處理 我們希望他能夠明定得更清楚 那這個也是對勞方的一個保障 所以我覺得74條7879 是可以一併一起來討論的 那應該有相... 因為如果大家的共識都是要提高法則 那要怎麼提高 一是依什麼樣企業規模也好 或者依什麼樣的狀態下去 提高法則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討論的啦 那所以我比較建議說74條 如果用民進黨的版本下面 其實也可以把清民黨的這個 比較仔細的這個版本 就是法條把它放進去 那以上應該是這樣子 謝謝 好來 吳智陽委員 再有黃國昌委員 好 主席好 因為有提到78條之一跟那個38條 我就先把我跟陳怡民委員 提的修正同意也講起來 來供大家參考 第一個當然是關於違反公司 跟休假相關規定 到底怎麼樣對企業 才有一個嚇阻的力量 因為在我過去在桃園的經驗 是很多大工廠接大單的時候 它會因為收...那個很... 利潤很可觀 它會大規模的違反勞基法 所以我在78條之一 我的建議很簡單 我就是不是以公司的規模 我是以它違反勞基法 影響到的人 到底侵害到幾個人的受益權 比如說台積電 如果只有違反一個人的權益 它幹嘛要罰幾百倍 但是如果是它為了搶單 為了什麼大規模的違反的話 是應該要給它比較大的懲罰 所以我的78條之一是 按照該事業單位權益受損勞工人數 去除以一個每一個人大概幾萬到幾萬的罰款 大概是這樣子的意思 希望就是比較合理的按照它 也是有點按照它的違反的情節來處罰 這是第一個 供大家參考 文字很簡單 文字很簡單 另外就是說關於休假的部分 我剛才想想 如果大家真的認為說 其實我個人也是有認為 就是說假日統一 國定假日統一 那換句話說 這七天假真的就要好好來處理 那處理的方式當然 我剛才有講一種就是講惡例的 那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特別修正的東西 就是說你少掉七天假 但是民進黨的版本 現在增加的這個特休假 那顯然天數上 你先不要講那個性質上不太一樣 一個是確定的 一個是可能有可能沒有 然後天數又比較少 所以我在這邊 大家這本大本的 在第49頁這邊有一個 陳一鳴委員等四人所提的修正動議 這裡 你可以看到我的這個是 就是感覺上是比較激進 但是其實意思很清楚 就是把那個七天假轉換成特休假 所以我半年以上 一年未滿的我就幾天 我不是三天 然後一年以上三年未滿的我就變14天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的17天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21天 這個我就不再多講 但是基本上就是前面幾年 通通都是加到 比現在好七天 然後一直到什麼程度呢 差不多在第十年左右 會跟公務員一致 就跟公務員的這個特休假是一致的時候 一致的時候大概就不再多調整了 所以我們這個這個幅度會是 會是一個這樣子的急劇 這樣子同時解決什麼呢 就是短期之前的人 勞工他們 因為假設這七天國庭假日是少掉了 他有七天的休假日 比現在的休假日多七天 那另外一個就是早一點達成 公務員跟勞工的特休假是一樣的 那當然這個還是會有人批評說 對資深的 對資深的勞工好像他好像沒有加到什麼 那這個也是提出來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你至少把之前這一塊 大概不到十年以內的人 他都能夠加到七天 大概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前面的一粒一休那個休啊 就需要比較嚴格的情況下 包括你要加重他的很高的這種 這個叫加班費 還有就是他適用的條件 除了這個突發事故以外 怎麼樣的情形是允許老闆請他們來上班 那這個條件也要嚴格一點 再加上你的特休假比現在多七天為原則 這個的話 你把那個七天假砍掉 可能還有機會談一下 所以這我兩個版本跟大家再來商量一下 好 我了解 來 國昌偉 剛剛有委員提到七十八條之一的問題 我想把這個過程比較完整的說明 我們今天早上八點二十分 在開會以前 我們事實上就已經召開了記者會 那召開記者會 第一個重要的訴求啊 是希望能夠維持住 在委員會裡面 大家所審議通過 那相對 對勞工權益的保障 比較友善的條文 包括了第三條 三十四條以及七十八條之一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為什麼反對 把七十八條之一 去通過民進黨提出來的動議 因為那個動議今天早上 大家全部都收到了 然後不予正列 那理由我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行政法的時候 按照情節的輕重 涉及的人數 它有一個range 有上限有下限 可以去調整 它在那個range方面處罰的罰還 這個事實上在行政法法第十八條 早就明定了 早就明定了 我再說一次就是說 違反的情節的輕重 涉案的人數 影響的人數等等 那個指 那個指導性考慮的因素 事實上在行政法法裡面 十八條已經很明確的 把它給寫出來了 那回到勞動基準法裡面 這個個別行政法裡面 的罰還的規定 如果要有牙齒的話 就是你要把它的下限定清楚 民進黨的版本沒有錯 的確是講兩百萬到一百萬 那如果後面說 你還有加金錢用得 加重到二分之一 但是要說的是什麼 但是要說的是 按照我們目前即使沒有調高 目前喔即使沒有調高 我記得應該是罰二萬到三十萬 如果是二萬到三十萬 代表當兩萬是一個選擇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很納悶 像是郭台銘被勞檢到 你當這個是一個選擇的時候 他罰罰多少錢 那個處罰你要去問新北市政府 他為什麼這樣處罰啊 對啊 所以啊 我現在在講的point是什麼 我現在在講的point是說 當你罰還的range 是二萬到一百萬的時候 主管機關罰兩萬合法不合法 答案是合合法 那現實上這個例子有沒有發生 這個現實上例子有發生啊 所以我們擔心 如果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罰的話 未來大企業 就像郭台銘這個樣子 他一樣啊 是按照法定最低額的兩萬來罰 這個事情會不會發生 當然會發生啊 我們在勞動基準法 我說了喔 要落實要提高罰還 真的重要的是把那個range 把它給抓出來 因為那個最低額 立法者在這個階段是沒有辦法去控制 未來行政機關在行使他的採量權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去行使 我們能夠做的是什麼 我們能夠做的是說 在我們立法設計的時候 怎麼樣就能夠落實這件事情 盡可能的把它做得比較完善一點 那這個是我們之所以認為說 就78條之一這樣子的規 這樣子按照 事業單位的規模來定不同的range 那在那個不同的range當中 他還是有可能什麼 他還是有可能 在那個range裡面 他就回到行政法法裡面 你會按照整個情節的心中 在那個range裡面去行使採量權 進行採法 好 後來 後來 我還是要 講清楚 已經現在講很清楚了 就是說 當初七十八條之一和七十九條的情形 我剛才已經在這裡 包含新聞名的時候 在這裡 我很想很清楚 那現在是你要刷 所以我說這個方向我們可以決定 我們可以同意 我還跟你講說 你說這個 市業規模 我們 我這個 我不會反正你這個 這個看法 你現在也是頂多到五百元以上 然後兩百萬而已 你也沒有 你那個 你所謂 郭台銘的大公司 有一個碰到比例上面去 也沒有 你也最多到五百 兩百到五百而已 五百 五百元以上 郭台銘是 全球是一百萬勞工 當然是 不是 台灣沒有這麼多 所以你的比例也是到此為止 你總 五百元以上 只有兩百到五百 那我們 蛤 你的沒上線是一回事 我針對他講的 那所以我所說 你這個觀念我們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有 包括剛剛吳志良的委員 剛剛講的人數 我們這裡有人數 你情節病 次數 這個有關於情節輕重 這個 這個 我們在這裡有加重罰則 所以今天來談的話 事實上你就是 差距只是在 我們加重二分之一 你已經都到一百五 為什麼一百五 因為 老二計畫手 天皇板就是一百五 那你現在只是兩百到 兩百到 兩百萬到五百萬而已 你也不可能說 這個到人數無限膨脹 我想你自己也有控制 所以今天這個 這只是大家 那怎麼修法一個關於概念的問題 因為都當然有比喻原則 比如說我是醫生 我在台灣醫院當醫生 我看到弄死一個人 是不是醫院怎麼要關掉 沒有這個道理 所以你要 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讓這個整個勞計畫是可以讓的 沒有說所謂審查會通過 審查會大家都說 好這個方向沒有關係出委員會 那我都沒有意見 那時候我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了 我會 刺出三億 我還特別講說 方向委員 你這個我不會反對 這個方向我不會反對 但是不是說你這個版本 我會說 大家當立法委員 要了解整個立法委員 大家前後至少 在座在之前也有搞 也有搞過半年以上了 都知道委員會通過任何 任何版本 沒有意義到院會還是照常拉下來 所以委員會是代表 整個委員會審查 一個大家集體的看法 也要有意見就保留 保留學商 學商就是到最後什麼 要簽名才算數 你不能把那種三億 當作說 這個是誰億 這個不能改 不是這個味道 我還跟你講說 最後一刻表誰才是版本 我希望這個我再解釋以後 也不要再解釋了 這個問題我們先把它釐清 至於我講我們的版本 不是說今天早上拿出來 上禮拜四就拿出來 那這是有沒有注意看 上禮拜曹禮箱 我們就把79已經拿出來 78我們不休 放在79 是上禮拜四就貼出來了 所以大家弄清楚 因為版本真的很清楚 當然有不一樣的東西 那以前是2萬到30萬 現在是全部改了 情節嚴重是2萬到100萬 那次嚴重是9萬到45萬 那不嚴重是照原來版本 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有講 這很清楚 我們最後是講到 有講到情節嚴重 規模 人數 次數等等都有啊 所以 這個是這樣的情形嘛 所以我們說 我們今天拿出來翻嘛 這2個禮拜 就在那裡 本 2個禮拜 特修那個上輩 你說我們無字天書嘛 那個我們 因為我們內部還沒整合好 但是我們一直強調 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特修家要幾天幾天 當然要可以談 你100天也沒有關係 要看得到吃得到嘛 所以我們寫得很清楚 看得到吃得到 以前這個是什麼 以前特修家要請求錢 現在裡面的人行程錢 是強制你一定要給人家 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再講說 看得到吃不到的問題 這是很精切的 文章都寫 版本都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地方 所以請大家 要談論各黨版本的時候 大家去翻一翻 我很認真看你們 今天有沒有什麼改變 國民黨有什麼改變 我很認真聽每個人講話 那無次郎 無次郎的想法 國民黨也不能 今天我們面對一個現場 無次郎的想法 他是很客氣 當然 他有他的理論基礎 他是比較nice的人 他說我主張這樣 國民黨也不敢 不敢前人接受啊 經理黨也不敢前人接受啊 實在這樣不敢前人接受 我們不敢前人接受 所以今天 曹小翔就是 待在這裡 我們做最後 由院長來組織曹小翔 最後要表決前進 這是一環的慣例嘛 所以我們今天要走到這裡了 我們很感謝大家今天還坐到這裡 前面 一開始我比較大聲沒有錯 我向各位抱歉 因為是我心急 我感受不一樣 但是呢 今天講到這裡 沒有辦法彼此說服了 再講三年三年都是如此 我要這樣講 做運動和做食物的 是不一樣 和做立法的是不一樣 我們都彼此都尊重 所以假如說 其實我們現在談到38條 已經並談到38條 然後叫79條 我們把78-1和79條 並做一個條文 這是一個立法經濟的問題 那我們的版本條文內容 假如有任何不足的地方 大家可以再談嘛 那你公民黨的版本 是怎麼樣 你再談得清楚嘛 那沒有再在 這個是已經規律很清楚 不要再什麼起政責任逆轉了 所以說定期就是都照再來 你要特休 你不敢特休 就是以前是請求錢嘛 所以很多員工不敢講嘛 那講到安法委員是另外的邏輯觀念 意思說 農通不可以 農通不可以上班 這是大家不同的意見嘛 不是這樣也是 每個禮拜兩天 全國都不可以給我上班 我們做得到嗎 做不到嘛 這是大家邏輯觀念 一定要有政策 一個選擇 一個決定的時刻啊 這是何其嚴肅的事情啊 所以我就希望說 我們今天大家 很多觀念都在這裡談 重點 就是說 特休假是第二項 我們一直在強調 要看得到吃得到 而且是 一定要肚子一樣給他 至於 剛剛陳怡傑委員講的說 那沒有 他沒有休息日 要發給他多少錢 我們認為再加發一天的工資 你說一天太傻 因為我們在休息日的時候 是2.33 2.66 我們現在變成2 你變成3的話 變成休息日還高 休息日和這個 是不一樣的邏輯耶 那是 週休二日來上班 所以要 讓僱主付出比較多 我知道在 在誰上後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有人在談到說 那是1加2 那1加2就是鼓勵 不要休息嘛 這他們邏輯又不一樣了 江南委員說一定要休息 那一派說 要給他 要給他1加2 那我要去反鋼 勞工的話 我就不休息了 我要賺那個 兩倍的 1加2的工資 這個和我們說 特休要給人家休息 會有勞動員 又不一樣嘛 所以我們今天 很多不同的東西 大家穿查 當然各黨的理念 都不太一樣 那很多條文 是要併著來看 所以是整個 一個修法 邏輯上 包括從 2000到現在 沒有解決問題 包括 雙座巴士改善做事實 等等 一路的配套 這個是 這是增加 加6天不是砍7天 我是希望大家能夠 能夠了解整個 立法是這樣 不是用基建法 就講這個 那就是運動 團體在講的話嘛 那是一個在攻擊的話嘛 好 這樣子啦 等一下 黃偉等一下 大概 大概 增值的點 跟在委員會 講的大概 都差不多啦 都差不多 那 剛才 吳智陽委員 有特別提到 能不能在 特別休假裡面 來做 左調 來 所謂的 七天假的 取消 來做一些 調整 剛才 我是 聽你這麼講 那 李恩修委員 剛才 最擔心的就是 怕 看得到吃不到啦 都是假的啦 那 看 李恩修委 你覺得 應該怎麼修 會讓他看得到 值得到 請你想一下 等一下 請勞動部 你看 文字應該怎麼修正 會讓他 看得到 吃得到 那你 你也稍微想一下 我還有提一個 除了那個 不砍七天假 就是說 砍七天假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彈性的 什麼樣的明目 沒有關係 但是 國民黨剛才 書記長提出來 就是說 那砍七天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調整的空間 砍七天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 在特休假的部分 我一直提到 資深的勞工 他的那個急劇 沒有拉開來 民進黨的版本 三到五年是14天 五到十年是15天 但是其他在野黨的版本 在特休假的部分 其實那個急劇 都有拉開來 我們希望 就是說 在同一個企業勞工 我如果工作到十年 跟工作到第三年 他14天 我15天 來三年 在這個公司也14天 我來第九年 第十年 我才15天 比他多一天 那個急劇沒有拉開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 因為這是民進黨 提出來的版本 但是勞動部 一直沒有他的版本出來 專業的版本出來 所以這一塊 這兩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 請勞動部 你想一下 剛才李委員講的問題 那七天假 我想 所有的假一致 公務員跟勞工一致放假 我想這個是沒有人會有意見 是沒有意見 所以 那剛才那個 蔣委員 是特別提到 那個 打公主 那個 要怎麼保護 他的權益的問題 請勞動部 想一下 好 那國昌的問題 大概就是 沒有啦 我還沒有提我的問題 不好意思 那個 剛剛大家又回到七天假 我剛剛提這個 我 沒有 我剛剛一直舉手 只是一個程序上面的事項 可能要 請主席 或者是請議事處的朋友 確認一下 就是說 可能中間有一些落差 所以有一些落差 是說 剛剛 柯建民委員 他說 民進黨團 在上禮拜四 還是禮拜五的時候 就已經把 不增列 78條之下 79條拿出來 但是我剛剛問了 不是只有我們黨團 其他黨團 大家都沒拿到 所以我在想說 這中間是不是 有民進黨團給議事處 但是議事處 並沒有把它印給大家 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不是我要 從這件事情 去Argue任何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未來以後 議事處在運作的時候 你是不是說 黨團人家 有把提案交給你們 那你們真的有把提案 印給其他人嗎 因為我剛剛再度的確認 不是只有我們黨團 其他黨團也沒拿到 禮拜五給了 禮拜五啦 不是禮拜 禮拜四 禮拜四送禮拜五給啦 禮拜五在宴會就有 院會有的啦 是這樣子啦 這裡就有 這裡就有 不宜真定 這個禮拜四送過來 禮拜五我們 就發給大家啦 這樣子啦 星期五都有啦 院會的時候就有 好來 收到的喔 蛤 是禮拜五 是禮拜五 禮拜五 我沒有我沒有 怎麼 因為每一個都有 怎麼會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本咧 就在裡面都有了啊 你們要自己去看啊 我講是74條的修正動議 蛤 78條 現在講的是78 不然你現在是講 講的是哪一條 會啦 只要是送過來 是修正動議呢 對啊 修正動議 其實九條 上禮拜四禮拜五 我們兩天都可以 我們禮拜五 送出去的 只有那一個部分 特修的部分是空的 特修幾天那個空的 其他都訂出來了 對啊 我指的是七十幾條那一條 有有有 好 所以勞動部啊 等一下 因為我們不可能 針對每一條 然後每一個配套 四個黨團都會一致啦 我想針對 這個勞進法的修正案 更加的不可能 但是能夠整合 能夠融合多少條 就要盡量融合啦 把距離拉近 最好能夠有共識 但是沒有共識 就是各自的立場 我們都翻營 派代表 多少個要來說明 我們都不反對 就陳如剛才 實在地上講的 就你要派多少個 四個五個 你們講 講 所有的理由 但是最後總是要做處理啦 啊處理 當然就是 大家聚明 各政黨 為自己 所主張的來負責啦 我覺得不然我們 為了一定要達成一致的共識 然後一直 我相信我們這一年 三年多啦 我們這一屆也搞不完 這個修正案啦 所以我們盡量能夠有共識 提出來可以解決的部分 我們盡量來解決 那把差距收短 那剩下的差距 當然就是要來處理啊 不要決 我另外再請教一下 就是說 如果按照剛剛院長這樣子說的話 我們可能就 針對比較細部的部分 就三大 主要爭執的 包括了兩例 一例一假 或七日假 或者是特休 日數啊 的部分的條文 我先把它歸類成 就是三大比較重要的爭執 那 我們在邁入三大比較重要的爭執之前 是不是有可能 針對 其他比較次要的爭點 大家再討論一輪 看有沒有達成共識啊 的可能性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想要第一個要 想要拋出來討論的 就是說 針對特休假的部分 那個日數的部分先不論 因為大家有不太一樣的看法跟主張 但是就看得到吃得到的這個目標 大家是一致的嘛 那如果看得到吃得到的目標 大家是一致的話 那我們就這個機制的確保本身 是不是可以先來進行討論 因為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一直提出一個主張啦 就是每年你這樣休特休假 到底是休哪幾天 如果沒有休 你補給人家多少錢 要很明確的把它記載在工資清澈上 那如果沒有記載在工資清澈上的話 他接下來除了行政法環的效果 也有民事舉證責任反轉的問題 那這個看得到吃得到機制的確保 他所涉及的問題層次 可能不是只有變成什麼請求權變行程權 還是行程權變請求權 不是那個層次的問題啊 而是在訴訟的實務上面 舉證責任的問題 在訴訟實務上面舉證責任的問題 那我記得如果沒錯的話 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針對於說在工資清澈上 把它記載的很清楚這件事情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部長基本上也是表示贊同 剛才有一個 不好意思 我可以先講完 我跟黃先生講過 那個沒有問題 來 來講完 我現在可以講話嗎 可以講完 來 所以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部長那個時候也是表示贊同的問題 贊同的看法嗎 所以我就是在想說 就確保機制的這個部分 我瞭解你的意思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先達成共識這樣子 好 這個特修價要多少天 每一個黨團有主張 但是要看得到 吃得到這個絕對是共識 那這個郭部長 要怎麼樣讓他看得到吃得到 是我們三世代委員會提到的時候 我們都認同這樣 包括柯總召其實他也認同這樣子 只是這個要放在什麼地方 大概黃委員是希望在38條把它寫出來 我們是認為那個性質上 在23條會比較適合 因為23條已經有公知明細 我們最多就是在明細的那個裡面 再給他說明說你必須要怎麼寫 所以我們是比較支持說 能不能再23條 這個 部長 這個 要看得到吃得到又行得通 才有用 這個 只要看得到吃得到 放在38條又不違法 又可行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24條 沒關係啦 你三條可不可以 還23條 OK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如果 有沒有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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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 啊這個有 任何的干戈 如果 可以可以沒關係 沒有沒有可以 大家看法是一樣 是應該放進去的 只放哪裡 你這先進去嘛 但是 好 這個國民黨黨團 跟親民黨黨團 對於剛才講的 這個黃國昌委員講的 先確認 看得到 吃得到 大家就放心了嘛 就是放在 第幾條 38條 民進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寫很清楚啦 還有民進黨黨團 這個我不說到你了 好 來來 好 這個剛剛我談過了 我再講一遍 現在要把這個東西 講說你那個 到底領的多少 休假的多少 那個你寫進去 我沒有意見 可是 我們黨團版本的 38條 就講得很清楚啦 特休假是要由 勞工來排定 再來到了第39條講 這個要經過勞工 或工會同意之後 才可以來轉換成 等於是去走一個形式 這一些整體的紀錄跟 資料都是雇主必須齊備的 也就是說 將來我們走這一條路 沒有什麼舉證 責任的問題 勞工沒有舉證 責任的問題 雇主你要證明說 你有給人家特休假 如果你 或是說你 必須要證明說 你有得到勞工的同意之後 然後 來上班到 給了加倍的工資 這些都是舉證責任 都在雇主 勞工沒有舉證責任 所以沒有什麼 勞工要再去付舉證責任 這一回事 這是我們的版本 好 來 我不太清楚 按照民進黨團的版本 所謂勞工 不用負舉證責任 這樣子的概念或是想法 是寫在哪一條當中 我現在在講一個 比較更清楚的事情 就是 債權人 就債權成立之 權力要件事實 負有舉證責任 這是舉證責任分配的法則 也就是說 當勞工 該放的沒有放到的時候 他事後跟雇主產生增值 要給雇主補給工資的時候 就勞工所主張的 這一個請求權 他要件成立的基礎 舉證責任 按照目前民事訴訟法 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 是在債權人 如果說 你按照條文裡面的規定 你要解釋出來說 舉證責任 是在雇主的話 那我就必須要請教了 到底是寫在目前 勞動基準法裡面的 第幾條裡面的規定 因為這個一定要講清楚喔 這個不講清楚的時候 法院到時候 進行裁判的時候 在實體法裡面 就有關於請 就有關於舉證責任的分配 如果沒有做進一步特別的規定的話 就回到民事訴訟法 277條鎖定 一般舉證責任分配的法則 舉證責任分配的意思 當然是在個案裡面展現啦 但是我要跟你強調的是說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講 每一個勞工他的工 他的 他已經在這邊任職多久 譬如說他到任已經半年 他享有三天的特休假 這三天的特休假 以我們的 米朗版本 雇主要事先告訴他說 你有三天特休假 然後這三天特休假 照三十八條 是由勞工自己來排定 然後當然三十九條有例外 就是說排定了之後 如果勞工同意 跟雇主協商之後 他可以往後挪 或是最後放不到的時候給錢 也就是說這整個他的三天的休假 或是這三天的休假 經過這樣的轉換到最後給錢 全部都是雇主的責任 雇主必 只要勞工提出主張 雇主必須要證明說他已經 這個他的給付衣物已經完成 只要他的給付衣物 這法院認為沒有完成的時候 他就必須給嘛 所以我是說 這裡面不要去談舉證責任分配給勞工 勞工要證明什麼 勞工只要證明說你沒給我啊 雇主難道我雇主有給你薪水 這一點雇主不用證明嗎 還有勞工證明說你沒有給我薪水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舉證責任分配 大家的解讀不一樣 你那個是一般的舉證責任 在個案上我認為 我的法定義務 有給你必須是我證明 我有給你 而不是你來證明我沒有給你啊 那所以我們是這樣子主張的寫法就是 這一些都是勞工當然取得的 那勞工當然取得之後 你如果要到法院去主張說你沒有給我 雇主如果要不要 要沒有免除這個責任的話 那必須證明說他已經給你了 這個是我們這個法條上面設計的原意嘛 那你自己拿普通的舉證責任自己去 照一般的債權上面想像說 誰應該付什麼舉證責任 我認為那樣是不對的啦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說明一下 我可以回憶嗎 可以可以 我說明你再一起回憶好了 好 我覺得 我大概還是喔就是說 如果最後啊 法院裁判就舉證責任的分配啊 真的如同吳委員剛剛所講的那個樣子的話 似乎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要再強調一次喔 這不是我個人自己在這邊想像 我個人在這邊主張的舉證責任的分配 我剛剛所講的舉證責任分配的法則 隨便看你要去看教科書 還是要看最高法院的判例 我講錯我負責 好但是 但是 我就是不希望未來發生一種什麼狀況 未來發生一種狀況是說 大家各說各話 你覺得要A負責 你覺得要B負責 如果說有產生這樣子風險的可能性的話 在法條裡面把它寫得清清楚楚的 到底有什麼壞處嗎 對啊怎麼寫來 好不好 好來 好來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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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說這個問題 赤修教以前沒有修的時候 看得到赤得到的時候 常常會發生 因為你沒說 你去跟老闆講老闆不處理 那就沒有了 那就沒有了 所以會稍微是這樣來的 現在 目前沒有修台會有這樣的 你把這個 我先講我們版本怎麼寫 你就很清楚了 第一個 勞工優先 就是說 我今天 都沒有問題 我今天要想一天 特休假什麼 才是勞工優先 但是呢 但是呢 假如有 勞工也有他的狀況 我們要排特休 包括我選兩東西 要找媳婦 對不對 所以可以協商 但那個文明在講說 不是跟工會 因為都是個別 那裡有寫勞工獲公會 沒有 沒有 那就是一本 那就是一本 那就是我們的版本 來 這個是 勞工優先確定了 接下來 什麼 告知優 我們再下一項叫告知優 我以前跟你講 告知優 你說告知優 要再寫一下 你們那個 把它放進來 我同意 就是啊 薪水單 要同意 薪水單 反正有告知優 那23條也有 這裡再加 我沒有意見 告知優 OK 有了嘛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 那強制給錢啊 就是因了 強制給錢 這沒什麼收割餘地 哪有收割餘地 那你為什麼不來就 我 勞動部就罰錢啊 那還有什麼 我覺得方向是一致啊 所以沒有說即勝責任 寫清楚 院長我不講完 好來 時間責任逆轉 請黃偉你講一下 到目前為止哪一個 我們說行法 行法 所有法令裡面 規定即勝責任逆轉 是在什麼樣態 對不對 你想要看看 所以這個已經寫得很清楚 因了 所以 一站就這樣來嘛 你要把它加進去 我們再加一下 沒關係 你再加下去 沒關係 這大家都會說的 對不對 勞工優先 來鎖了 協商 再來 就是告知義務 再來就是一定要給錢 這個很清楚 非常強制 講完是另外一個邏輯 他邏輯是什麼 他說一定要休息 那是另外一個邏輯 所以 你本來就寫推論嘛 這個不再推來推去的 這已經法條寫了 這個 所有法官喔 平常的老公也看就知道 是陰的 來 江偉 來 江偉 好 我簡單回應一下 柯總召還有吳委員 這個舉證責任 絕對不是憑空想像 在法律實務上 法院的判決喔 就有提到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年度奉勞檢至第32號 另外一個高雄地面的判決 也都提到 目前實務上喔 就是有舉證責任 要勞工舉證不可規則於他 所以 現在我們完全不要勞工舉證 我們的版本 要取消勞工的舉證責任 而是未來 勞工優先指定沒有問題 而且 要有告知義務沒有問題 而且 我們的版本要求 當年度沒修完要遞延 而且 陰修未修 加倍給薪 另外 如果 雇主 雇主舉證認為 不可規則於他 如果有老闆 有雇主 他明明已經確定告知勞工 拜託請你修特修 今天你的版本 為什麼要苛責 這些已經進到的義務 要求勞工修特修的 對 為什麼要苛責這些雇主 而且第二有會造成的問題是 違反 特別休假的立法目的 特別休假立法目的是什麼 就是讓勞工 完全休息 你會讓這些 因為 為了要拿工資的勞工 他毫無選擇 不分任何理由 就是換工資 所以 試問 台風價 你們說 這些情況 強制要求勞工換工資 今天 如果 就像台風價一樣 讓他們有選擇權 那這些 員工 他外送 他要去 電影院值班 讓他出勤 所以為什麼 台風價我們要介入 用法律來規定 希望 企業主在台風價 不要讓他出勤 同樣的道理 特別休假 就是要強制他 要求他 能夠完全休息 一樣的道理 所以今天 你這樣子定 讓他毫無理由 換工資 他們就會 為了要 賺這個錢 被 他們就可以去換工資 為了要拿這個錢 而沒有休假特別休假 所以 回過頭來 我想 現在我們進到38條 特別休假實質討論 可是 回到最根本的原因 不管是特別休假 一例一休 二十四條 給這麼多的薪水 核心的問題 到底 我們今天協商 對於七天假的刪除 有沒有討論的空間 我請院長 或是柯總召 能夠說明 如果今天沒有討論空間 我們現在就進入 特別休假 甚至二十四條 三十七條 這些實質討論 等於 我們就 已經 為了刪除這七天假 再做相關配套的討論 我跟你講 什麼樣都有可能 但是 也有可能 學商沒有共識 但是不能夠 學商沒有共識 那就 整個案子就推動不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保護勞工 大家比較有共識 像 剛才 特休假 要看得到吃得到 我們就 把它 嚴謹的 有共識 把它擬定 但是 要多少 特休假 這是見仁見智 這個可以 大家再來討論 沒有辦法 整合 當然就是要處理 但是要保護勞工 讓他看得到 吃得到 好 這個可以嚴謹的來處理 我們的意思 那不可能 每一個條文 一定都 大家有共識 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這個當然最後就是 願會大家 各自政黨負責 為他所提的政策 要負起政治責任 這個一定要這樣做 好來 那個國昌來 好來 我們贊成 看得到吃得到 那國昌委員 你如果認為說 舉證證證分配 你有疑慮 你覺得應該要把它明文化 你把它明文化 我也沒有反對 我只是要解釋 民進黨立法的原理 就是這個特休假是 雇主義務必須 給勞工的 所以雇主有沒有給 要由雇主付舉證責任 勞工只要主張沒有給 雇主就必須證明自己有給 否則雇主就是敗訴 所以 我們把它定為 特休假這些 是雇主必須給勞工的法定義務 這是我們的立法原理 我其實覺得跟吳委員討論問題 邏輯我們大家都比較清楚 他剛剛講的那個概念 從實體法 從實體法 我的觀點是對的 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說 為什麼我們很堅持那兩項 不是沒有道理 不是無地放食 不是要給大家找麻煩 因為很多勞工在勞動訴訟裡面 之所以輸掉官司 不是他在實體法上沒權利 而是在訴訟上 而是在訴訟上 沒有辦法去證明他全力的請求權要件基礎 我相信我這樣子講 我相信我這樣講 不管是對勞動法有研究的學者 還是對民事訴訟法有研究的學者 甚至法官 都會贊同我這樣子的說法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沒有要去否認 民進黨的版本 在實體法上面的要件所做的努力 我現在只是希望做什麼事情 做到說 在程序法上 就舉證責任這件事情 把它搞清楚啊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立了法 是很嚴...就是說很大的責任啊 你放...你這樣子寫 你現在在這邊主張說 這個舉證責任本來就如何如何分配 如何如何分配 結果到時候 勞工在訴訟上面 實際面對法官的 不好意思喔 回到舉證責任分配的原則 除非在實體法裡面 有去變更舉證責任分配原則 明確的規定 譬如說 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求權當中 就主觀的規則要件 那個舉證責任就是由請求全人承擔 那個不是由加害人去證明說 他沒有故意過世的主觀規則要件 而舉證責任導致 在實體法裡面的特別規定 所在多有非常的多 我隨便舉一個184條第二項 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 那這個時候就什麼 這個時候就推定了他有主觀規則要件 必須要行為人自己去證明什麼 自己去證明自己沒有過世 這個就是在實體法裡面 就舉證責任的導致 他最清楚的條文 那因此回到整個訴訟面上面 勞工要請求的時候 最實際的場域考慮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慮兩件事情啊 第一個是證據方法 第二個是舉證責任 那因爲證據方法這件事情 就工資清澈我們要求說 雇主你就很清楚的把他寫上去嘛 那你今年到底是放哪幾天 那如果沒有放你給人家多少錢 你寫得清清楚楚 就沒有問題了 那而且我們還接下來是 你如果沒有記載的話 這個時候舉證責任導致 就是由雇主去證明說 勞工真的有放到他本來應該要放的價 那否則雇主他會產生民事上面給付的責任 我們在設計條文的時候 基本的考慮就是這個樣子 我已經就是說在委員會也好 今天也好我就希望說 如果大家都認同看得到 吃得到的這個方向的話 是不是可以考慮說 把這個機制也納到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版本當中 我來綜合一下 我想今天大家都正在 應該要如何讓他看得到吃得到 這個方向沒有變 我再次重申 民進黨是勞工優先對不對 然後有變動的時候放東西協商 第二個就是說 一定要民視 民視你 我們一定要告知醫護 告知醫護 假如你認為我們這個告知醫護 還要再加你那個所謂二三條那個 二三條再重新在這裡寫一次 我們沒有意見 要寫清楚沒有意見 再回到我們實際法的問題 法官在審酬案件的時候 一定是看法條怎麼寫 過去為什麼常常在這個事情會告 因為過去法令是這樣 勞工沒有放 沒有放跟住主講他要放 故事沒有答應 那個他連鐘都領 他領不到錢了 這是請求錢的概念 現在變成形成錢 包括要離開的時候 他 我要立法公司 我們要結算 你剛才沒算 也沒辦法算 所以才會發生這些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裡把實力法上寫個因 只要國通委員認為這個還有問題的話 我不希望說法條寫的會兩個是 博士的觀念 所以我建議 在我們條文裡面 就是說僱子應發給工資 然後加一個勞工不負即正責任 這樣也可以 那就很清楚 再清楚也不夠了 就是文子的廠要去調整 來啦 那個我建議一下啦 不是啦 我建議一下 非常精簡啦 你整堆看不到啦 我建議一下 那個 那個官部長 你看一看那個 實在力量那個 實在力量那個版本啦 實在力量版本那個最後兩項 他最後那兩項 他就是在講說 第一個就是要記載在工資清澈嘛 這個我們也接受嘛 對不對 再來就是說 他其實最今天在談的就是 我們都不反對這個應該要雇主舉證 我們是任務民進黨這個版本就當然就雇主舉證 可是國昌他們不放心 任務還要再放進去嘛 那把最後一項也放進去 這樣有什麼不好呢 你看看 如果我們把 民進黨第39條的這個版本 然後把黃國昌實在力量他們的這個最後 38條修正案的最後兩項 把他放到 放到這裡面來 實在力量版本沒有寫 極限責任倒轉的問題啦 他只是只是清澈而已嘛 他有推定啦 他有一個推定啦 推定 最後一項也沒有問題 推定 那另外還有一個 不是啊 法律上推定就是如果 推定就是 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有 反對證據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推定推翻臺 所以推定是有 這個決定責任 反轉的意思 會選勞工不服這個簡單 怎麼樣嗎 會選勞工不服 Hudurk 這是針對正脇嗎 再加一句話就好 好來 蔣偉安來 我想柯總知道很清楚喔 我們的版本就是把決定的責任導致喔 把他明文在38條裡面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再強調 現行的勞基法 其實他並沒有 文字上面根本沒有在做決定責任的規範 但是訴訟實務上面 不管是我剛剛講的這些判決 實際上面就是有要求勞工負決定責任 所以現在我們都同意要由雇主來負決定責任 所以 所以就司法訴訟實務上面 即便你的文藝上面解釋是因 可是今天如果雇主跳出來說 我明確已經要求勞工要修特修 排定了 今天雇主 如果他可以舉證不可規則於他 當然就不應該讓他付給工資 所以在基於訴訟實務上面會有這樣的情形 我們版本要求就把決定責任導致 把他明文化規定在條文裡面 所以 剛剛不管是 你們是一樣的 吳幹事長或者是柯總召都同意 要由雇主負決定責任嘛 所以把他明文化沒有問題啊 在避免訴訟實務上 會造成 如果今天 勞工 被雇主告說 不可規則於雇主的情形 勞工是屬於弱勢的話 這樣子 反而 沒有辦法達到這一條的目的 好 好來 沒有了 我齁就是 我 我還是講啦 我在這邊是希望能夠往前推進 幫勞工多爭取一點錢力 我完全沒有我執啦 我按照順序來討論 剛剛倒數的第二項 剛剛那個 吳秉睿委員也好 部長也好 大家都表示同意了嘛 現在主要是在最後一項 那樣子的規定 勞勞動部有異議意見嘛 好 那我現在改一個寫法 然後請勞動部 還有其他黨團的代表 是不是大家都聽一下 注意注意聽一下 這個就是你們剛剛所說的嘛 但是我必須要跟你講啦 作為一個 一直在研究民事訴訟法 舉證責任分配的人 我在這邊講話 真的要負責任 到時候去運作的時候 勞工跟你們在這邊講的 就是勞工去 面對法官的時候 實際操作的效果 跟你們講的效果不一樣 我講一句比較直接的話 承擔苦果的是誰啊 承擔苦果是去打官司的人啊 不是今天在這邊坐在這邊 隨便講的 好我這樣講是 雖然這個項目啦 我自己看起來是覺得 這個法條寫起來是長得蠻醜的 但是我就按照你們剛剛的意思 把它寫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者 由雇主就其權利不存在 負舉證責任 這個就是你們的意思嘛 這樣寫你覺得會比較好嗎 怎麼樣 好來啦那個吳秉 我來陳述一下啦 國昌委員你可能認為說 你是專研民事訴訟法 我當過七年的法官 這個舉證責任怎麼分配 我也遲到一點 那我們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法定義務 那法定義務只要主張 你沒有禁法定義務 自己主張自己有禁法定義務的人 必須負舉證責任 這就是在特殊的狀況之下 舉證責任分配的法則 好沒有關係 你可以不贊成 你可以反對 可是我是覺得說 既然他這麼強調 為了和諧 意思跟我們相同 增加文字進去 我也贊成啦 那其實就是把你的第二項 雇主違反前項規定者 推定其位於勞工各款 是特別休假 到這裡就好 加倍我們這個 前面前面就有啦 前面就有啦 前面這裡就有講啦 這個 沒有我覺得剛剛的討論 還是有在往前進 就是說 如果是按照剛剛吳委員 他一開始覺得說 他覺得按照民進黨 的版本那樣子寫 就會產生的效果的話 我們現在都不要去講說 誰的法律見解一定對 或一定比較好 但是大家都同意說 把它寫明確 讓勞工的權利 比較有保障 這個都大家共同的目標嘛 所以如果要按照 剛剛那樣子的寫 就是說 按照剛剛吳委員 針對民進黨的版本 所做的解釋 建立起來的法律原則的話 是不是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勞工 以本條主張權利者 由雇主就其權利不存在 負舉證責任 這個很清楚啊 完全在分配舉證責任的問題 而且這個舉證責任 對對對對對 沒關係啦 你現在可以嗎 因為我剛剛 我也無所謂 好那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 法律部今天沒有來啦 沒有關係 你在我們的陰 沒有問題啦 你本來在實體法裡面 就可以去 去讓 法律 你請他文字 那個國昌兄 你問議法 問議法 好嗎 我先好 我先好 先好啦 啊國民黨這方面 針對看得到吃得到 就坐到這樣就是說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3637 然後現在要挑到38 3637也都沒有解決 然後現在來38 不是 先從有共識的先講啦 對不對 有共識的 我們已經提出來 就是說如果那個37條 沒有一個處理的話 其實是本末導致嘛 對不對 除非是我們已經放棄37了 對不對 37不處理了 那你來談特休的問題 因為 其實特休跟3637兩個不必然 那麼直接的關係啦 現在就是說 反而是3637是最直接綁在一起 對 甚至以修法的急迫性來講 我必須講 今天 執政黨會急於要趕快修 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 因為你有休假的問題 對不對 安排的問題 但是那個主要是涉及到36條37 對 特休的部分 特休的部分 就算今天沒有談出任何的結論或共識 他都還有時間可以談 因為他其實特休跟3637 他是沒有一定綁在一起的 好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現在花好多時間在談38 不是 然後真正跟核心休假有關係的3637 完全沒有談 好來 不是 我比較認同那個張啟成委員的說法 因為38條是特休假的部分 那如果照剛剛黃國昌委員的意思 其實在38條裡面 國民黨提出來的版本 其實應該就跟柯總召的意思差不多了嘛 就是勞工本來就不負舉證責任嘛 所以 基本上 這個部分大家應該是有所公事 然後 可是問題是你要先討論 前面的 三十六跟三十七條嘛 你三十八條是已經是有針對特休假的部分了啊 對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有點 幾條幾條來啊 不是這樣 我有一個名字 我們在那邊 黃委員說要74條 大家有74條 78條 78條 79 那大家要帶他們走 那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 到底要 不是啦 各位 剛才是有一個共識 就是大家覺得 要保護勞工 有一致 一致的部分嘛 所以我的意思 先處理嘛 對 所以 院長不好意思 好 所以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剛討論的 我就說 如果就針對要保障勞工權益 勞工本來就不應付舉證責任的話 這個 所以文字 在38條的文字國民黨的版本 其實就比較符合所謂 時代力量跟柯總召的意思嘛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對不對 就是 剛剛 蔣委員有討論的被壞嘛 所以這個已經有一個結論了嘛 對嘛 那我的意思說 那 但是另外就是說 如果36跟37條 要不要在 在 應該先行討論嘛 因為 你有了這些 才有所謂的 跟特休價錢 是沒有掛鉤的嘛 我了解 陳委員的意思 現在就是說 36跟37 我們有一些條文 不見得大家 比如說特休價 有的主張7天 有的主張3天 有的主張5天 所以院長 我的意思說 是不是把 有可能有共識的就拿出來討論 啊對 啊我們就是在這樣做啊 不是 可是我真的聽起來 啊這個文字總是要修正到有共識啊 但是我覺得真的不是因個人開心到哪一條就到哪一條 然後 沒有啦 我斷的重複 沒有啦 沒有啦 今天再去 36 37 38 然後74 等一下又回來 又78 又79 沒有啦 然後再回頭再回頭 等一下那個討論的順序要怎麼樣 實在力量這邊都尊重那個 親民黨團還有其他黨團朋友的想法 啊不過 因為剛剛 我們 就這件事情 最後看得到刺得到這個事情的私之討論 剛剛勞動部 他們已經同意了一個 的條文的寫法 然後把文字整理完了以後 等一下再發給大家 看這樣行不行 好來來 現在大家都沒意見嘛 你要講比較明的 還想不如 對啦 極限責任逆轉也沒有關係 我們講說因 然後我說那 勞工部負責極限責任 然後覺得 你要再重新寫一項也沒有關係 文字寫出來 但是我現在請 因為這個曹小鄉 這個有關於這個部分的問題 應該要法務部來 這樣法務部次長馬上到了 要把文字清潔一下吧 假如說這樣都沒有問題 就這樣處理吧 反正大家方向是一致 因為這個文字有很多不同的 顯現的方式嘛 國民黨有國民黨顯現的方式 也顯得很長啊 那 怎麼要 懷疑工傳 結合 對啦 對 對大家最放心的 我沒有意見 對 好來 好來 這個其實喔 如果說要是順法律文字喔 特別是涉及到 舉證責任 文字 處理的問題啦 我在想說 看除了法務部的司長以外 因為法務部喔 他基本上主管啊 的法案啊 是在刑事訴訟的部分 就民事訴訟的部分啊 看要不要找司法院民事廳的廳長來 他比較主管的是在民事訴訟法的部分 顛倒顛倒顛倒 何不是民事 沒有啦 那個司法 司法 司法院 司法院 司法院的案子 司法院在主管上是主管訴訟法啦 程序法 那法務部主管的是實體法 那現在 所以何物馬上來了啦 司長 司長馬上來 我們大家來試試看嘛 我們來試試看 但你齁 就 廷廷剛剛委員講的很有道理嘛 就訴訟法的部分 特別是民事訴訟法的部分 當然是請司法院民事廳的廳長來嘛 我跟法務部 交這麼久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法務部的主 司長馬上來了 沒有 我都不知道法務部的整個主管 到底有哪有主管到民事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 他 民事訴訟法是失懷了 失懷了案子 民宿是 法務部 啊 不是啦 我是覺得這樣子啦 大家不要爭執這個東西嘛 因為這個東西 基本上大家意見看法是很接近的啦 我想 法務部來 跟司法院來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啦 他們 我是認為法務部來跟司法院來 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啦 好來 寫好 我們寫好再唸一下 好 好 那現在喔 主席我們確認 現在 主席 對不起 院長 現在是從 剛一開始 協商的時候是說要從前面開始討論 那我們現在 跳到38條 那前面的是沒有共識還是怎麼樣 你們都 因為你協商的程序 我都知道 我們剛才 你們都出去進來 啊 我們講話都要講好幾遍啊 就是說 有共識的先把共識的文字把它擬好 那沒有共識的盡量來看能不能有共識 那真的最後沒有共識 那就到院會大家來處理 啊 就是這樣 啊所以 剛才就是針對 啊 委員還沒有離開的時候講 要 特休假 讓勞工吃得到 看得到 那要 法條怎麼 怎麼來處理 會讓他們吃得到 看得到 剛才就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院長 但是民進黨一開始講的 他們這幾本是幾包 沒有啦 阿人告訴他們嘛 同意吃得到 但是 到底特別假要幾天 這個 大家是要討論上的 特休假跟一粒一休跟砍七天 其實這是兩件事情 對 阿所以 我們 我們如果今天陪在這邊協商的話 我不希望 變 如果搞到最後變 我們出去之後 搞表決變成說 欸我們放水喔 我們在打假球 這個沒有人在放水 這個大家都為政策負責啦 都為自己政黨的政策負責啦 那 所以我們有共識的部分就是要 特休假要讓勞工吃得到 看得到已經有一個共識了嘛 那現在 我們就開始 院長 好 那個共識是不用談就是共識 哇 兩個 借到你不看大家借到 借到 難道會看不到 我們當然是要看得到 院長 他講 我比較不懂 所以我們等下還會討論 三十六條跟三十七條嗎 好 我們現在就恢復到 那還是說 三十八條的特休假 其實就是所謂一休一立的配套了嘛 就所謂民進黨一休一立的配套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三十八條 包括可能剛剛討論這麼久 所謂就是勞工不負於 舉證責任的這一塊 是不是就是一休一立所謂的配套版 是這樣嗎 其中之一而已 其中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討論 其中 三六三七 好 那我們現在 會嗎 現會啊 我們現在就再來討論嘛 盡量有共識 比如說剛才江委員有提到 不是江 吳委員 能不能 砍七天假 用特休假的方式怎麼來做處理 這個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 這個方向的共識 因為我們的假還是要一致嘛 那你要一致 勢必要移動七天的假嘛 我再講一下啦 我現在剛剛講就是說 把時代力量黃國昌委員 還有時代力量版本的那個 後面兩項 但是最後一項有改變啦 有把文字改寫 把他放到民進黨的這個 黨團版本的第39條的後面 另立第二項跟第三項 第二項就是我讀一下 雇主因將勞工每年特休假之日期 以其未休假所發給之工資數 而記載於第23條 第二項所定之勞工工資清澈 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書面通知勞工 明文把他寫在法條裡面來啦 你講的是38還是39 38 38吧 他講的是 你講的是39啊 那現在喔 對於這個特休假的多少天跟 7天假要讓他變成所有公務員跟勞工一致放假 那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好來 39啊 你講的是39嗎 對啊 我們修正案的39 我們修正動議的39 後面的第二項跟第三項啦 38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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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寫39耶 勞動議的第三項第39條條文修正策動議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民進黨的動議版本 我是說把他寫在39條後面啊 你要直接改38條的內容嗎 為什麼 你如果是特休 你要不要就放在38條後面啊 你想是38啊 38啊 38啊 是這條啦 是這條啦 38條看著要次數要到的部分 第二項嘛 對不對 你要放在39 也是什麼叫休息日而已啊 這是 那個休息日告訴大家 那不是五星假 所以要放在38條第幾項 就是你把最後一項改啊 其實書面的是倒數第二嘛 你倒數最後那個 你講的部分 不好意思主席 我想國昌的意思大概就是 把38條內容 但是你們的條文內容 有一個最後一段 我覺得 我覺得是跟前面最後那一段 是有點重複性 因為你們是要把23條 其實也放到38條裡面去嘛 但是你的版本裡面 你看一下你最後那一段 雇主委婉前項規定的推定 推定其位於勞工各款支 特別是要勞工得請求加倍工資嘛 所以你再回到在前面 前面在上面你那一 這兩半的 特別休假因年中 終結或終止期月而會工資因加倍 院長我們國民黨團陪你們做那麼久 第三十八條我們也有提出 我們的修正版本啊 可以啊你們提出來啊 民進黨願意接受才好 不然我們陪著你們實力 跟民進黨在談 我們親民黨跟國民黨 坐在這邊做那麼久 他們在談的是要 讓勞工看得到吃得到更保障的 如果要修三十八條大家就一起來 有啊 剛才獎委員有 剛剛獎委員有講很多啊 好那我現在沒有在罵你們嘛 我在講我們國民黨版本到底在哪裡 我沒有批評你們實力的版本 那你們的版本呢 你可以提出來啊 看你們有什麼想法 我剛才提到資深的勞工 五到十年這一塊 我認為急劇應該來拉開 現在開始進入到 三十八條嘛 我沒有反對實力的版本 我一直沒有反對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版本也納進來 畢竟實力這一塊的版本 其實急劇也是有拉開的 好來 不好意思我先跟李委員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先討論後面 有關舉證責任分配大家共識比較高 剛才有共識 剛剛在討論這個部分的時候 萬安委員其實也發表了很多很重要的看法 那跟大家的想法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那至於說 國民黨想要談前面的天數 然後就資深的部分日數把它加長 這個我們也百分之一百支持 那只不過說我們剛剛的進度是說 就有共識的部分 先請行政部門 就他們可以接受的條文 先把它擬出來 大家再確認一下 讓我們下一步再往前走 我先跟李委員做個說明 所以現在後面這個法律條文的部分 保障他們看得到吃得到 已經沒有問題了 這個一修正 剛才蔣委員的文字做一些修正調整 那現在就涉及到第38條的前面了 好 那到底半年以上未滿 一年要多少天 這個 大家的意見看能不能整合 現在就進入到 李委員 現在就進入到您的問題 看能不能整合 看得到吃得到已經沒有問題了 好 好來 來 這一條請大家表示意見 就是38條的部分 就是特休假 到底應該要給多少天 然後對於不管是中小企業還是勞工 雙方能夠有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現在就進入這個問題 好來 院長我們每一個在野黨其實都有提出版本出來 有 其實大家都不是不能夠協商 這個版本 所以現在就在協商 好可以那就拿那個版本出來 看民進黨要接受哪一個版本 好第38條 是不是我們把各黨團的都把它練一遍好了 後面的兩項增加的部分 我們稍微整理好再處理 好來 前面的就是休假的部分 來 針對勞動基準法第38條條文修正動議 民進黨黨團的提案是第38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 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因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依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兩年以上三年未滿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則每一年加給一日 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 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 或勞工因個人因素 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 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 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節或七月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某月某日修正之前四項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好 繼續宣讀國民黨的來 有沒有 好來 繼續宣讀國民黨的休假條 李委員現在在宣讀你們的喔 看一下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 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 每年應一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則三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滿則七日 三三年以上六年未滿則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九年未滿則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則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工優先指定 雇主或事業單位不得拒絕 但雇主或事业单位有营运及迫丧之需求者 应与劳工另行约定使能更改休假日期 当年度特别休假得递延至一年三月底前行使 劳工之特别休假应年度中节或终止契约而未能休闭者 其应休未休之特别休假日数 雇主或事业单位应加倍发给公知 但雇主或事业单位能举证证明未能休闭特别休假 系可规则于劳工之室有者不在此限 接下来宣读 时代力量 先亲民党 亲民党 亲民党第38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 每年一一左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半年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十日 四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十四日 五十年以上则每一年加给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 特别休假日期应有劳固专方协商排定之 但有妨碍事业正常营运时 劳固得协商再变更之 为特休假假期内之工资应由雇主加倍发给 特别休假该年度未休完之日数得地延一季行使 特别休假应年度终结超过地延期限或终止契约 而未休者应休其应休未休之日数雇主应发给工资 接下来宣读时代力量的第三十八条 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 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 一特别一半年以上一年未满者四日二 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三 三年以上六年未满者十四日四 六年以上九年未满者二十一日五 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二十八日 六满十四年者第十五年起每年应给休假三十日 特别休假日期应由劳工优先指定为原则 雇主不得拒绝但雇主有急迫之需应与劳工另行约定休假日期 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或终止契约而未休者 工资应加倍发给 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日期 以及未休假所发给之工资数额 记载于第二三条第二项所定之劳工工资清测 并于每年定期将其内容以书面通知劳工 那至于最后一项刚才黄委员已经把它改成 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者由雇主就其权利不存在不取证责论宣读完毕 好后面的大概有共识 等一下法务部跟劳动部你们再把条文 后面结论的条文 那现在大概就是特休就要给多少 我们看半年以内未满一年 除了时代力量是四天之外 其他大概都是三天 那第二个一年以上三年未满则七日 这个大概四个版本都一样 没有没有 他们只有七天而已 那我们的呢 那年以内变成10天哦 年三天变成14天啊 所以你是比较多 那这样子应该是潮比较多的啊 那要怎么样配套啊 前几年民进党的版本比较多啦 后几年他们的版本比较多啦 其实潮多的方向哦 我觉得可以潮多的方向大家来协商 每一个集聚潮多的方向大家来协商 那这个要折中啦 那这个要折中啦 这个有配套的啊 如果你们觉得 因为有一些是民进党的版本 前面都是民进党的版本啊 前面没有民进党的版本 没有前面几个集聚啦 前面几个集聚民进党到一 没有 两年以内就挑到十天了 所以这个是应该会有共识嘛 十三年还是七天 三年我们挑到十四天 你们还是七天啊 对不对 就是说 尤其看 唯一是 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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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到九年那一段而已啦 委长 柯委员讲的是啦 就是你们在中间那段会比较多嘛 这个我们也不反对啊 六到九年比较多啦 对啦 那我们是后面那段比较多嘛 对不对 而且 其实 你们有分析过嘛 其实 劳工会在个定的 单一企业里面会待那么久的时间不可能嘛 不是不可能啦 比例很少啦 那你为什么后面干脆就把它放多嘛 有什么关系 如果他修到的机会也不多 对不对 那你中间那一段 变比较多 我们也支持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 这个不会有一些不一样 OK 现在 这版本一对就很清楚嘛 六个月到一年我们三天嘛 对不对 那国民党也是三天嘛 国民党三天嘛 实在是要四天啦 那两年到三年的时候 两年到三年实在是国民党都是七天 我们两年以上就三天了 就十天增加三天 第三年我们变成十四天了 你们还未知在七天 唯一 现在差别在什么地方 差别在第六年 第六年的时候 国民党是 第六年到第九年加到二十一天 直接把汉公務人员 牵到二十一天那边去啦 这比较公務人员 实在量 但是国民党在往后以后 九年以后都加一而已 那实在量是全部加到公務人员 所以你是加来加去的 那我们是 有很多段 我们是比你们好的 但是说 我们现在 特休要比较公務人员 这个邏輯的问题啦 對不對 所以说 你们是把公務人员的部分 在第九年以后加上去啦 第九年以后加上去啦 第九年以后加上去啦 那前面的话 一到六年民进党都比 比国民党的预期实在一样多 有的都有四天的 这个议题是 比较 我觉得 就是说 站在 不同的角度 在思考 國民党和实在量也不一样 國民党九年以后 九年以后 每天只有加一而已 和我们一样 我们六年以后就全部加一了 他到九年以后再加一 因为我们 台湾的劳工的确在 一开始 在调试 前两三年 换工作的机会很多 所以应该给他 在这一段时间 多一点特休假也是应该啦 如果各党团其实觉得 特休假真的是 大家共同的一个方向 多放一天少放一天 是不是能够保障 刚进去前几年 刚在适应工作的特休假 给他多一点 这个民进党团的版本 如果大家能够接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讨论 但是 看得到吃得到 那个方向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个法令修订已经没有问题了 所以李委員你最担心的 看得到吃不到 那个问题都解决了啦 如果可以 所以这一条是不是大家就 依照 刚才 共同提出 这个法条的修正 但是日数 能不能就 遵照民进党的 天数来办理这样子啦 但是看得到 绝对吃得到了 因为法条已经修订了 但是我们现在好不容易 从民国19年到现在 好不容易有讨论到的特休假 我认为 那工程 73年 劳基法是73年 特休 特休那时候是19年 开始制定的嘛 没有关系 不管哪一年啦 总是 我还是认为 资深的劳工 我们这样子在讨论 只给之前的劳工 比较多的假期 我觉得好像在惩罚 在同一个企业资深的劳工 你的资深喔 你的资深是到第九年每年加一 和我们一样啊 我们这第六年就加一的啊 我们第六年就开始每年加一 到第九年来加一啊 你说资深就是 第九年以后加一啊 民进党的版本是5年以上 未满10年 就是5到9 你们是15天 我的版本是6到9 未满者21天 15跟21其实有很大的差距 那个部分是有差异 但是我们前面比你更多啊 那个总赵 我们要的是 每一个不同集聚的年资劳工 大家能够差异性可以拉出来 不是说你只可以 那你这样子好像在惩罚 在一个企业当中 比较资深的劳工 这样不公平吧 那哪里来做 那都公平啊 你这样好像在 你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这种是进步很多 进步跟我们差不多 其实你九年以后跟我们一样啦 我们日文就开始加了 大家 大家 我觉得方向不是差很远 我们都是要保护他能够 特殊价能够来执行 差一天 大家能不能 好来由命委員 我想 其實刚才 柯建民委員也讲了嘛 你在一年到五年之间是比较好啦 那我们的情况是 我们六个月以上是四天嘛 然后在六年到六年以后 我们这边是到二十一嘛 那我意思是说 二到五这边 没有问题啊 因为民党的版本给的天数比较多啊 那可是半年这边 是不是到四 我这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也减一支 你也减一支 大家来做一个协调啦 对半年 二到五这边 我们支持民党版本没问题啊 那只是说你半年这边 你要不要多个一天啊 这不是讨价还价 你本来三天 那你现在出来说 跟大家讲四天 对不对 人家也觉得有些变化 那至于我们这边是 六年以后会比较多 那就像大家讨论 六年以后 在一个个别企业 单一企业待六年以上的 其实 你六年以后全部都叫公务人员啦 坦白讲 那有点困难啊 对啊 公务人员就修一半而已啊 那你半年要不要多个一天 出去大家讲说 这个职任党有变化 那请劳工部回答这个问题 来回答就是 就是半年多一天 其他就造民进党这样子 没有啊 没有啊 意思就是这样啊 没有啊 那是不是这样 没有啊 那半年多一天 其他后面就造民进党的 啊 因为不要跟公务人员 那九零六到二十八天了 来 那是完全公务人员系统了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好不好 我讲一半 好来来 先先 沒關係我讲一下 我讲一下齁 现在齁 这几天几天党要按照 各有不同邏輯啦 但是刚才我们谈的 看得到吃得到 佛部也来了 那他认 他认为我们要加加也可以啦 不加也可以 那加加的话 他在蚊子上面有所调整 是不是 請佛部 另外 即正帑任令長的问题 我先想想想想想ta 老公 我表達一下 院长 院长 我表達一下意見 我的看法是 dedic 為什麼半年三天那個不是隨便抓的 因為一年是七天 所以半年如果你是四天的話 那兩個半年變八天 這個在整個階梯式的邏輯上面 這樣子的說法不合理 所以你一年如果是七天 半年的年資畢竟比一年少 那以前半年是沒有的 是零的 所以我給你加是加三天 那如果你半年就要加到四天的話 就超過二分之一 你那個整個增加的比例的那個曲線 我不贊成 那個勞動部你們要說明 三天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為什麼會三天 你要講理由啊 法委我們在考慮的過程當中 其實所有的版本十幾個版本看起來 其實大概幾乎只有一兩個版本 是用一個版本用四天 其他都用三天 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考慮的方向都是一樣的 我們覺得是 我們覺得是就是不到半年嘛 所以我想說這個在第一年的時候 就是不超過一半 用三天這樣子我想大家不要能夠接受啦 我們大概也問過一些大家的意見 大家比較傾向一次三天 沒有啦我們也沒有支持三天啊 那個中孔趙委員他之前是勞動局的局長 他也是三個月以上他就給四天啊 所以這個沒有大家都支持三天這件事情嗎 對不對 沒有堅持 你做半年他就變成八天 可是不可能喔 食物上面沒有那麼無縫接軌啦 如果你換工作通常也不會直接這個做半年 我下一個就做半年 通常那個做半年要再找到下一個工作 其實他都需要一點時間 他不可能說他一年就十幾個月他就拿八天 這是有難度的啦 我實際上是說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是說誠意的問題嗎 如果我們半年是三點五天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捨區而不是進入 這問題是 我們很有誠意啊 原來是零天耶 原來未滿一年是沒有半天耶 一天都沒有啊我現在加到三天 那你們的想法就是一直加碼就叫誠意 我覺得這樣 不是啦 我以為你也知道那個脈絡是你要 你之前你要把七天假弄掉啊 對不對這個脈絡很清楚啊 所以你不能說你是從零到三啊 今天假是另外一個邏輯好不好 不是啦 當時你會動到特休這一塊 不是因為特休太久沒休你要休嘛 不是這個原因嘛 特休就是老公一直在講看得到吃不到 即便功能也是如此 來 那是你要休特休之後 我們再出來講說你看得到吃得到 我想總共有幾個版本 民營黨一個版本 時代電一個版本 國營一個版本 都四個版本 在休假上面都 有的更有優劣啦 大家不要說當對方 更有優劣啦 那我相信 也講得很清楚了 這一第一項就列為表情實上 因為四個都沒有整合嘛 一定是四個列為 但第二項的部分看得到吃得到的部分 我現在把蚊子看完 來 讓六位 大家共同同意的部分嘛 你可以嗎 如果真的看得到吃得到這一塊 大家同意是不是就簽個名 否則等一下 柯總知道說沒有簽字都不算話 很好很好 對不對 他們沒有在撤喔 就是這個附件嘛 簽這個附件嘛 那先完成一點 這個是家 這家相 你們有意見啊 你們有意見啊 好像你們兩個講好的就好了 你們也是一樣 你們都是同意的 這邊還有國民黨 有有有 絕對尊重 不同意 對不起 對啊 38條 好我講我的 沒有啦 第二項 第二項 來 第一個急劇啦 半年以上四天 我們支持四天 支持實力的版本 這是一個基本門檻 就是說你做滿半年 可以修特修 其實在我們初次就業的人來講 他工作滿半年 然後未滿一年 這種情形還蠻多的 就是初次找工作 第一份工作了 所以他這個一個基本門檻四天 給他們稍微多一點 多了一天 這個我們支持啦 這是第一點 所以這個第一項的 第一個急劇 我們支持實力的版本 再來其他我們沒有意見 只有在第四個急劇 國民黨的民進黨的第五個急劇 但是是我們的第四個急劇 也就是實力的第四個急劇 六到九你們是五到十嘛 這個差距比較大 這個實力的朋友你們可能也要看一下 他們的五到十 我們是六到九 他們五到十呢 只有十五天 我們的六到九跟實力的六到九 我們都是二十一天 差最大的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是這個 我們堅持在六到九這一部分 因為差距太大了 不像第一個急劇那個只差一天 其實大家的版本所差不多啦 那個差那個一天 但是在這個五到十年 就是說你們民進黨的第五個急劇 實力的第四跟國民黨的第四急劇 這個差太多 差六天耶 這個急劇 所以這個差太多 阿翔阿 實力是二十 到第九 實力的第九是二十八天耶 你有沒有搞錯 你們是二十一天耶 我們二十一 你們是 十一二十八耶 對 實力二十八 你們是最低的 我們是十五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按照你們的版本 我們是中的 不然按照我們的版本 二十一天的 那親民黨這裡 親民黨的大概是跟 民進黨黨團大概是比較接近啦 你們十五嘛 那能不能 實力二十八啦 實力最 我們不能 這個 這個協調不能是 找四個黨團最優惠的 那 這個 這個學商 這個出去也會 我們是 大家來找一個比較合理 大家都能接受 而不是把 每一個黨團最優惠 還是最不好的 不要這樣子啦 我們來 這個搞消息比工程還好 好 好不好 因為 好 同意啊 好 阿 緯作委 剛才喔 就每一條 剛才這個後面 後面這個是特別的共識啦 那個 蔣委員剛才 特別 我知道 對這個 有他的堅持 阿怎麼樣 大家的時間 如果這一條有共識 就是今天最大的成就 第二項有共識喔 那 第二項有共識的話 不是只有那兩項而已 要把民進黨的 正在版本再加進去嘛 只有時間而已啦 時間啦 沒有啦 第二項的部分 看得到這個部分喔 不是只有那兩項而已 不是現在改的那兩項而已 那兩項是增加進去的 增加在後面的啦 所以 所以要變成 要加兩項啦 對啦增加在後面 三項變成五項啦 對啦 對啦 那更有保障啦 增加後面先簽名嘛 沒有啦 這個就頭前 如果議員能夠說 好來 議員能夠說得好 大家就做會簽名 議員不能就簽 好來 那議員不要 不要 不要 院長還有各位 其他黨團參與協商的朋友 就是說 就新增後面這兩項的實質內容 這沒有問題 我們絕對支持 只是說 就文字上 那個 我請 可能還是大家 參著一下 現在法條文字書寫的立法體力 比較少看到這樣子 寫的啦 那我講的比較具體一點 就看一下消費者保護法 第17條之一 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一 那真的比較好的 就是文字還是 不要這樣講 好像有點不太可 就是說 真的比較符合現在立法體力的文字 還是我本來寫那個樣子啦 就是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 者 由雇主就其權利不存在 負舉證責任 那這個就是說 者 前面 講的是一個情狀 那後面 就什麼事情不存在 負舉證責任 這個是我們現在 在進行舉證責任分配 如果實理法有明確規定的時候 一般都是會用這樣 比較不會寫說 什麼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 應付舉證責任 比較這樣這樣下 不過沒有關係啦 我也不會堅持說 一定要我按照我剛剛寫的 我只是把剛剛立法體力怎麼寫 跟大家提供一個意見 如果大家還是覺得說 要按照 用筆改完這樣子寫的話 我也沒意見啦 只是 意思一樣啦 只是跟我們現在的立法體力 比較長的不太一樣而已 我只是提供這個說明 讓大家參考 我講一下 這不是立法體力的問題 是文字顯現的問題 那這個文字就是 到剛才大家寫的 後來這個有改了 是法務部改的 那我們就 我們 法務部說明一下 法務部 你這個體力上 我先講完 沒關係 法務部改的 那法務部我們 我們不要 照法務部改的也可以 但是我希望就是說 負己任責任前面加一個陰 因為負己任責任 那這更明確 這法務部改的 至少差這一點還OK的 更明確 前面我們版本是陰 後面才陰 那這樣應該是可以 怎麼樣 法務部的意見怎麼樣 是怎麼做最好 來 我先查一下消費者法務 我這邊有 我給你的 吳阿英 第十七條之一 國務部長中 這樣子寫 十七條之一 就是說 企業經營者 以消費者 訂立定型化契約 主張符合貶 貶貶規定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 負舉證責任 因為 消費者包括十七條之一 他是針對 前面有個契約 他後面的先討論 由契約 衍生出來的 裡面的實質內容 那有點比較說 在企業本身 解釋企業本身的話 你要去負責責任的意思 那在本條裡面 因為我們整個的勞計法 是作用法 作用法比較沒有 他本 他的前提 就是整個的 勞工假日的作用 所以呢 我們來說 這個立法律跟十七條之一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把文字 內容是 本質是一樣 那內容上 我們把它調整說這樣的話 就是說 表示這個的 起政責任 在雇主 雇主主 好 怎麼樣 也可以 應該 好 國昌委員是沒有意見 他只是說 應該 好 好來 那三十八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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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價的 增加兩項 怎麼樣 增加兩項 增加兩項沒有問題 那個確定的 前面那個急劇 那個就是還沒討論 現在就是在討論急劇 只有到九年那一部分 五年到十年 你如果按照你們民進黨的版本 是叫做五到十年 那其他的版本都是用六到九年 親民黨也是用五到十年 但是那個差距比較大 就是說你們 15跟21啦 就這個啦 對啦 差六天 那差很多 實力的版本是更高 你們這個急劇就已經到28了 28了吧 可以公布女環好了 勞動部部長做了一整天也講句話吧 是 好來 郭部長 你覺得呢 我們 參考一些統計的數字 現在看起來就是未滿五年的勞工 就是在同一個單位 這個 未滿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七 所以 我們就照顧前面五年 一到五年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方向 OK 看起來民進黨的版本 也是朝這個方向再進行 第二 就是中小企業的存活的時間 大概是十一年到十二年之間 OK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 這個就把這個增加的這個天數 集中在前半段 我想這個是一個大家共同的方向 好不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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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面的情緒資深的勞工 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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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院長 很尊重 勞工沒有分大企業跟中小企業 勞工就是勞工哪有分中小企業跟大企業 你勞動部照顧的對象 不應該是全國的勞工嗎 那你欺負少數勞工 你這個勞動部部長欺負少數勞工 那就要同時一致嘛 我也不是說要特別照顧資深勞工 但是最起碼大家在同一條平等線上 大家來去討論他們特休價嘛 台灣只有中小企業嗎 那你3%你不用也照顧嗎 他不是都是你勞動部底下應該照顧勞工嗎 你講什麼話 所以後面也有加值加比較少而已啊 好啦我們很尊重那個院長剛剛講的啊 你看這個6到9年也就是5到10年的這個急劇 那大家差距比較大 從最低的14天到最高的就實力的都到28天了 你看差距達一倍 中間的就是國民黨的啊 那就用國民黨的嘛 21天就是國民黨的啊 這國民黨剛好在中間嘛 實力是28嘛 那民進黨只有14嘛 我們就21嘛 那所以我堅持這一條就是 這5到10年的這一部分就用21天 用李彥秀提出來這個版本 這樣就綜合了大家的各自的意見 把它結合起來嘛 這樣子才是凝聚共識的方法 不是嗎 嗯 嗯 有啊 折中啊 現在有折中啊 請大家表示意見啦 這個 這個 親民黨的 親民黨的 親民黨大概跟民進黨是一樣啦 那 14天啊 14天啊 也是一樣啦 那 如果大家有共識 國民黨這個版本 我們也會支持 當然啦 但是不能 就是說 我們不要 我們不是最高 對啦 不要用最高的 也不要用最低的耶 我們是中間的啊 21天那個是中間的啊 你中間 那前面我們比較多 那前面怎麼辦 我們前面比較多 我們在保護前面的 那要怎麼處理 對啊 保護 而且我們 年輕人住的市場的吧 你們前面的 我了解啦 現在就是說 前面 剛才 有特別提到 大概都會3、5年就會轉換工作 所以 應該是保護他們嘛 那保護他們 那後面中間的又保護 那對於企業來講 呃 是我們要保護 院長 我們討論這件事情 不是討論企業 而是應該對於 所有不同年資的勞工 大家 他們應該有的 特休假的權益 我們都應該保障到 我如果在同一家企業 我待個20年 你不能欺負我資深的勞工嘛 那你一直鼓勵之前的勞工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把所有的勞工 要好好討論特休假這個版本 我覺得都應該照顧到 不管台灣中小企業 99%也好 那一趴 另外一趴 那在大企業資深的勞工 我們也應該都考慮到 這個特休假的版本 才會是完整的版本 他20年以上是比較沒有文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齊序的勞工 我們都應該肩負到 對啦 所以我們 你們版本 9年以後就要加一 和我們完全一樣 9年以後都是資深的 都一樣 都一樣 差別 差中間那個齊序 6到9年 6到9 6到9 有三個不同樣版本 對啦 四個不同樣版本 阿前面 好來 請給實力 好來 來 好來 我大概 那個 我們的立場還是一樣 就是並不是在 要堅持自己的版本 而且希望在這個協商的過程當中 讓勞工的權益 能夠往前再推一步 那那個 針對剛剛李彥秀委員提出來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以思考的方向 就是說 在滿六年以前的部分 如果說是 就依照民進黨團所提出來的版本 那滿六年以後的部分 就按照李彥秀委員 國民黨團 他們所提出來的版本 那這樣再整理一下 我不曉得大家 對這個方向的討論 是不是有可能 我想 這個東西我想 已經沒有 沒有辦法 我們第二項 好不容易 今天一個進步 我們在 保證上更完全 這個更進步 我們都可以同意 好 那這個 後面這個 就修正了 因為 院長 如果實力 跟親民黨 跟國民黨 對於這個版本 大家都同意 那民進黨 就是不同意 你們版本不一樣 怎麼會同意 你們版本不一樣 不是啊 我們現在也版本不一樣 我們也 你拿我們的好處去 拿我們前面的全部 再去倒 這就不是說倒 是啦 你倒前四天的 老大平公園 實力現在已經 不堅持前面那個四天了啦 我們也同意那個 四天變三天 現在比較實際就是說 看得到吃得到 我們貼紙肉食了 這大家 也是一個進步啦 反正還現在的版本 都是進步啦 那進步到什麼地方 大家各有心臟一把尺 沒有關係嘛 那大家負責 那那個 特休假的時間 我們就保留 各黨團 來為自己 要來保護的 所謂的集聚 辯護 也對外界來負責 但是 吃得到 看得到已經 大家有共識 這個沒有問題了 不是 就是學商看得到 吃得到了 對啊 剛才 大家擔心 看得到 吃不到 現在都看得到吃得到 你看文字就這樣 就差不多啊 不是啦 現在不是 你 齁 你 這還好啊 你沒吃完 過頭再去吃完 大家都沒吃飯 你沒吃飯 沒關係啦 吃飯一下 不必了啦 都已經 兩點三點了 還要吃飯 這順便減肥 那我 那我 那我再去處理 好啦 那另外 沒有啦 這個我們就先 後面的有共識 中間我們就保留啦 保留 那另外 我們現在就 嘿啦 再想一下 好來 36 37 剛才已經有 大概提過了 提過了 那個 36條就保留 那個 那個大家的 就是說 要週休二日 還是要一例一休 一例一假 這個 我看這個 討論 只是各自 陳述啦 已經講太久了 所以36條 我們就保留 啊37條 我們就照審查會嗎 沒有啦 他還有加入第二項 加入第二項 審查會通過條例 加入第二項 就是那個 37條 來 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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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條呢 現在是怎麼樣 37條在哪裡 37條 我們練一下 37條 哦 33 33 36 37是大家不可有意見的 什麼 33 33 33 宣讀 審查會通過 第37條 內政部鎖定 應放假之紀念日 節日 勞動節 及其他 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應放假之日 均應休假 然後民集黨的版本 還有加第二項 還有加第二項 第二項呢 加第二項是 中華民國105年 某月某日修正 之前項規定 至106年1月1日 施行 那接下來宣讀 現在宣讀 時代力量的第37條 修正動議 下列日期 及經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應放假之日 均應休假 1元旦 及其1日 1月1日 及2日 除夕 農曆 12月至末日 3 春節 農曆 1月1日至1月3日 4 和平紀念日 2月28日 5 兒童節 4月4日6 清明節 4月5日或前後1日 7 言論自由日 4月7日8 4月22日 9 浩洞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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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世界人权及美丽岛事件纪念日 十二月十日 前项锁定因休假之日 如儿童节与清明节为同一日时 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调整放假日 除第一项规定外 未尊重原住民族岁时计 以举行之必要 各原住民族部落得责定 岁时计以三日为休假日 于前一年十月三十一前 报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公告之 接续宣读国民党第三十七条 国民党第三十七条 本马规定因放假之日 及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 因放假之日均因休假 前项规定因放假之日如下 一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 元月一日二日 二 和平纪念日 二月二十八日 三 革命先烈纪念日 三月二十九日 四 劳动节日 五月一日 五 孔子诞成纪念日 九月二十八日 六 国庆日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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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十六条 这个我想就保留啦 先保留在一位助理啦 三六三七 三六三七 好 是不是可以同意一下 就是说当然 你不要走嘛 你总是要有点结论 一 意见不同 可是是不是国定假日法 就是我们提的那个附带决议 是不是大家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附带决议可以接受 对啊附带决议我们在后面嘛 他就是要定法律啦 对啊附带决议啊 你看一下 行政院于三个月内将国定假日法 法制化之草案 你看三个月内草案才送到立法院 这个空间还是很大 我想这还是要表态一下 他们附带决议是要定法律 让行政院定法制化的草案 附带决议一般 三个月里面 一般 要求啦建型 不一样 要求竞速 三个月啦 对啊 他行政部门拿去三个月 你也知道进立法院以后 你有黑洞又不见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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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三十 现在 那三十六条 三十七条 好来 院长对不起 就是 一个是 我们关于附带决议这一块啦 那三个月 为什么讲三个月 其实是希望 让人家觉得说是完真的啦 啊不过这个程序其实 总照理你也知道 好 另外一个是 关于七天假这个事 好 我们是同意国民党的看法 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就七天就 好 你们完全没有 弹性 那 其实外面诉求最重要还是七天啦 这个我们立场还是要表达 没有 因为现在特修价调这么高 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大家都说我 改革都说我 明天找我没办 吃了 你去检查一下大家 你去检查一下 不要去检查一下 就是说 刚才譬如说谈特修这一块 其实你要是 你处理一下 他们愿意坐下来 那我再来 另外他就这样 不妙就要账署一台 没有 这样再说 不要 不要 来 来 总组啊 总组还在啊 对 关于特修那一块 后面虽然家多 可是我想部长也讲啊 年支这么长的 劳工其实占的比例 没那么多 没啦 我刚才 对不对 中好企业公司存活的 这个 年数也不会那么长 只是象征性的 真正 会影响到 会 就增加的劳工 会影响到公司 没有多少个嘛 反正大家 他不是跟公务员一样啊 对不对 我们次长或什么 哇 这个部长都年支 二三十年 劳工很少啊 那你加给他 有什么关系 好啦 我想 大家完整的表示所有的意见 那我也尊重新有名委员的发言 这个要处理 比较重要的一块 就是说 那 等一下 我们谈完以后 程序怎么处理 比较重要吧 廖官委员 从早上 就很做到现在 你一开始做到一起 协商 我们都一起协商下去 都不敢离开 我非常佩服大家的精神 真的 为了劳工的权利 大家弃而不舍 甚至支出计较 这表示我们对劳工权利的 高度重视 但是整个条文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我们 当然大家都努力了 就像 刚才有名也讲 柯总统也讲 我们有进步 OK 真的是有进步 所以我说我肯定这个 这个讨论的 但是结果 有啦 有一点进展 但是并不没有办法 如大家的意 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们这边 党团从早上 派的代表 跟我讨论 他说我不能签署任何 结论 等一下 没有办法签署 没有关系 那等一下怎么办 看院长吧 应该照程序才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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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因为我们还有大体讨论 还没有讲完 没有三个 工商委员四个还有四个 四个 还有四个还没有讲完 你上礼拜也是一样 照程序 你竟然上礼拜就想照程序走 我们今天再把同音再协商一次 还是照程序走 因为那个内容谈了一整天 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这个大家都一样 因为你都没有坐在这里 你不知道已经改变很多了 我都有在听 气氛也好很多了 对 有气氛有比较好 有一点点进步 因为我们这个 再怎么拖 大家那个目标都没有办法修正 根本就 当然是院会处理啊 因为不可能每一条法条 未来都会有一致的共识 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一定会到院会处理嘛 那院会就是说 能够协调 那行政单位能够接受 那大家就尽量的把差距拉近嘛 比如说刚才大家都很担心 这个特休 看得到吃不到 这个我们就让他看得到吃得到 法令怎么修 大家就集中 还把法务部找过来 那修到已经没有问题 剩下要给他多少天 这个是 这个当然大家 这个感觉就是 一定有各自考量的立场嘛 这个当然就是表决大家来为自己 因为已经看得到吃得到 基本的都给他们了 那剩下放五天啊 放七天啊 放十五天 放二十天 那当然就是有不同的 各 像民进党就是在 年之前的 放得多 那中间有一个急剧 就比其他党团少 那当然是 担当不得啦 就是补来补去 现在不能 大家一提出来 都是往最好 最多的价 那干脆就不必上班 你薪水就好啊 不能这样子 这个外面的企业界也会 中小企业界也会 我没有办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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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11月11号 曹文翔结论 而且说 这个 不占你主意才 不非 不 不 非格 回到这个就好了啦 曹文翔结论 你有签 大家都有签 然后因为先如过等同表决 那你上礼拜说 好 那赵承俊说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也可以啦 就是 至少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嘛 不能说今天 你们党团有 有 有意见怎么样 说 我们要带你主意才说 这个都会 不通了啦 拜托 这样不通了 还是大家 你只要这个版本对民进党不好 那你就给他通过 还有民进党就好了 这是各党要负责的嘛 因为讲得很透 我从早上九点钟 大概所有题目都讲过了嘛 好不好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这个法案大家 回到 我们说 曹文翔结论就好了 因为从外没有人都找到结论 大家 一开始 大家就有党团的一个 一个协商的结论 那未来 未来的法案 要怎么贊助 其他要怎么处理 那是 我们都不管 那因为那个没有协商 这个是有协商过的嘛 有协商过大家就 这样 这个好像有一点 因为先如过了 这个有一点 外界 人家会感觉到 到底我们在 这个立法案 最基本的嘛 那未来 任何一个法案 任何一个法案 任何一个党团 站主席 我们都尊重 因为那个没有协商嘛 我们现在还在协商中啊 还没有完成协商 不是啦 这个都没有共识 都已经讲这么多次了 而且 今天到现在 已经协商几个小时了 从早上九点半到现在 已经下午三点了 你看 你看我刚才去小便一次而已 这个 我还不记 你不记了 你都吃我们呢 我们非常坚持 就是 大体讨论 主条讨论 只要有人登记 在时间内登记 我们都开放 我们不会强制怎么做 这个大家都很开放的嘛 我有两种想法 第一个 我还是 试着去说服他们 第二个 就是院长 广泛讨论 是不是能够让他进行 一定要了 你有能力了 广泛讨论 让他顺利进行 你们 到主条 要怎么处理 大家再来讨论 我跟他们讨论一下 好啦 你们去小便 不然不要憋着 我刚小便回来 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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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條是不是已經討論過了 還沒有 那我們要不要也不要浪費時間 74條只剩下親民黨有意見其他沒有意見 74條在委員會的時候是 親民黨是簽過 那個時代電影院是簽過的 我們有一個修正的版本 好像親民黨還有意見 對 簽過 只有親民黨沒有 其他都簽過 拜託一下親民黨要不要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通過 大家這個應該不會有問題就一致嘛 那如果有問題就提出來沒有關係 acing 他檢舉雇主不可以 annihil テート 有刑責的問題 保密 chaos 那個有洩密用刑責 那很嚴格的 徹底保護可以檢舉 好 來請 健城保護法庫還沒有到這裡 好 等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提一下一個建議 就是說當初我們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那勞動部有針對各個黨團不同的版本 在那個地方有些臨時把它結合一個條文 其實是四條嘛 對對對 那個時候因為其他的有一些黨團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最後那個條文實際上並沒有處理 那我覺得以整個規範的內容跟密度來講的話 上一次委員會提出勞動部現場綜合的版本 我覺得已經出具雛形了 我覺得已經出具雛形了 那更進一步比較細緻化的規範 我自己有利用時間做了一些功課 把那個時候委員會通過的版本 跟我們之前政府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一直在處理有關於公益揭蔽法的規定 那公益揭蔽法整個在設計上面 也都是在處理有關於缺少者保護的問題 那把那個時候在處理公益揭蔽法 條文裡面的一些比較具體的文字跟設計 那綜合上一次勞動部所提出來的那個版本 所以我們又提了一個更進一步的修正動議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可以冒昧的 請各個黨團稍微看一下 時代力量今天74條 我們所提出的修正動議 看這樣子一個動議的內容 不管是勞動部還是其他黨團的代表 是不是都可以同意 我講一下好了 74條在委員會的時候 那是直面論 民進黨 國民黨 民進黨 共同黨 以及親民黨 以及實在地上都有簽 那當然親民黨沒有簽嘛 那我們今天要重新討論 也可以 沒有問題啦 就是說這追悼的條款在不動黨產條例上面也有啦 還有那個促轉條例都有啦 那你要 這裡我們要怎麼規範 重新再討論 我有沒有什麼意見 那交給 好 你就好啦 我來 那個 拿一份資料給郭部長 一千塊買 那個74 這個 拿一份給 勞動部 你們看一下 親民黨也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親民黨是不是也能夠支持 因為其他黨都沒有問題的嘛 齁 一十兩 七十四 七十四 聽嘛有一個修正動部 吳議長把那個出信案 那如果大家能夠協商 修正動部就可以測了 整合啊 就可以整合 就這樣說 說不定 聽說不定 好 這數不定 是 也必須 發出 雖然 說不定 妳 這樣 不定 不定 複製 可以 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在看的時候 我大概跟大家簡單的說一下說明 這個條文 實在力量也不敢略人之美 我必須要說 這個是大概我們看過 有關於前面法務部針對公益揭壁保護法 裡面曾經相關做的研究報告 還有曾經提出過來的法律條文 我們覺得在這個脈絡裡面 跟之前勞動部在委員會裡面所整合的版本 如果能夠再多添一些比較明確的文字 把我們未來本來也要針對公益揭壁保護法 整個修法的方向跟它的內容 可以融到這裡面來 會讓這一次所謂追報者保護條款的規範更加完善 脈絡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大家做討論 我們法務室初步的意見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第四項 請看第四項 那個 那個現在我們的檢查法已經有相關的規定 而且一個月之內 好像會跟我們的檢查法 可能那期限上會有點不太一樣 這第一個 沒有 查一下 我等一下查一下好了好不好 我們同樣查一下 第二個就是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是跟國賠 跟國賠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還有需要在這裡加嗎 還是說利用國賠法就可以了 我必須要說 就是說 就identity 身份資料 知洩漏之本身 他所處理的 有關於損害賠償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能夠 很精確的落入到國家賠償法之中 那事實上 在學說上面是有討論的 那我也可以老實的跟大家報告 剛我已經做過整個背景的說明 最後一項的這個條文 不是時代力量 我們所獨自的創建 是按照當初行政院曾經有通過 接閉者保護法 他裡面的條文設計來的 那如果部長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把當初的那個條文 現在提供給部長 還有其他黨團的成員做參考 那個檢查期間是不是一個月內 這個當然勞動部你查一下 最後一項 對因此受有損害是勞工應付損害賠償 這本來依侵權行為的這個法令 就是有適用 有沒有特別需要民定 因為我認為違反保護他人是法令 而使對方受有損害 這當然符合民法侵權行為的這個整套的規範 可以主張損害賠償責任沒有問題 在這個地方你還是要再明顯一次 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還是跟你講我的看法 其實這個本來法律就有保護 這個親民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這一條我們有一個文字上的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加入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 處理期間保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我們希望加上這些文具 文字 那個勞動 郭部長你們這裡呢 親民黨說希望能夠加上 請問我 你說一下 因為最後親民黨的那個提案的部分 最後一項主管機關受理監舉案件管轄 還有處理期間等等 但目前行政程序法 有關於管轄權啊 那個處理期間保密相關規定 那行政程序法都已經有相關的規範 這邊不需要再去定相關的辦法 所以我們建議是不要再列在上面 因為這邊畢竟是勞動基準法 是談勞動條件的最重要 所以你加上這些文字並沒有問題吧 我們認為不需要再去加這個文字啊 因為行政程序法已經有了 所以不需要再加這個文字 因為 對啊 那再加有差嗎 沒有差你就把它加進去就好啦 這次已經勞動基準法 這是勞動基準法嘛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都回到行政程序法 不管境外的管轄權 法務部呢 法務部在不在 又走了 因為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的報告來講 原則上來講這個如果定辦法 它位階還比較低 行政程序法它是法律的位階 有關於法律位階 管轄的部分 行政程序法法律位階 已經有明明規規定了 不管是事務管轄權 或是這個土地 這等等 這個管轄權 它規定得非常清楚 而且個別的當局去領定 大概做一個 那 吳幹事長 那 誰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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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一直說 只要依照行政程序法嘛 那加這些文字沒有差嗎 你說那個文字上頭加下去 哪有什麼差別 沒差你就加進去就好啦 這個親密黨團這邊是講說 主管機關要受理檢查案件 要相關一個遵行事項 還要去定個相關的辦法 剛剛我們法務司的 特別強調是說 行政程序法已經是個法的位階了 那我再依照勞機法再去定個辦法 其實現在所有的管轄權的部分 主管機關的管轄權 那都是回到行政程序法 法的位階去規範了 不需要我再去定個辦法 執法這樣事實上是 是很奇怪 我來幫忙解釋一下 因為行政程序法本來就對這些程序 以及管轄有所規定 那個是法律條文明定的 他的條文明定的效力 跟你現在在這裡授權一個主管機關 定一個辦法 他的位階變成一個行政命令 是在法律的位階之下 所以你也不可能說 我自己去定一個辦法 去違反那一個法律的規定 因為大家都知道 命令與法律抵觸者無效嘛 所以他意思是說 既然行政程序法 就有這樣的法律規定 你授權我去定一個行政命令的意義 並不存在 我定的行政命令 如果是在這個法律相同 那沒有必要多定 如果跟這個法律不同 我抵觸法律本來就無效 所以這個勞動部這邊的意見說 其實是不用寫的 意思是一樣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立法理由裡面 加把這個說明 把立法理由裡面講說 你主張的這些這些都在行政程序法 第幾條有規定 這樣親民黨能不能接受 好啦 好 那就好 那這樣就有共識 把那個剛才你那個 報告一下第四項的部分 第四項 因為主管機關就看起來是地方政府 所以通常如果在訂這樣的規定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會徵詢地方政府的意見 今天大概不太可能去問他們的意見 因為這裡面要做什麼 要做必要之調查 所以根據這個案件的不同 或許調查時間有長有短 所以在這裡一個月之內 我就擔心在地方政府會不會造成困擾 有沒有一個什麼文字上的設計 可以讓他們有點彈性 部長你剛剛說你們本來有一個類似的版的條文 那裡面規定的時間是多久 檢查法裡面規定 那個是因為是我們自己主管的 好像是兩個禮拜 我們自己的 那如果中央兩個禮拜都能調查 地方政府一個月 有什麼理由不能檢查呢 我說因為通常沒有經過跟他們徵詢意見 還是說給他多一點的時間 或是說用什麼方式 因為通常來講地方政府 有時候 有時候像類似這樣的案件 有時候坦白講 這個案子要看個案的複雜的程度 有時候調查起來一個月 大概有時候可能有點不太夠 那時代力量能不能同意這個時間 稍微延長一點 稍微再延長一點 可以啊 就是齁 就這個時間 就是說我們大概有之前 也大概都問過 就我們知道最快的啦 應該是台北市 台北市通常一個禮拜之內 就處理完畢了 那如果說考慮到其他的縣市 可能人力上面是不是真的充足的部分 那我們覺得重要的齁 就是要有一個很清楚的原則齁 就是 申訴了以後的那個結果 你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必須要回報給老公 這個時間我們並沒有要求說 一個月硬邦邦 都不能夠談 所以我在想說齁 就勞動部的這個部分 如果有考慮到的話 但是我覺得你們應該也可以了解齁 就事實的調查應該是 越快進行 越容易發明真相 你如果拖太久齁 可能也沒有辦法 所以你如果要再進一步延長的話 那部長您覺得是需要再延長多久 是六個星期還是你要到兩個月 我是跟他們溝通 當然兩個月他們我想比較容易接受 因為還有二十幾個縣市 可以啊 我覺得就是 如果說這個原則可以確立下來的話 那參佐勞動部這邊考慮到各個地方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的需求 要把它拉到兩個月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是可以 不過現在勞動檢查法是14天 這個主要是指的是中央主管機關 是嗎 就地方主管機關 現在就是要考慮到地方主管機關的部分 可能真的是人力 各方面可能真的是比較不足 好 來那個陳委 剛剛的問題有一些意見 我們再重新來陳述一下 好來 不好意思喔 那個謝謝院長 跟各位同仁有關那個 親民黨第74條的部分 因為我們 我剛剛看一下民進黨有關 他七十四條的修正中意 其實 予以解雇降調 減薪損害其依法令 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 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其實這個部分跟親民黨團 所提出來的七十四條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喔 那唯一不一樣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把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保密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在施職審查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他們覺得目前的行政程序其實就有這樣子的一個罰則 其實不需要再另外再去訂定 但是因為其實這邊有很多部會其實已經有這樣的狀況去特定去訂定所謂的檢舉辦法 譬如說實管法裡面也都有 譬如說衛福部公告的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獎勵辦法 那或者是環保署公告的 然後衛生福利部修正那個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的獎勵辦法 包括財政部農委會其實都是有特定在去訂定 他的一個檢舉案件的一個罰則 所以我們希望說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 因為他的大框架其實跟民進黨的修正動議其實是一樣的 在上面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說 把主管機關在受理檢舉案件的這個部分再把它加進來 那也請各位能夠支持 因為這其他部會都可以做了 那我們覺得說 如果要更進一步的去修改勞基法的這個 就是保障勞工而所謂的七四條這個吹哨子的條款 保護他們不要遭到所謂 調職降級減薪 甚至有可能最糟糕的狀況是解雇的狀況下 或者一些雇主要求他們不當的一些行為的狀況下 其實這是一個最直接給勞工的保障跟酒劑 你講的這個實體內容 現在條文就有規定 前來就是說 你現在講的要求說要用一個辦法來訂定的那個範圍 到底是指哪幾項 先把那範圍釐清好不好 不是因為在這裡就是 因為在那個實質審查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討論過 他說其實現在辦法其實就有擬定 那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譬如說有幾個部會 可是勞 勞 勞動部那邊沒有這個辦法 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那個剛剛你們講 他是 我們現在現在釐清啦齁 親民黨現在主張 需要用政府令以辦法定資的那個範圍 是不是跟你這個行政程序法裡面 規定那些範圍是一致的 如果一致就沒有必要定立嗎 如果沒有一致還有不同 事實上他的要求也可以考慮啊 這個勞動部先釐清這部分好不好 對因為想跟那個幹事長報告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他們是覺得現在其實就有相關的辦法可以處理 所以不用再另行定居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衛福部或者環保署 包括財政部農委會 其實雖然他們自己本來也有自己的 管理辦法 但是他們因為譬如說一些 譬如我們剛舉例的 譬如說檢舉違反食品的衛生案件這一些 他有另外在設置所謂的檢舉辦法 訂定一個檢舉辦法 所以我們覺得如果他的大方向大框架 其實是跟大家是有共識的 那其實在把他加列這一條更保障老公權益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不可以的啦 對 當然沒有不可以啦 現在只是討論說 如果你那個範圍是跟行政 注意聽啦拜託注意聽一下 如果你講的那個範圍是跟行政程序法 因為程序程序法是一個法律 如果那個範圍行政程序法本身就有規定 你現在還要在這個法裡面去授權行政機關 訂一個執行的命令 那這個執行的行政命令 如果抵觸法律他是無效的 如果跟法律相同的話就是變重疊啦 他們剛剛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所以他們認為沒有必要 那但是前提要就是釐清說 這個誠意見委員的問題你們有聽清楚 他講的這個東西 到底跟你這樣講的行政程序法的 法律規定的範圍有沒有相同 有沒有完全一致 有沒有合致的問題 譬如說 我直接跟他討論 譬如說 你說他這個實管法裡面 他是針對實管法這個吹哨者條款 他要訂定這樣的一個辦法 所以意思說 針對譬如說7次條的吹哨者條款 我們可以在這個框架下 再去一個訂定一個這樣子吹哨者的辦法 管理辦法 我是不是跟主席還有各位 因為他都是有行政程序法 是不是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 就有關於我們親民黨所提示的這些問題 實際上從管轄裡面來講的話 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條到第十四條 還有行政法法二十九條到三十二條 已經在法律位界已經明定了 第二個有關於處理期間來講 勞計法實施規則第四八條 也有明文規定 至於保密的規定來講 勞動檢法第三十三條的第五項 跟勞動檢法第三十三條這邊都有規範 那現在來講所舉例食品安全這一塊 我們也不 我們對 我跟委員報告就 委員上並不活論有這個辦法 可是當時各位委員可以 看一下 當時食品那邊 他是針對公益性還有獎勵比較多 減肌 像鼎心 類似這樣 他有獎勵跟公益性比較重 那這邊來講是針對於勞工對於雇主而言 那所以我們本身的 有關於檢舉相關的這個權責 剛才跟郭委員報告來講 就是說在這些法裡面的位階裡面已經有明文的規範 那至於還要不要再 就這個部分再授權 再定一個執法規 就這部分再做一個規範 那這個部分是屬於立法政策問題 以上 沒有因為剛剛所講的就是說 你說實管法裡面是比較多是獎勵辦法或檢舉 可是站在我們的這個角度 他還是保障所謂譬如說今天勞工 他去受到雇主的一些不當的要求 或者甚至調心 一直到有可能最壞的狀況是解雇的狀況下 他今天要去檢舉他的資方 其實這個態度跟立場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說看既然是這個概念 是大家可接受可討論的 那是不是在文字的修正上 可以看就是勞動部這邊要做怎麼樣的一個修正 但是把這樣子的一個原因 大家去修出比較接近的文字 加在所謂的74條 再去多保障勞工今天 就是所謂吹哨者條款這個部分 能夠更加的完整 不是 可是因為他 所以 Это不一樣的 我們先評論一下 我們要拍照 我們要拍照 的 multiple支影片 有這個東西 我們要拍照 對 我們要拍照 一些公關的 我們要拍照 然後來拍照 我們說 華仲敬議員 高博雅議員 如果要你們訂定的話 有什麼樣的困難嗎 因為這個當時在委員會我們就討論過 就是說行政程序就像衛福部或者 我剛剛舉的那幾個部會都有啊 財政部也都有啊 他們既然都可以擬定 這樣子的一個條款 為什麼今天放在勞基法的74條吹哨子的條款 我們不能去擬定 因為對你們其實沒有困難嘛 不是啦 你沒有訂有什麼困難呢 訂一個行政命令 我看這個不要再爭議了啦 就是我覺得如果它是一個好的事情 是一個別人也做過 然後對整個勞工有好處 我們就訂了 我們就訂了 不是啦 訂一個行政命令 訂一個行政命令啦 對啦 我們就訂了 好啦 教練教練 條文我們來看怎麼樣 我說條文的文字或修正上 我們尊重勞動部 但是他可以訂定一個行政命令下來 對勞工的權益有更加的保障 而且是催少者條款 這個是有好沒壞的嘛 他只是執行員能夠嚴謹一點 而且其他各部會都有比照過 大家一起來吹哨子好不好 好 好 沒問題啦 74條 沒有問題啦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然後也要讓時代力量 跟國民黨黨團這方面看一下 雖然他們在委員會有同意 但是還是要看一下 74條 那78條之一剛才 我們並79條嘛 並79條 罰則怎麼樣 反正 有沒有辦法溝通 跟時代力量 那他兩個條文我們是一個條文而已 對啦 就是要溝通一下 沒有關係啦 那就處理一下 我們覺得很清楚了 其實他講的 原則內容方向我們都有拿進去 因為 我知道啊 他那個考量點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整個 勞動基準法裡面最高的罰款 是150萬 就是在所有的條文裡面 最嚴重最嚴重 違反的就是那個 退休金不提撥嘛 那退休金不提撥 他的嚴重性 絕對超過你加班費 有沒有計算清楚 那所以或是說你超過加班時間 那退休金不提撥 除150萬的罰款之後 定期改善 改善沒有完成連續處罰吧 那 我們今天在談這個 有可能超過500萬 對啦 當然有可能超過500萬 我的意思說 我們今天 其他 講比喻刑法罪行比較輕的行為 你反而要罰超過 這個 罰超過這個退休金未提撥 這個事實上是在那個 如果用罪責成聲概念的 比較上面來講 事實上是有一點不合理 民進黨考量是這個 現在 我要講一下 黃國昌剛好進來 對 現在那個 在講78條之一跟79條 罰 罰 者的部分 74條 剛才喔 勞動部 認為 親民黨說要認定一個辦法 他們可以接受 剩下就沒有問題啦 那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這樣就有共 74條就大概方向就 等他把條文拿出來之後 大家看一下啦 那現在就是剩下 78條之一跟79條的 罰則 能不能溝通一下 我來講一下好了 首先我要很誠懇來講 實在樣 包括昨天 昨天網路上也說我們把罰則取消 那實在樣早上也開記 我也說沒有嘛 罰則取消 有沒有這回事情 有沒有 我說明一下啦 我今天早上 剛剛 吳委員 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已經把歷程講得很清楚嘛 好 OK 我們今天早上 8點20分的時候 有針對今天勞動基準法的修正 開了一場記者會 那清楚完整的說明 實在力量 對這次修法 我們所報紙的力見跟立場 那其中第一項 我們先盤整了 在委員會裡面 已經審查完畢 那大家都同意的 包括23條 34條 以及78條之一 這樣子的條文 那我們公開的呼籲說 委員會 大家都已經同意的條文 到委員會的時候 可以繼續維持 那在討論這個脈絡的時候 我們說了 就78條之一 我們看到 民主進步黨 他有提一個動議 說不予真列 要改 改為 他們所列的 第79條規定的罰則 那我今天早上也說了 我們在意的是 罰環的最下限 罰環的最下限 因為你現在是200萬到 100萬嘛 然後如果 按照什麼 事業規模 可以再加重到 1分之1嘛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什麼 我們擔心的事情是說 真正在做那個財閥的 主管機關 當你給他授權的range 是這麼大 最低沒有往上拉的時候 郭台銘的那個企業 按照我們現在的這個條文 去弄的話 你事實上 你只罰他2萬 是完全合法的 那當然大家都可以去批評 那個地方主管機關 說你高高舉舉 輕輕放下 明明你可以罰更重 但是你為什麼沒有罰更重 但是你如果以我們現在 整個立法上面 所出現的range來講 我必須要說 真的罰2萬 是合法的 就像在現在的狀況 也是2萬到30萬 但是我們 我們所實際上面 所看到的例子是什麼 所實際上面看到的例子是說 他真的罰的時候就採取最低額 是罰2萬的狀況 所以我們才會主張說 你必須要按照 事業的規模 給他不同的range 那去仿造像大捷法 他們那邊的立法力 來做設計 好 反正這個 一再澄清了 我是因為剛才下去的時候 記者還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沒有 我們是把78條之一 和79條併在一起 這個問題 那這個實在是一樣 像黃國昌你這樣講的 說這個方向沿著 我們一定同意 所謂 勤結重大 市衛隔膜 連勢支付等等 我們叫做2分之1 那 剛才吳明亮也講過 我們一直在講過說 整個現在勞機法的罰則 在78條最重的是 150萬 包括沒有提報 退休息金準備 假如 那實在是一樣 現在的版本是500人以上 是200萬到500萬 這個 這個也是到這裡為止 你最重就是 就是如此 200萬到500萬 我百人會上 那最後幾句是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修78條 假如以這個 大家對這個 我們現在有定的罰則 我們已經在 沒有修78條 所以我們一定是 是目前所有最重的就是這樣 那我民進黨已經把 已經把我們推到最重的 還有加重的問題 所以假如這個 這個問題是可以談的 因為你如果差不多2、8、5、8 你也要 我們要7、8條 到底能修嗎 因為你7、8條沒修 你就整個 很平原的完全修 撕掉 因為這一次沒有修78條 那你也只有提78條 78條之一 那因為78條本條文一定要修 所以這個是立法的問題 因為今天假如有人提78條的話 我們就一起把整個 罰則再重新看待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還有機會再來處理 這個方向原則 我們在現在所有78條沒有修的底下 我們近期可能能夠罰到最重到最重的 而且這個是有情節輕重 那公司規模以及次數等等 這個原則都再次強調 所以我說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下次要來修 有修到70 不能再重新 這個通過以後 以後要再修78條 再來處理嘛 才有可能嘛 這是 這是今天我們沒有修78條的原因嘛 所以差距也不大 一期兩把到五把嘛 這差距也不大 是500人以上嘛 所以78條沒有修78條之一 沒有不可能嘛 不可能修嘛 你一定要修78條嘛 沒有就是78條 勞動部要再推修法 以後要再處理 這個我們都不反對 但是我們現在比較重視的是什麼 比較重視的事情是說 大家都說 現在勞基法修正了以後 落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才會說 除了在充實勞檢以外 你必須要就罰則的部分 一併的併同修正來予以處理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我們在意的 其實並不是說那個最上限的問題 其實我們真的care的 是那個最下限的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的行政機關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在很多從環保食安到精管會等等 包括到勞基法 我們常常看到的狀況就是 他常常罰就是什麼 他常常罰就是罰最低的 那個在委員會裡面質詢 不曉得質詢過多少次 包括就台塑 他們長期的去違反環境污染的部分 我在委員會裡面 也把很具體的數字都列出來了 那個平均起來一次罰2萬多塊 那真的是 讓就是說一般的民眾 事實上是沒有那個精神 一天到晚去盯說 你每次到底罰多少錢 你每次到底罰多少錢 因為他那個罰環 他本身某個程度上是 對於那個執行的效果 會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一再說 就是說 按照勤結的金融人數等等 本來就在那個罰環的range裡面 他可以去調整 這個在行政法法已經立有規範 但是 按照不同的事業規模 去給他最底線的天花板 那為什麼會按照 事業不同的規模 去給他定最底線的天花板 最主要的是說 你真的要能夠產生 抑制的效果的話 就是罰了以後 我會稍微碰一下 才會有真的所謂抑制的效果 你如果罰下去 他覺得說 我去 就是說我去遵循法規的成本 如果源源高於 我會面臨處罰的金額的話 事實上誰會去遵循那樣的法規 我們所擔心的狀況 就是說 當你最低額子壓在新台幣2萬的時候 未來 即使是比較大的企業 都有可能受到這樣的罰則 我們這樣子的擔心 並不是天外飛來一筆 或完全沒有根據 因為現實上大家就看到 過去就真的是發生這樣子的例子 那真的發生這樣子的例子了以後 大家在媒體上面批評一下 在網路上面罵一罵 說話的 說話的 好 剛好習永明來我來講一下 來 4個小時以前 習永明發臉書 7月為了 老幾月僅罰2萬 這個叫做暴露性立法 民運黨 民運黨竟然主張 把七八條之一 讓郭台銘罰2萬 這是事實嗎 我們的版本早就在上禮拜又拿出來 所以不要這種 忽昧性的攻擊 這個是何其嚴重 像我們演出 4個小時以前發 我們在家裡在家 有家裡沒辦法 而且我們版本早就提出來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 這樣的發動這樣的攻擊 剛才我差一樓下的時候 記者還問我這個問題 這很嚴重的 這種 這種徹底忽昧 說民運黨主張 像郭台銘罰2萬就好了 然後我們把七八條 你們把罰則刪掉 我們是併在一起 我們是併在一起 對政治 不是 整天 講起沒話 就是 到最後自己會 會自己很難看的 我剛才下去也是這樣講 蛤 不是我意思是說 你的臉書就這樣講啊 對啊 四小時以前還這樣講 怎麼說 我們是 我沒有要跟你爭辯 我就是跟你講說 我剛才下去也是這樣講 這個事實嗎 對 我是說你七十八條之一 你還是把它拿回來 我們要 放到七十九條 你們最多 郭台銘也是 罰到五百萬 兩百到五百而已 我們七十九條裡面寫得很清楚 可以 可以說你不看我們七十九條 然後你下去也這樣講 你現在還這樣講 我沒有辦法接受你這樣 欸 不對 才要一個襲擊 你以為這樣某些民運黨 你實在這樣會長大 有一天人要看穿的啦 政策不是最表演的 就說好笑的 這樣嚴重了 我們三個禮拜就給你了 那這樣發了 而且我們今天早上就開始講 如果你覺得 你的法條 大家沒有講清楚 你可以去宣傳啊 你可以去宣導啊 我意思是說 大家政策是一種 大家講清楚 我要在外面你來宣傳 Büng 這是政治啊 你們的發言人也講啦 這是受人的道理嗎 你今天會面還在家问他們 四個小時以後 禮拜照還要問我 這裡學校 公平的 野兪 政策是人貴啦 政治政策做不好做 那你 這樣子 來 陳偉 譚多威那個文字出來了沒 那個不好意思 那個就是有關於我們的第79條 因為我們本來是分三個集聚 然後我們剛剛看一下我們 第三個集聚其實我們想把 第三項的部分把修正中義 就是儲新台幣15萬元以上 原來是75萬元以下的罰還 那我們就改成跟民進黨一樣 會罰到100萬這樣子 這樣就大家比較趨近這樣子 在這裡先說明一下 那我們現在再改一下我們的修正中義 你的74條呢 沒有79條啊 因為你們剛剛不是在講79條 對啦 他講的沒有錯啦 沒關係79條OK 一共也對啦 對啊 勞動部的文字就是 我們尊重勞動部他們的文字修正 那79條的部分我們就是跟民進黨一致 就是把它調 因為我們是分三個集聚嘛 那我們第三項 就是所謂第三個集聚的部分 我們是最低處15萬元啦 那民進黨你們是 是2萬以上啦 那這個大家在討論一下 是看要2萬還是15萬 但是上限就是100萬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個修正動力 我們現在先改這樣子 因為我們房的比較重嘛 它是2萬以上啦 100萬以下 七十四條 七十四條 唸一下啦 等一下會印給大家 因為剛剛那個 剛剛跟親民黨團溝通 就是最後一項改成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 之保密 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我們是把那個管轄還有那個 處理期間那三條的部分 是 我們沒有意見 要增加那個親民黨團建議 那個最後一項 我們支持啦 沒有意見 我現在比較在意的是 你前面那個條文的文字 是用你們本來的那個文字加 還是用我剛剛建議的那個文字 再加到最後一項 因為我剛剛提 就是我剛剛已經很清楚的說明 那個條文整個的始末 跟規範的 就是規範的意志 他剛剛跟那個 大家提出來討論的時候 吳委員認為說 這樣子加 他認為或許沒有必要 但是加了他也不 加了他也沒有反對 會比較更明確 所以我 就是說我之所以會請你 把印出來給大家看 我主要是要確認整個 整體的內容是什麼 那是另外一個 那另外一條 那個已經處理了 對 是 但是是不一樣的條 但是親民黨剛才後來要加進去的那個 另外一個辦法 變成兩個月 對 改兩個月 對 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要增加累個辦法 對 就是 中央司法那些人 這個 公共同學 好想我不是回到時期 這個好像不是黃委員 剛才提到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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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動議喔 好 那這個剛剛一討論都贊成 最後你再加 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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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你們也OK嗎 對 那 其他 進去 唉 坊 今天你要說是 我們要用法務 可以辨解我身份 資訊的其他東西 譬如說是像委員會長 你馬上揭露 你把他揭露 你把他揭露 對啊,這個concept 又不是心無創 跟你講的是把揭露的 該的該的 這個跟大家都一樣 對 這是兩個月 對 這是兩個月 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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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前面的 堅持 說他很那個 他很那個 他可以跟你這樣講 他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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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照他的改 還是用照他的改 所以 所以勞動部是尊重 就是全部照時代力量的東西改 前面那個是我們 沒有啦,是實力的 好 就是 好 謝謝 我們現在沒有版本 我們現在沒有版本 所以用 好 好 賣力 好 好 然後 好 好 好 對 所以全部就是用他的 是本來就是他們體驗的 所以變成病他們的跟我們的啦 對 再打他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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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改了 有 漏掉一句 漏掉一句 沒有 他其實就是他還跟我有的單向 他心真的單向 他把我一向拆除你的一向 然後所以就在上我一向 法律确定一下法律 法律 法律 七十九 七十八條之一 七十九 病案嘛 病案啊 那個 蛤 生果自然不犯罷elly,那邦君君不犯罷 略祐說了,不犯罷 詞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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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那這樣子喔 78條之一跟79條 這兩個 有沒有辦法有共識 蛤 罰款的部分 罰款 蛤 這邊怎麼樣 有沒有辦法共同提案一個修正案 78之一 我們前面也講很清楚啦 你就是把那個範圍規範得清楚 其實不是更有 都會有啦 對不對 來 郭部長 可以報告一下 我還是建議一下 請時代力量黨團可不可以真的考慮一下我們的79條之一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版本是把它納進來 雖然字很少 沒有把你全部納進來 是79條還是79條之 我們79條 我們的79條 就是把78之一納進來 為什麼 看一下79條 78之一雖然文字很多 但是我們一句話 就是說把那個規模 把企業的規模它可以增加二分之一 這件事情放在第三項 所以其實那些裡面所原來史代力量黨團的這個 他78之一的一些都已經進來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建議 其實如果78之一跟79條並存的話 第一 會有進和的問題 譬如說78之一 他原來規定說這個30人以下 6萬到20萬 但是到79條 他是從2萬到30萬 所以一個2萬一個6萬 就會真的是會有一點有進和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至於人數跟次數還有情節的輕重 在80條之一已經有了 現在唯一沒有的就是 史代力量所提醒我們的 就是事業的規模 所以我們在第三項 把事業的規模放進去 然後加重二分之一 其實就把這些 所有的太陽都把它涵蓋進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79條 真的是有第一個 剛才講的我們中市中小企業 他的負擔能力 未來在執行面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提醒他們 要去訂裁量基準出來 就比較不會像黃委員剛才講的說 你這個那麼大的企業 為什麼從2萬發起 如果有那個裁量基準的話 未來其實在執行面的時候 又加上剛才那個 可以加重二分之一 所以應該可以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版本 也考慮到比例原則 所以有這些考慮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 史萊利亞黨團可以考慮 用79條來吸納78條之一 對不起 我詢問一下就好了 跟那個沒有關係 我詢問一下 因為那個欠面黨團這邊有提到說 有一些法條裡面要限期改善 如果沒有改善完成 要暗次連續處罰 這個暗次連續處罰有定上限嗎 次數的上限是不是 對 沒有 沒有嘛 所以並沒有像剛剛所講的說 罰到那邊就沒有了 對對對 要按照情節輕重 這我們原來主張很相近 我覺得剛才柯委員 他很不高興 可是罰2萬塊是發生過 我把它講完嘛 我把它講完嘛 2萬塊到之前過去2萬塊到30萬 也是罰2萬啊 我不相信去處罰的人 不知道這一家企業叫鴻海 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範圍 78之一 我們為什麼要把它這個range把它定出來 就不會有這種最後罰2萬的問題嘛 對不對 那我也不清楚說 那這樣民定出來 到底對未來執行會有什麼困擾 全部談在裡面啦 不是啦 你說79條之一 你的2萬到100萬 對 那未來才罰2萬那怎麼辦 我們第三項裡面就有按照他的規模 然後80條之一有次數 人次數都有啊 部長 你現在說啊 要按照的那一些 在裁罰的時候的基準 現在的行政法法18條 不是又已經明定了嗎 那我只有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啦 上一次郭台銘的只罰2萬 那個是一個違法的處分嗎 對啊 他也可以罰到30萬啊 整個社會的人都在問啊 你最起碼最起碼 你也可以罰到30萬啊 你為什麼還是選擇2萬 而且這2萬正是部長剛剛所講的 你要考慮那些因素 在行政法法裡面都寫了啊 但是社會大眾 大家現實上看到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罰2萬啊 所以說我們未來 我看特別報告執行的時候 未來跟地方政府在溝通說 你一定要叫他們一定要定出 裁糧基準出來啊 譬如說他的規模多少 洪海你就不能說 沒有 部長我跟你講 這不是用裁糧基準 這四個字就可以甩過去的喔 你現在裁糧基準 還是未來是要透過什麼 就要去透過行政規則的方式在講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的是 必須要考量的事項 就已經寫在行政法法 寫在行政法法 那是法律喔 那不是行政命令 也不是行政規則 但是大家看到的結果 做出來是什麼 就是罰2萬啊 這不是很具體的例子嗎 我們正是因為擔心這種狀況 所以按照企業的規模 給他去定不同的下限 今天你如果跟我說啦 比較小規模的部分 你認為6萬塊以上 那個6萬太重了 你要往下調 我覺得這個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但是你說完全不要分 然後就一個2萬到100萬 然後交由行政機關 實際上面採處了去採量 不好意思喔 我剛剛已經說過 非常多的例子 非常多的例子 包括台塑在環保法規的情況 也是一樣 最後罰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罰出來的結果是 社會大眾都很生氣 都在罵 結果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最後的結果是 他那個罰也沒違法 因為是我們的立法機關授權 他們給他這樣子的range 這個是我們現在正在面對這個條文的時候 我覺得作為一個立法者 本來就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如果我們今天過了這樣子的條文 未來還是罰2萬 不好意思喔 按照法律的規定 我還是在你的range裡 我的處分並沒有違法 好 你的版本是上限不是下限 你的版本是上限 200萬到500萬是上限 這個將來還有在定執法 其實施條也要定執法 那會規定很清楚嘛 以後把執法弄清楚了 好不好 200萬到500萬 你那個是上限的 200萬不是下限嗎 他是200萬以上 500萬以下 你魔法的上限嘛 500萬以上 地板跟天花板不是都很清楚嗎 那時候我剛才講過 因為78條沒有修嘛 這個立法要有自信嘛 所以這個將來都會定執法 把執法給清楚就好了 部長不斷在講說 以後一定可以保障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強化勞減 好我們不要談勞減人數有多少 你勞減下去的罰則 如果這麼少的話 你強化勞減有什麼用 這將來執法定清楚就好了 因為國民黨黨團也不在這兒啦 那我們今天學商齁 大概 有一個 就是特休假的 這個 這個一個保障啦 那這一方面沒有問題 我們就依照這個來修正 但是 特休假的日數 放假的日數 是各黨團 提出來進行處理的 那 那 第74條有共同提案啦 那其他的我們大概 在委員會審查通過 沒有意見的 就依審查會的意見辦理 那如果有意見的 我們就 會依照議事程序來進行啦 好 那我們的學商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 conteúdo 大家好 替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